沈姓夫妇在傍晚的时候终于回府了 伴随着他们回府的还有宫中送来的满满一马车赏赐 若是从前这些赏赐定然是被冲入宫中的 可是今日罗雪燕却是让下人直接将那些箱子抬进西院 宫中的赏赐非富极贵 冬院的下人们都眼巴巴地瞧着箱子从他们院子里路过 冲锦堂中不时传了气无摔碎的声音 显然那位占尽便宜的沈老夫人因为此事而动了大怒 正在甩脸子给人看 不过军中出来的人大约最是不知甩脸子那一套的了 箱子还是照搬不误 并且极为有效率很快便搬完了 沈妙正坐在桌前看书 他看的都是名气的镇经和律令 之前古语他们为他寻来的诗词歌赋什么的 便是直接扔在一边 瞧也不瞧一眼 只听得门外有爽朗的笑声传来 哈哈哈哈 叫叫 沈妙转过头 沈信大踏步自门外走来 身后跟着罗雪燕 他们大概是回府就直接赶了过来 身上的衣裳都不曾换 沈秋走在最后对他几眉弄眼的做了个鬼脸 沈妙站起身来 冲他们汗手行礼 爹 娘 大哥 他这般温婉的模样令沈信夫妇不由的遗政 沈妙和他们自来不清 以往回来的时候说不了几句就要离开 极为不耐 这般和气的模样已经很久不曾见到了 然而 在那温和中似乎又有一丝淡淡的疏离 这种疏离很轻微 可是身为父母的沈信和罗雪燕 还是敏感地察觉到了 沈妙心中微微叹了口气 她无法如同一个真正的十四岁少女一般 同沈信撒娇 更不可能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前生是她拖累了沈家 在面对沈信和罗雪燕的时候 心中只有浓重的负罪感 敬轻情窃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罗雪燕只是心中顿了一下 对女儿的关心很快就盖过了那点疑惑 她上前几步 一把抓住沈妙的手急切地问道 娇娇身子如何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妥 没事 沈妙微笑着打道 娇娇 爹今日从宫里得了几大香宝贝 待你身子好些了 明日一早去挑喜欢的 那些个收拾簪子什么的 听说顶京城里都是头一份 沈信的话有些讨好 这般五大三促的汉子 小心翼翼地讨着女儿的欢心 瞧着还让人觉得有些滑稽 沈妙微微一笑 谢谢爹 不过这倒是不急 就将那些宝贝 锁在咱们院子里的库房 天长日久的 哪日想起来有兴趣 我就去挑一挑 此话一出 屋中几人都面色变了变 以往这个时候 沈信抬了箱子回来 自然是让沈妙先挑选 其他的便送到宫中 他一直以来都是这般的偏腾女儿 也无人反驳她的话 因为这些赏赐 毕竟是沈信自己 真刀真枪地拼回来的 可若是从前 沈妙必然不会自己先挑 他会先让沈月和沈青挑完 二房三房挑完后 自己才开始挑 自然是因为他亲近二房三房 所以才会这般做 但是今日 沈妙非但没有自己推辞 还提出要将箱子 锁在自己院中的仓库 虽然沈信这一回 也没有打算将赏赐充功 可是沈妙对于沈家 其他人态度的变化 都清清楚楚地 落在众人眼中 即便他们再如何不同后宅之事 也都能瞧出来 沈妙的不对劲 沈秋张了张嘴 罗雪燕握着沈妙的手 轻声道 娇娇 出了什么事你告诉你啊 弟和娘都回来了 以后无人敢欺负你 没有人敢欺负我 我什么事都没有 那一日此当其火 究竟是怎么回事 沈信沉声问道 为何你又一人留在祠堂 他们夫妻二人 今日一早就进宫面圣 只留了人暗中查探 却来不及细细追究 其中的蹊跷 沈妙有些为难道 我犯了错 便被关进祠堂 谁知道祠堂 突然起了大火 身后的沈秋健壮 欲言又止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偏偏沈妙再三叮嘱 不让他将此事告诉沈信夫妇 虽然很想告诉爹娘真相 可沈妙说的那句 若是沈秋不守秘密 便再也不理沈秋的话 还是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沈信果然问沈妙 你犯了什么错 即便再大的错 也不该将你一人管你祠堂啊 哦 我当着祖母和其他人的面 顶装二叔 沈妙轻描淡写道 什么 罗雪燕柳眉道数 却不是斥责沈妙 而是不满道 老二真是越国越回去了 一个大男人和小姑娘争执 笑不要脸皮 屋中伺候的谷语和金哲 都抽了抽嘴角 沈家大房最是户短 果然不是胡言乱语的 沈妙就算是打了沈桂 只怕沈信夫妇还会责怪沈桂 让沈妙手酸 妹妹 你为何顶庄二叔 沈秋忍不住问道 大约是 我不愿意嫁人吧 嫁人 罗雪燕和沈信 齐齐惊呼出声 罗雪燕看着沈妙急切地问道 嫁什么人 我和你爹怎么不知道 忠叔侍郎魏家 为其嫡子魏亲提亲 跟铁都交换了 不过我却不愿意嫁人 所以便当众顶撞 沈妙说着低下了头 魏亲 沈信沉映了一下 魏家是大户人家 魏家嫡子似乎也是青年俊杰 若是说起来 倒还和娇娇 他竟是认真的在盯量这桩婚事了 沈信为官这么多年 虽然不在定金城 却对官场同僚了解得七七八八 若是魏家是什么败家子 他自然一眼就能瞧出来 然而魏谦却是个不可多得的两序 沈信一时间想到了别的地方去 想什么呢 罗雪燕一声怒吼 他就是天王老子 哪怕是皇帝 娇娇不愿意那也不行 罗雪燕语出惊人 她是从西北武将世家生出的汉烈女子 从沈县的这段姻缘也是自己争来的 因此罗雪燕看不惯所有安排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她道 再说了 此时你我二人都不知道 谁知道他们安的是什么心 自从乔建沈庙被困在活海中 沈婉云一众人却安然自若的模样后 罗雪燕对沈家其他人便充满了厌恶 从前的好感一扫而光 沈姓也皱了皱美 按理说 魏家这么一门好轻事 若是安排给了沈庙 说实话 倒也不散愧 已经定睛城中 还想挑出这么好的年轻俊杰 实在是凤毛麟角 可是 既然是这般好的轻事 为何沈家都瞒着他们夫妻呢 沈秋撇了撇嘴角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也有些埋怨沈庙 为何不把沈家其他人打得换亲的主意说出来 然而 他只能保持沉默 不知道为什么 沈庙每次对他扫来的目光 仿佛有一种威慑里 沈秋自己都不愿意相信 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他 竟然也会惧怕自己的亲妹子 不过佼佼 沈姓轻言细语道 威家长子不错 你如此抗拒 是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心仪的男儿 你 他欲言又止 沈家寄来的家书中 频频传了沈庙带定王痴心一片的消息 这世上 沈庙若喜欢哪个男子 他和罗雪燕都不会阻拦 可天家人却不同 如今正值皇子夺嫡的时候 沈家若是卷入其中 只怕最后会被一起拉入泥沼 可这些事情 沈庙这样的小姑娘是不会明白的 在回来的路上 沈姓和罗雪燕也曾商量过无数回 要如何劝为沈庙打消这个念头 可是最后都皆是无奈 沈庙骨子里性情倔强 认定了的事情 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况且和一个小姑娘说 要她放弃心上人 换作是别人 只怕也不能接受 沈庙一看就知道 沈姓想说什么 她淡淡的说道 我心中并无心上人 之所以不用你嫁人 不过是因为曾听人说过 魏家少爷已经有了心上人 即便她再好 心中已有月光 我又何必做棒打鸳鸯之人 平白无人一生呢 她这一番话 将沈姓夫妇说得有些晕 沈庙何以能够说出这么老成的话 倒像是月盡千帆的妇人了 还有 她说什么 并无心上人 沈庙对于魏千 还只是上辈子当了皇后 才逐渐了解的 上辈子并没有魏家上来提亲这一说 魏千也是娶了自家的表妹 作为定金城难得的青年才俊 魏千对妻子极为宠爱 当时还传出了一段佳话 由此推来 魏千和表妹肯定是青梅竹马 只怕魏家来提亲 那位魏家公子心中也是不愿意的 舅舅 你不是喜欢 喜欢帝王殿下吗 罗雪燕一咬牙 还是问了出来 沈庙文言 淡淡道 帝王 帝王殿下那天皇贵昼 岂是我能告盼得上的 当初是我不知天高地厚 如今冷静下来 方知自己的出格 眼下再也不敢提起此事 罗雪燕又是愚愣 沈姓和沈秋毕竟是男人 不懂就罢了 她虽性情大大咧咧 却终究是个女子 女子最懂得女子心中的那份情 她以为沈庙只是嘴上这么说 可是仔细打量了一番沈庙的神情 却发现说起定王的时候 沈庙并未有一丝动容 仿佛提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一般 不等罗雪燕开口 沈姓自己先叫了起来 佼佼 爹可不同意你这话 咱们沈家就算配谁 你都高盘得起 这名其的子弟 哪个敢嫌弃你 就算 罗雪燕倾壳一声 狠狠地瞪了一眼沈姓 沈姓夸奖女儿不要紧 好不容易沈庙打消了对定王的那点子起司 沈姓这不是在给自己添乱吗 沈姓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若无其事地看向别处 罗雪燕又打量了一番沈庙 见她神情平静 这才放下心来 笑道 佼佼如今年纪还小 倒不急于出家 这名其的好男儿如此多 咱们佼佼生得又出色 还怕寻不得好夫婿 放心吧 咱们佼佼的夫郎 定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沈庙垂眸一笑 并未说什么 对于枕边人的幻想 早已在前身后宫中 一次又一次的心灰意冷中 被消磨干净 这辈子 她早已不打算嫁人了 只是此话 却不能说于沈姓夫妇知道 寻常女儿家听到自己的亲事 总是会害羞几分的 况且在夫妻二人的眼中 沈庙并非是一个性情冷硬的人 可 罗雪燕的一番话说完 也没有见沈庙有什么反应 二人不由得有些沮丧 从前 虽然沈庙不与他们亲近 但对沈庙的性子终究还算了解 这回回来可好 沈庙变得越发陌生了 一夜之间老成了不少 让沈姓夫妇都不知道 拿什么态度对待女儿了 若是如从前一般的劝着哄着 面对沈庙平静的目光 早显得他们像个傻子 沈丘瞧见自家爹娘的酒壮 扑斥一声笑出来 沈姓夫妇在战场上 令人闻风丧胆 可面对妹妹的时候 却是手足无措 可是 沈丘的目光也渐渐沉了下来 人的性情不会一夜之间 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让一个有些骄纵的小姑娘 变成了如今冷静沉稳的模样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沈庙突然开口道 爹 过几日 宫中会举行回朝宴吧 回朝宴 是给沈家军此次大败敌军 皇帝为了论功行赏 举行的夜宴 文武百官都要写卷参加 也算是皇家比较亲近臣子的宴会 在回朝宴上 皇帝会按功勋赏赐功臣 嫌疑是 几日后的回朝宴 皇帝本想提拔沈丘的官位 却因为沈庙的事 沈信拼了满身功勋 让皇帝答应了赐婚 给了沈庙一个定王妃的名头 女子向男子求亲 本就是一件出格的事情 沈信在战场上称霸一声 临到头了 却为了女儿不惜以功勋相求 几乎落得一个满朝文武耻笑的下场 而那时的沈庙 只为了成为定王妃而欣喜 却没有看到沈信的苦笑 从她嫁入定王府的那一刻起 就意味着沈家被绑上了定王这条船 傅修已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 榨干沈家军的最后一份价值 是啊 沈信笑着问道 佼佼是不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爹可以帮你同陛下讨要 这等的宠爱几乎是掌上明珠了 沈庙嘴里有些干涩 前生他怎么就没有发现 自己父亲对自己的心意呢 沈家的父王固然是仇敌一手推动 可何曾不是因为他的固执和盲目呢 沈庙微微一笑 我没有什么想要的 不过 如果陛下想要少次爹的话 沈庙顿了一顿 在抬起头来时 目光亦是清明 只听他轻轻地说道 爹便向陛下讨要 半年内留在京城 陪陪我吧 如何 此话一出 罗雪燕 沈信和沈丘皆是一正 沈庙从来不会挽留他们夫妇 因为小时候就不在身旁 感情不清厚 自然谈不上舍不得 每年年关一过 沈信夫妇便要离开京城 固守西北 就算没有敌军 也要守着疆土 防止外敌入侵 其实 这并没有什么必要 可是皇帝每年都仍是清点 假之 老将军在世的时候 也有这个习惯 所以 也从未反驳过 可方才 沈庙的意思 分明就是挽留 他在挽留 沈信夫妇 让他们晚半年出发 这其实有些出格 不过 听在沈信夫妇耳中 却是欣喜若狂 至少 这代表着沈庙待他们 不是全无感情 自然没问题 欣喜与女儿态度的转变 沈信甚至没想清楚 其中的问题 便一口答应 罗学燕也有些激动 一边的沈秋撇了撇嘴 他不想留在定金城 对于他来说 定金城实在是没什么有趣的东西 那些个贵家子弟都没劲 还不如放他在西北大漠打仗 来得痛快 不过 看着沈庙的脸 他的心又软了下来 至少自己在身边 这定金城中 无人敢欺负沈庙 也是好的 又说了些话 沈信夫妇和沈秋才离开 带他们走后 沈庙眼上桌上的书卷 走到窗边 姑娘 鼓语笑声道 已经同春桃打过招呼了 大小姐肚里好好的 听说二夫人和二老爷 在为大小姐的亲事争吵 沈庙冷冷一笑 任婉芸姐妹溢嫁的好绸谋 已经随着沈信的回复 付诸东流 若要让沈青嫁给黄德新 任婉芸自然是不肯的 可耕帖已经换了 两家都已经说好了 这个时候想反悔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了 任婉芸的主意落空 也不会让他好过 毒蛇想要反扑 可是几日后的回朝夜宴 刚好 他也想当着所有人的面 抓住人外人的七寸 打玉亲王 一个措手不及 门外 罗雪燕和沈信 沉了脸色 罗雪燕怒道 老太太和你那几个弟弟 是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的 就要安排娇娇的亲事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听闻 这么个道理 哎 夫人不必生气 我立刻去找老太太 问个清楚 一旦有此事 立刻由魏家说清楚 真要隐瞒 只怕有蹊跷 我猜 娇娇这一年吃了不少苦 罗雪燕美好气的说道 等会儿啊 我把娇娇那几个丫头叫过来 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贵嬷嬷也不见了 到底是上过战场的人 对这些事都会有一定的敏感 她道 我看 娇娇说的也没错 留在定睛半年 这些个牛鬼蛇神不说是清楚 女儿啊 怕是命都没了 说着又瞪了沈信一眼 沈信摸了摸鼻子 自然知道 罗雪燕是对自己两个兄弟不满 别说是罗雪燕了 她自己也是一肚子气 便吩咐身边的两个护卫 道 这几日好好守着小姐 若有什么不对 立刻告诉我 小姐有什么善事 你们军法伺候 说吧 她又看向沈秋 眉头一皱 臭小子 你发什么呆 沈秋被审信这么一吼 才回过沈来 她含糊道 哦 方才想事情走神了 她一直在想什么样的事情 今日派去卧龙寺的人已经回过消息 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对 那一日的事情并未有任何人发现 沈秋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这是因为知情人都被打发了 做到这种了无痕迹 似乎并非沈家的手柄 对沈庙隐瞒的真相也让沈秋更加狐疑 自己这个妹妹 在不知不觉中 越发的让人看不透了 都什么时候了 沈信把在夫人那里的气 直接撒到了倒霉儿子身上 你去查查府里的事 明日我来问你 啊 沈秋苦着脸硬下 她是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假 可是妹妹不让她说呀 采云院内 此刻一片狼藉 沈贵方离开 临走之时和任婉云大吵了一架 自从沈信在沈老夫人寿承宴回来当日 沈贵就因为此事和任婉云起了冲突 事实上 将沈庙禁足 沈贵也是知道的 不过 于她来说 一旦出事 自然将所有过错都推到任婉云的身上 她和沈万之所以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都是凭着沈信留下的人脉 虽然如今 他们在朝中也有了一定的地位 可若是沈信有心要他们不好 沈贵和沈万的仕途 必然会一塌糊涂 这是一个以武为尊的世道 虽然文官们嘲笑武将粗也不堪 可是谁拥有了兵权 谁就在明齐的势力中更加的重要 文官和武将 如果皇帝非要选择保下的 自然是武将 从前 他们兄弟二人在沈信面前滴水不漏 沈信也乐意照顾他们 谁知道这一回却被沈信亲眼瞧见 沈庙深陷火海 沈信撕心里是沈庙如性命 恼怒之下会做出什么事情 沈贵也感到心慌 事已 自从沈信回来后 沈贵就极为烦躁 而任婉云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毁婚 几乎是火上浇油 连日来对任婉云的不满 全部爆发了出来 今日也是一样 气冲冲的与任婉云大吵一架 撂下一句沈青必须嫁的皇家 沈贵拂袖而去 只剩下气得几乎昏厥的人婉云 臭伤 臭伤 沈婉云抚着心口 嘴唇都在发抖 沈贵不顾亲生女儿的幸福 一门心思想要攀上皇家 为自己的仕途添砖家瓦 让任婉云气得仁养麻烦 如今沈信回来了 罗雪燕又不是一个好相遇的 若非此事极为机密 被沈信夫妇知道了 她打的是姐妹溢嫁的主意 只怕连杀了她的心都有 即便沈信夫妇这次发现不了 可当日祠堂失火一事 也会给大房心中留下隔阂 日后想对沈庙下手 可就难了 沈婉云对沈庙恨不得千刀万挂 当初是沈庙算计了沈青 如果不是沈庙 沈青又何至于落到不得不嫁给个断秀的下场 如今沈庙有沈信护着 再想在青室上动手脚 只怕不容易 哎呀 夫人消消气 香兰一边给任婉云顺气 一边说道 莫要被气坏了身子 隔几日便是回朝宴 若是被气坏了便不能出门了 身外云目光移动 面上显出一抹猙獰的笑容 你说得对 我不能被气坏了身子 回朝宴 回朝宴 我要那个小贱人 生不如死 他转头看向采菊 给御亲王府送去的信到了没有 已经送到了 采菊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的青儿既然老不了好 那个小贱人也别想逃 沈万云面上显出一抹冷笑 我奈何不了他 有沈信保着他 可有本事 他们就和御亲王府对下 他的模样 仿佛一条恶毒的蛇 阴森地吐着蛇性子 总有人 收拾得了他 御亲王府 富丽堂皇的镇厅 此刻正有貌美的波斯舞姬穿着薄薄的衣衫 在起舞 雪白的赤足踏在柔软的地毯之上 细细的脚踝处 记着彩色的铃铛 随着他们的起舞 发出悦耳的叮咚声 水水一样的腰肢灵动的舞蹈战 高座上的中年男子 面目丑陋而争吟 左腿处空空的 正是御亲王 此刻 他的身下正跪着一名娇小的少女 少女大约十一二岁 尚且年幼得很 生得眉清目秀 只是眼中充满了恐惧 此刻 步着寸驴 正为御亲王 轻轻捶着腿 这年幼少女雪白的身子上 遍布着紫色和青色的淤痕 细细一看 还有红色的鞭痕 显然 他经历了非常任半的痛苦折磨 御亲王看着手中的信函 突然一笑 猛地一拍座位上的狮子头 他这么一动作 那少女吓得惊叫一声 身子跌倒在地 全身上下都忍不住瑟瑟发抖 沈心 御亲王的嘴中 慢慢地咀嚼着几个字 沈妙 千甘愚弄大王 那一夜的事情过后 因着他找到了别的去世 便将此事抛之脑后了 对于御亲王来说 这些少女不过是逗趣的玩意儿 和那些养着的猫儿狗儿一样 至于之后会怎么样 他一点也不在乎 假之有沈柜瞒着 竟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直到这封信的到来 才让他终于回忆起 那一日似乎有些不对 那沈妙如此好手段 反将了任万云的同时 还玩弄了他 御亲王在明起 就算是皇室子弟 除了皇帝外 见了他都要礼让三分 沈妙一个小小女子 竟敢将他的尊严踩在脚下 若是从前只是对沈妙 伸出一些想要玩弄的兴趣 那么这一次 御亲王却是真正的动了怒 也起了杀心 只是如今沈信还在定京城 护着他 要怎么出手呢 或者连沈信一并解决了 御亲王摸了摸下巴 眼中闪过一丝阴狠 三日后 皇家举行的回朝夜宴 文武百官写卷参加 虽说是君臣同乐 众人却也心知肚明 此次回朝夜 不过是皇帝对沈信的庆功宴 沈家手握重拳 又有沈信和沈丘这样的猛将 用得好了 就是守护明起的一把好刀 用得不好 便能随时威胁 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人 对于沈家 明起皇室既依赖又防备 不过在眼前 外敌尚未肃清的时候 沈家至少还是安全的 只要沈家不胡乱趟夺敌 这趟浑水 十年之内 皇室也不会对沈家出手 这是朝中但凡有脑子的人 都能瞧出来的事 不过 之前沈庙车链定网 让人以为 若是沈信将女儿嫁给傅修仪 沈家在朝中的地位 便会变得微妙起来 不过 后来似乎沈庙对傅修仪的兴趣 渐渐淡了下来 沈家不必卷入夺敌的风暴 自然会平安无事 未来十年内 定睛城中威武大将军的名号 还是能够震慑不少人的 一大早 罗雪燕就过来瞧沈庙 这几日 罗雪燕和沈信 都在查探过去一年 沈府发生的事 不过那些事情自来被掩饰得很好 认真算起来 又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 事宜 什么都查不出来 不过 尽管如此 沈信夫妇还是感觉到了古怪 这些日子 对待沈老夫人和其余两房的态度 梳理了很多 沈青失去清白的事 沈庙并没有告诉沈信夫妇 任婉云和陈若秋就更不可能主动说出去了 事宜 贵默默的死也是随意寻了个由头 说她手脚不干净被逐出神府 任婉云本来以为沈庙会说出真相 谁知道 沈庙也顺着她的借口说 任婉云认定 沈庙不向沈信夫妇告状 一定是有什么顾虑的地方 自个儿倒更加有恃无恐了 姑娘匣子里的簪子太少了 白鹿给沈庙输了个长乐计 如今沈庙瘦小了 也渐渐有了少女风制 再如同从前一样 做一些稚嫩的打扮 便有些不伦不类 何况今日是进宫 大帝还是要打扮得尊贵得体一些 不过 从前沈庙的首饰都是仁婉云草版 大多都是一些金银首饰 而那些首饰在沈庙从三府班买下燕莓水币 以及扶持莫勤打顶陈大夫的过程中 早已被荡成银票 花光了 如今那首饰匣子中空空如也 昨个儿老爷不是抬了陛下的赏赐回来 双将灵机一动 要不让姑娘从那些里挑一挑 宫中的赏赐定有不少好东西 罢了 沈庙一口回去 宫中的那些东西 哪个不是沾了血的 如今他倒是一点也不想 将那些东西带在身上 仿佛沾染上了 就让他想起那些惨烈的岁月来 他想了想 打开首饰匣子中的一个夹层 从里头挑出一个簪子来 哎 这簪子好生漂亮 白鹿惊喜道 姑娘何时有了这么个簪子 是夫人送的吗 沈庙捡起那根簪子 凑到面前仔细打量 这还是教宴当日在梅林中 谢锦行用这朵玉海棠 换了他头上佩戴折下的真海棠 若非今日白鹿说起无首事 他也几乎要将这东西抛之脑后了 簪子通体都是玉做的 由浅到深 到了花朵的部分 整块玉石都是晶莹的紫红色 雕刻的工匠也是巧夺天工 海棠花瓣 书卷盛放 竟有大片繁华以理之感 摸上去 冰凉温顺 显然是上等预料 这么一朵海棠簪子 只怕价值也在千金之上 前生沈庙在宫中也见过了不少好东西 自然能够看出这簪子的不凡 也因此对谢锦行更加意外 出手如此大方 并是临安侯府再富贵 也经不起他这般挥霍吧 姑娘 这簪子好看 奴婢替你簪上 见沈庙出神 白露怕耽误时间 提醒道 沈庙这才回神 依着白露的意思 在最后 双将为他点了点胭脂 在脸颊上 这才算完 古语举着一件 年轻香兔毛的斗篷 走了过来 为他披上 才笑道 姑娘真好看 夫人见了 定会喜欢 门外 罗雪燕和沈庙正等着 沈庙扯下一片叶子 说道 娘为什么不让妹妹 去赏赐的箱子里 找衣裳首饰穿戴 这不省事多了 你懂什么 罗雪燕没好气地说道 自来赏赐料子 何曾见过 有赏赐成衣的 便真有成衣 谁知道是不是 是嫔妃穿过的 我也不敢让佼佼穿 至于首饰 就更算了吧 佼佼喜欢穿什么 就穿什么 还是别插手的好 沈庙自来喜欢 俗气的衣裳 这一点 少是罗雪燕 都很头疼 无论罗雪燕 怎么劝 沈庙都无法抛弃 对金银首饰的喜爱 事宜时间长了 罗雪燕自己也瞧习惯了 容貌皆是红粉皮像 当不得真 罗雪燕自己出自武将世家 虽然生的也是泼辣美丽 穿的却偏向英气 有些巾帼英雄的意思 沈丘吐了吐舌头 小声道 要是妹妹这次又穿的金光闪闪 话音未落 并听得吱呀一声 门被推开了 妹妹 沈丘张了张嘴 傻子一般的盯着沈庙 不说话 少女穿着紫霄脆纹裙 外照相兔毛的连青斗篷 荣荣的兔毛 对在她的脖梗下 趁得那张小脸 更只有巴掌大 她本就浮白 穿连青色这般的暗色 也显得毫不晦暗 反而极为尊贵 明眸后尺间 行得却是云淡风轻之态 少女姿态楚楚 然而更心眼求的是沉静而尊贵的姿态 一举一动间 似乎都泛着淡淡的威严 罗雪燕和沈信呆呆地看着 一瞬间 她们仿佛越过这少女 敲进了金鸾殿后 重重攻墙下高贵的金凤 甚至连那金凤也不如她 正因为沈庙从前总是穿金带银 如今这越是清洁却越写得贵气 而那种沉静的姿态 更是她们从前从未见过的 罗雪燕不自觉地 覆着自己的胸口 因为出自西北大漠 嫁给沈信来到电金城后 她没少被这里的贵女讽刺粗鄙 不知礼数 罗雪燕自己 也曾悄悄地请过摸摸来学过 可是 即便能学会样子 骨子里却是学不来那种 世家精致的优雅 便也放弃了 如今她的女儿 看起来却比定金城 任何一家的贵女 都显得高贵威严 让她怎么能不惊喜啊 还是沈信 最先打破了沉默 她仰头大笑几声 再看向沈庙时 目光中皆是自豪与笑意 沈家有女出掌城 我的娇娇如今也是大没人一个 她话说得极为粗糙 惹得罗雪燕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一转头 却瞧见沈秋带回了那些个军中的护卫 看着沈庙也是目光发指 不由得有一丝得意 随即便又说道 罢了 我们先上马车 吃了可不好 说罢便过来拉着沈庙 轻密地与她说话 沈庙尚尚尚且不太习惯 被这般当成小孩子 瞧见沈信和沈求宠内的目光时 却是顿了一顿 总归在爹娘哥哥的眼中 她还是那个沈娇娇 罗雪燕注意到沈庙头上的海棠花簪子 笑道 娇娇这个簪子真好看 是自己挑的吗 哦 沈庙含含糊糊应了一声 但走到门口 去瞧见早已停了两辆马车 沈贵和沈万站在外头 瞧见沈庙一行人走来的时候 目光皆是有些不自然 这些日子 沈信对他们兄弟二人 可没有什么好脸色 任他们如何解释 都是一副不听的模样 甚至于 每日给沈老夫人的请安 罗雪燕都是马马虎虎 例行公事一般 差点把沈老夫人气晕过去 大哥 沈万到底要原话些 笑着和沈信打了个招呼 沈信从鼻子里嗡了一声 便走到自己马车旁 对沈庙说道 夫人 佼佼 你们先进去 沈信和沈秋 没有乘马车的习惯 便随着马车 在外头骑马 被如此冷落 沈贵和沈万面子上不好过 沈贵的眼中 闪过一丝韵怒 只见其余两辆马车中的一辆 掀开了帘子 露出沈月和沈若秋的脸 沈月柔声道 吴妹妹要与我们同坐一辆车吗 这马车够大 加大沈也是够的 不必了 罗雪燕冷着脸道 自己的马车坐着安心 沈庙几乎要在心中为罗雪燕鼓掌了 从前罗雪燕和其余两房并无局语 她个性爽利 又热忱待人 是以无人见过她这般刻薄的一面 要知道罗雪燕在战场上 面对敌人的时候 可是更不留情的 陈若秋和沈月的示好 于她来说 没有半分作用 另一辆马车上 沈青和任婉云也在听着外头的动静 沈青面色还有些苍白 却是紧紧抓着任婉云的手 不自觉地用了力气 让任婉云低声叫了一声 待沈青松开手 任婉云的手腕上 显出了指甲的抓痕 任婉云却没有心思顾及自己的手 她一把将沈青搂入怀中 感觉到沈青的身子在微微颤抖 清儿 任婉云低声安慰道 我一定要杀了她 怀中沈青咬着牙道 她已经渐渐恢复了神志 也回忆起沃龙寺那一夜可怕的遭遇 而这一切都是拜沈妙所赐 更恐怖的是 如今她已经有了身孕 这肚中的孩子还不能留掉 否则 她便有可能一辈子都做不成母亲 想到自己受过的这些苦 沈青就恨不得让沈妙 也感受一遍她所遭遇的痛苦 不对 应该让沈妙遭受十倍的痛苦 也会替你报仇的 沈婉云心如刀绞 只恨不得自己不能变成一头狼 扑上去咬断沈妙的喉咙 沈青的哭诉 就像是刀子插在她的心上 而面对沈青 她总会想到那一夜 原本自己就在隔壁的 偏偏选择了袖手旁观 我会给青儿报仇的 沈外云难难道 那一辆马车中 沈月和陈若秋面对面地坐着 方才被罗雪燕那般抢白 沈月还有些不韵 她骨子里本就看不起 罗雪燕那等粗俗的五人 如今被自己心中的粗俗五人讽刺 更是憋了一肚子的气 月儿 沈月秋轻轻皱眉 我与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种人 你不必理会 何必要因为她失了气度 娘 我就是看不惯 沈月瞧着自己的手心 沈妙从前带我们毕恭毕敬的 如今大伯一家回来 她便也做出这等高傲姿态 够账人事 不是在故意做给咱们看 是什么 话语中透露着一股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妒忌 这一点子妒忌 却被陈若秋捕捉到了 她看着自己 亭亭郁丽的女儿 叹了口气道 我曾教过你 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平静 看来你还是年纪太小 沉不住气 太过冒进 顿了顿 沈若秋继续道 你不必将沈妙看得太过重要 如今大房和二房 已经彻底陷入僵局 沈妙得罪了你二婶 你二婶必然要找回场子的 沈月闻言 看向沈若秋 可是这些日子以来 二婶并没有将沈妙怎样啊 沈若秋微微一正 的确 任婉云着手对付沈妙 已经很久了 可是这么久以来 任婉云非但没有捞着半分好处 还偷积不成十把米 自个儿出了不少的差错 如今 更是让沈妙等回了沈信 若说是别人便罢了 自来精明老练 在后宅中 将各把机械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人婉云 竟然逗不过一个小姑娘 这时再是有些邪门 片刻后 沈若秋收起心中的那点惊意 道 正是因为你二婶一直以来都未曾成功 你二婶的性子如今已经接近于暴怒 所以接下来要对付沈妙 定会铤而走险 使出全身力气 这时候 即便有你大不护着 只怕沈妙也插翅难逃 沈月听得迷迷糊糊糊 却又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他道 如此一来 咱们只管坐下来看戏便是 不错 这便是我要教你的 在后宅中 能不动手就不动手 能利用别的东西达到目的的 就千万别亲自出马 利用的好了 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从中获益 谢谢娘的教诲 沈月坐着身子 我醒得了 他们物字说得欢快 殊不知 罗雪燕的马车 已经远远地将他们甩了开去 沈秋和沈信身去高马之上 一路行去 认出他们的百姓 无不投来敬佩的目光 威武大将军的威名 在民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马车里 罗雪燕一直瞧着沈妙笑得开怀 表示沈妙沉稳平静 也被罗雪燕笑得有些莫名 娇娇如今可真好看 罗雪燕感叹地说道 一年不见 便长成了个大姑娘 这定金城中啊 怕是无人有你这本好看 罗雪燕说话自来就是有些强势的 这话要是落在别人耳中 只怕又要一笑大方 不过 父母看女儿 本来就是最好的 加之罗雪燕的性情颇为暴力 如今沈妙瞧着 却是沉静 贵气 人们总是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多加青睐 自然而然 罗雪燕对这个忽然变得愿意亲近 她们的女儿更加的爱若珍宝 沈妙微微笑了一下 能为她这个所谓的草包自豪的 大约也只有家人了 昨儿夜里 我与你爹商量过了 罗雪燕转了话头 你之前所说的 让你爹在定京城多留半年 这主意也是不错 我和你爹常年不在府上 还是得多陪陪你 今日陛下问起的时候 你爹会从陛下请求 文言 沈妙忍不住一愣 他是想到沈欣最后会听她的话 可是没想到竟然这般快 还未来得及反应 罗雪燕已经拢住她 笑道 正好这半年啊 我也能瞧着佼佼长大 罗雪燕在敌人面前 凶名赫赫 在沈妙面前 却是慈爱得很 若是被她昔日的对手见到 只怕会惊掉下巴 谢谢娘 沈妙依偎着罗雪燕 轻声道 今日这场临门夜宴 可不是什么所谓的庆功宴 其中必然凶险万分 能者对异 谁都想将对方的军 布好了菊 埋好了紫 等待的 就是对方落入圈套的那一刻 当然 对她来说 更重要的却是 前生禁锢了她一生 埋葬了她的女儿和亲人 充满了仇敌和杀戮的地方 九重宫殿 她终于要再次返回了 闻会帝 傅家人 以及深宫中的那些老友 再次相见 露似谁手 尚未可知 沈妙的唇角 微微勾起 澄澈的双眼深处 一点暗芒如同漩涡 渐渐地掀起了黑色风暴 九重宫殿 微额堂皇 琉璃瓦 雕珠漆 金龙盘踞 彩凤炫雾 金灿灿 明晃晃 也愣清清 惨兮兮 光亮总是外表的 同花团紧簇下肥沃的泥土一样 这宫殿深处 埋葬着无数白骨 红颜无数 到最后 也不过艳鼓一哭 这宫殿看着有多美丽 其中 就有多险恶 花园中 一名宫女和太监 正在浇花 这些枯燥又乏味的活计 都是给新来的太监宫女们做的 两人看起来 也不过十六七岁 还极为稚嫩 只听那小宫女说道 今日前殿来了不少人呢 若非这次我犯了错 如果被贬 我便能去前殿伺候那些贵人呢 要知道每年的回朝宴 光是打赏的银子都能用一年的 回朝宴 那小太监露出向往的神情 有那么多打赏 很厉害吗 瞧你这个没见识的 宫女撇了撇嘴角 真是孤陛寡闻 回朝宴是陛下为了论功 威武大将军特意做的群臣夜夜 来的都是大官和女眷 出手自然大方了 若是你再等几年运气好的话 或许能见到一次 见识你就知道 那些贵人打赏的银子 都是一定一定给的 一定银子 小太监惊呼一声 随即羡慕道 哇 那威武大将军好大的脸面 陛下都为他亲自设了夜夜 想必是风头无限啊 风光有什么用 宫女语气颇为不屑 有了那么一个草包女儿 没把脸丢光了就是了 还出什么风头 草包女儿 威武大将军的女儿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那沈将军英明神武 沈夫人也算金国英雄 小沈副将也是骁勇善寨 但是威武大将军的女儿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 琴棋说话全然不通便罢了 还喜欢穿金带银 俗气得很 每次回朝宴 沈将军带他来都会出城 去年回朝宴我伺候着 你不知道 他连基本的礼数都不知道 还踩空了群聚 从台阶上滚了下来 那些个小姐夫人们 最喜爱嘲笑的就是他了 即便有沈家护着 大家都瞧不起那沈家小姐 竟然如此 小太监闻言也十分唏嘘 唉 倒是白白辜负了沈家的名声 可不是嘛 他可算是沈家的败笔了 偏偏他两个堂姐 个个比他出色 沈将军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而且之前这沈家小姐 还吃恋定王殿下 闹得沸沸扬扬 举巢皆知呢 实在是促逼的女子 小太监目露厌恶之色 那宫女日日都待在宫中 不比那些关门夫人小姐 还能出宫 知道的东西 也都是宫中发生的 是以 教员场上沈庙 洗脱粗野之名 竟是一点也不小的 正说着 却瞧见对面来了人 两人连忙埋头干活 不敢说话 却听见那人走到面前 尖着嗓子道 醒来的 回高公公 正是 有人在一边回答 小太监大着胆子 抬头瞧了一眼 只见面前站着三个人 一人做太监总管打扮 另外的人做二等太监打扮 叫高公公的 正是做总管打扮模样的人 高公公扫了一眼两人 目光落在小太监身上 问道 什么名字 奴才小李子 小太监也机灵 忙毕恭毕敬地打道 嗯 就他吧 高公公对身边人道 前宴少一个端胡的 模样生得乖巧 大约能顺贵人们的眼 换他顶上吧 是 小李子心中也是激动啊 如此一来 岂不是就能照方才宫女所说的 得到大把大把的银子赏赐 若是能得了哪位主子的眼 日后说不定也有一番造化 在这九重宫阙 谁都是费尽心机往上爬 哪怕是最低微的奴才 也会做一息飞上枝头的美梦 前厅里 已经有许多夫人和小姐到了 除了同宫中嫔妃有点关系的 被请到后头与娘娘们说话 大多数的女眷 还是坐在外头攀谈 沈夫人和沈将军怎么还不来 一位高高全顾的夫人 笑道 竟是主角本就是她本 是不是故意姗姗来迟啊 沈夫人是想揣着自己女儿 不给别人看 故意藏着掖着的吧 那一名圆脸夫人也笑道 只是那话中的语气 却充满了言语 沈姓作为功勋卓绝的威武大将军 伯纳妾又有本事 对待罗雪燕忠贞不二 在座的高门夫人 哪个家里不是姬妾一大堆的 乱七八糟的糟心事 数不胜数 对于罗雪燕这般好命 夫君疼爱 儿子出色 自然是极度满满 女人之间最爱的便是攀比 罗雪燕越是幸福 看在别的夫人眼中就越眼红 恨不得罗雪燕也有什么不好才对 于是 沈妙的出现 变成了唯一可以打击罗雪燕的存在 沈妙蠢笨无才 形容不佳 还能在宫中出丑 每年这个时候 都是这些夫人们最快活的时光 能看着沈姓夫妇因为这个女儿而被羞辱 仿佛就能让她们得到什么好处似的 不知道今年沈五姑娘 又会穿什么衣裳 易佩兰的面上 扶起一丝嘲讽的笑容 去年她那件贴了金叶子的衣裳可好看得起 配着她的金手饰可算是贵气得很 今年莫非是银叶子 此话立刻引起周围小姐们的附和声 讽刺之言不绝于耳 正在此时 凭空里却出现了一个清脆的女生 大伙可莫要这么说 如今沈五小姐也算得了沈将军的真传 要知道 当日娇艳场上布设 连蔡家少爷都毫无办法 要是一个不高兴 改日要同你们切磋布设该如何 此话一出 人群顿时寂静下来 这里的许多夫人小姐当日教宴都在场 亲眼目睹了沈庙的凶悍 这话 竟让他们心中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那蔡玲沈庙都不放在眼中 若是惹怒了她 一惊射来 怎么办 说这话的正是冯安宁 她这话刚说出来 就被冯夫人不赞同地瞪了一眼 这么多夫人 得罪了可不是好玩的 冯安宁不悦地皱了皱鼻子 她就是看不惯这些人背后说人坏话 当着审信的面 怕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还上赶着冯尹 背地里说人家女儿 算什么光明正大 这边尴尬的气氛还未消散 便听得外头有太监喊唱道 唯武大将军到 众人的目光朝门口看去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沈信和沈秋 沈信龙行虎步不怒自危 一股军人的铁血气息 令厅中妇人都忍不住怂然 沈秋身姿挺拔 笑容和煦 两个浅浅的酒窝看上去 令她十分亲切 在场的所有少女 忍不住翘脸微红 他们二人位在前厅停留 侧了身子就抬脚 往南眷待着的正殿走去 众人的目光 自然而然地落在他们的身后 罗雪燕穿着天青束腰软甲长袍 头发梳成爽丽的刀剂 同那些妆容繁荣的夫人不同 她这一身极是清爽简单 却因为布料做工上成 并不显得粗糙 而美目流转 似有泼辣英气 是一种和寻常夫人迥然不同的美 紧随她其后的 紫色纤细身影 宽宽而来 原本吵吵嚷嚷的前厅 一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罗雪燕身后的紫色身影上 少女的斗篷已经被拿下 穿着紫霄翠纹裙 花纹繁复一礼 勾勒出窈窕的身段 她微微抬着下巴 目光平视着前方 好似这里的诸多贵夫人 都入不了她的眼尸的 皮肤白皙的 甚至有些通透 却越发现得美目清朽 然而 那一双晶亮的黑瞳 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她眼眸深得圆圆 眼神却清澈 乍一看 仿佛俯出身的小兽般纯净 却沉净得 仿佛看遍了数十年的岁月 这种沧桑和稚嫩 交织在一起 便让她有了一种 矛盾的美丽 她随着罗雪燕的脚步 一步一步地往厅中走去 不同于罗雪燕 有些利落的动作 那少女双手 端端正正地交叠在胸前 却并不让人感到生硬 仿佛 那动作早已做了千遍万遍 烂熟于心 即便是随手这么一做 也精准到 毫里都不差 她长长的群聚 随着脚步 而淡淡地飘动 好似展开的花朵 然而那花朵 却顺放得内敛 不张扬 就如同她整个人一般 她的动作非常自然 每一步走出来 却十分好看 赏心悦目的同时 又有一种淡淡的灰眼 在座的妇人们 都是高门世家出来的 自然也曾经经历过 教养嬷嬷 严厉地教导公规礼法 她们自认在这里 做得十分不错 乔经这少女 却忍不住惊讶 只因为若是换了她们来 也绝对走不出 这般漂亮的步子 有的时候 形状能够模仿 神采却不能模仿 紫衣少女神情无波 姿态从容 仿佛这路 就是自家后院似的 没有慌张 谨慎 冲动 和胆怯 她淡淡地走着 竟也有一种 俯视众生的感觉 好像 她才是这宫殿的主人 脑中闪过这个念头 那些妇人 忍不住大惊失色 只因为这少女 若是别人便罢了 却偏偏是那个草包 沈庙 之前在教宴场上 沈庙的变化 众人有目共睹 可自那以后 沈庙就和沈青 一同称病 留在府邸 连广文堂 也不去了 虽然 在教宴场上 打败了蔡林 可那展现出来的 也不过是凶悍 和大胆 可理法 气度 却非一朝一夕 可乘 沈庙在回朝宴上 吃了这么多年的亏 要想扭转过来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谁知道 今是一件 只觉得沈庙 同从前派入两人 不仅衣着举止 没有出一条差错 甚至众人 都隐隐有一种感觉 沈庙将这满厅的 官家女儿 都比了下去 沈庙跟在 罗雪印身后 留着众人各色的眼光 无人瞧见 她嘴角的僵硬 十多年了 她终于再次回到了这里 先生厮杀拼搏 与命运抗争的牢笼 她倒要看看 这辈子 这地方 还能否困得住她 这里的每一转每一瓦 都深深地 宁刻在她的心中 便是闭着眼睛 也能找得着路 至于那些繁琐的 公规礼仪 日复一日的做 也几乎刻入骨髓 这厅中 闭上眼 似乎就能看到 当初碗鱼笑斩 朝她讨糕点吃 复明摇头晃脑的背国侧 爱和恨病重 苦和甜交杂 再次踏入这里 百感交集 而心中 熊熊燃烧的 却是复仇的火焰 小李子呆呆地 瞧着跟在 萨爽夫人身后 行走的紫衣少女 心中震惊不已 她方才在花园里的 宫女处听得 那沈县的嫡女 是个粗鄙的草包 谁知道此刻见了 却发现 全是还不是 这少女通身上下 自有一种贵气营绕 仿佛多看一眼 就会承受不住 那威严似的 怎么会是个草包 她正想着 却瞧见那少女的目光 扫在她的身上 微微一宁 小李子顿时紧张起来 只晓得 她与沈家小姐 从未见过 莫非 这就是宫中老人 所说的 演员 那沈家小姐 是不是要看中于她了 正在心中 惶恐又激动着 却瞧见 沈妙的目光 瞬间又转开了 似乎方才 只是个意外罢了 小李子心中煞时间 又有些失落 不知道为什么 她总觉得 好像攀上了 这个沈家小姐 就有一番等待 她的大造化似的 而眼下 仿佛与那大造化 失之交臂了 来不及 等小李子想清楚 这莫名其妙的想法 从何而来时 前厅坐在最前面的 一位高个子夫人 已经笑着说道 哎呀 沈夫人 你可让人好等啊 罗雪燕微微皱了皱眉 随即也展开一个爽快的笑容 啊 路上有些耽搁了 五姑娘真是一日比一日水灵 那高个子夫人 目光又落在沈妙身上 半真半假的说道 果真是要定亲的人了 像当初还是个小不点 闻言 罗雪燕方才展开的笑容 立即沉了下去 沈妙定亲的事情 与罗雪燕来说 简直是莫名其妙 是沈府的人背着她和沈信应的 她可是一点也不承认 更不怕得罪魏家 论起家事 魏家不差 可以比不得沈信 大不了将魏家得罪了 有什么比沈妙的幸福更重要呢 况且 此刻魏夫人也不在 有心要为沈妙成亲这件事 罗雪燕便开口道 这说的叫什么话 我们娇娇方 急急不久 还用不着这么早嫁人 我可想要多留娇娇 在身边些日子 此话一出 诸位夫人小姐 都是愣了一愣 已经前些日子 沈妙定亲的事情 可是传得沸沸扬扬扬 后来 在沈老夫人的寿城宴上 其余沈家人 也几乎是陌生 怎么现在 到了罗雪燕这儿 却好似亲事要做空的意思 高个子夫人 眯了眯眼睛 似乎察觉出什么不对 笑容越发的意味深长 她道 哦 原来沈夫人 还想多留 沈五小姐些日子吗 可是前些天 不是都说了 沈五小姐要定亲了 夫人可真会说笑 罗雪燕才不惧 怕什么颜面呢 更不怕沈家内部的矛盾 暴露在众人面前 有沈家其他人 那样的亲人 那些面子 还维护个什么劲儿呢 她一扬眉 高声道 哪有女儿定亲 爹娘却半点 也不知道的道理 我和老爷 可是全然不晓得 夫人所说的话 定亲 又是从何说起 罗雪燕的话一说完 周围顿时想起了 窃窃私语声 那高个子夫人 也没有想到 罗雪燕会这么说 一时间有些愣正 不错 世上断没有女儿定亲 父母却不知道的事情 沈庙定亲 罗雪燕和沈信 不知道 便只有一个道理 那就是 沈家人瞒着他们的 至于沈家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中的文章 可就多多了 正是众人 各自思索间 任婉云和陈若秋 等人也到了 沈贵和沈万 自然也是先去了男子的正点 任婉云带着沈青 陈若秋带着沈月 慢慢醒来 沈青还是自卧病在床后第一次出门 这些日子以来 他整个人憔悴消瘦了许多 本是少女最好的年纪 竟然已经有了淡淡的苍老疲态 为了掩饰憔悴 他抹了极厚的胭脂和香粉 更是穿了一件红色的衣裳 沈青本就不大适合这样艳丽的色彩 一眼瞧过去 十分不相衬 有些不伦不类的古怪 加之他腹中还有着孩子 虽然极力掩饰 终究不自看起来 有些蹒跚 至于沈月 倒是一如既往的肉粉色烟青长颈裙 青龙慢念 博士织粉 瞧着 是个柔柔弱弱 又书卷气息颇浓的小美人 若是从前 他定也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可是今世却不然 有了沈妙的朱玉在前 沈月的步子瞧着 便觉得声色了些 动作僵硬了些 神情紧张了些 甚至 交握的双手也太过用力了些 总而言之 竟是连半点都不能和沈妙相比 四季子 众人的神情便有些古怪起来 什么时候 沈家那个最初风头的沈月 竟然被沈妙远远地甩在了后头 沈月年纪小 尚且不知道 陈若秋却能敏感地感觉到 那些夫人们眼光的不同 若是往日 落在他母女二人身上的目光 必然是充满极度羡慕 或者是称赞的 可是今世却仿佛挑剔的更多了 陈若秋眉头一跳 这礼仪身形方面 历来都是他最为自豪的一部分 对于沈月 也是要求极为严厉 他自信 定睛城中的贵女 没有比他女儿做得更出色的 可是看这些人的表情 方才还有谁 做得更好吗 他自然不知道 那比沈月做得更好的人 究竟在眼前 沈妙挨着罗雪燕 坐在一边 罗雪燕今日 虽然也算是这回朝燕的主角 可仿佛也被人孤立了 确实如此 京城的薰贵人家 历来并有自己的一个圈子 男子们还好 以功名说话 试图上相互交错 即便心中再不喜欢 面上总是要过去的 女子却不同了 京城贵女 大多心高气傲 譬如 嫡女们不愿意与庶女们玩在一起 定睛城土生土长的人 也瞧不起外来户 罗雪燕 就是那个外来户 若是从江南那些富饶之地来的 便也罢了 偏偏罗雪燕来自西北苦寒之地 刚嫁到定睛城的时候 罗雪燕甚至不会说官话 那湘音被这些夫人们暗自嘲笑了许久 他们嘲笑 西北大漠风沙极大 女人的皮肤都磨砺得极为娇嫩 陆林盗贼横行 走到路上 怕都会被人打劫 至于物资更是贫乏 一年到头都难得见到好的绸缎 这其中自然有夸大的成分 对待罗雪燕的针对 却是实实在在的 何况 当武将自己上战场的 罗雪燕是定睛城头一个 对待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 如果这事情又是非常稀少的 人们往往会排挤反对 这不仅仅是女人 男人也是一样的 于是 罗雪燕便被定睛城中的贵女圈子 一起排斥在外了 加之沈庙之前 又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 这母女二人 便是这些夫人们暗中嘲笑的对象 白威的母亲白夫人 招呼陈若秋来自己身边坐下 她和陈若秋是手帕脚 自然是要和陈若秋坐在一起的 白威也拉着沈岳到自己身边 沈婉云则走到了易夫人身边坐下 易佩兰瞧着沈青 满怨道 你都许久不曾出现了 听说是病了 嗯 看着是瘦了些 怎么脸蛋却有些肿 沈青慌乱地低下头 含糊道 许是在床上躺得久了 任婉云给她经了许多安胎的药 沈青虽然也恨肚中的孩子 却更怕流畅了之后再也做不成母亲 因此只得咬牙喝下 既然是要养胎 少不得各种补品 自然而然的也会胖些 虽然现在身形还不显 可是却已经有些肿了 易佩兰不宜有她 只是拍了拍沈青的手 道 你呀 可得把身子养好了 都是要定亲的人了 可莫把身子坏了 沈青身子一颤 低下头没有说话 她知道 任万云给她说了门皇家的亲事 知道那黄德星 也算是一个青年才俊 可不知为何 她心中却对这门亲事 十分的抗拒 仿佛直觉 这门瞧着光鲜亮丽的亲事底下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危险似的 易佩兰的声音不响 恰好 被坐在一边的皇家夫人听到了 皇夫人文言 倒是挑剔地瞧了一眼沈青 对于这门亲事 她也不过是想为自己儿子 寻个名义上的夫人罢了 沈青还算配得上她儿子 可今日这病泱泱的模样 可莫要是个病泱子才好 毕竟还要给皇家传宗接代的 生个儿子出来 其他的 别让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好吧 那头 白夫人正悄悄地与陈若秋而语 若秋啊 我瞧着你们府上那个五小姐 可不简单啊 哦 陈若秋好奇地问道 为何这样说 神武小姐身后怕是有人指点着吧 方才进来的时候 各位夫人都瞧见了 那身形礼仪 做得比宫中还要规矩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 怕是月儿都要逊色多矣 陈若秋正住了 说道 你说什么 谁不知道五娘最不懂规矩 白威是陈若秋的手帕胶 也是出自书香门第 自然对礼仪要求极为苛刻 今日如此高看沈庙 让陈若秋只觉得不可思议 心中觉得荒谬的同时 却是忍不住 朝着罗雪燕坐着的地方看去 罗雪燕被孤立 自个儿坐在一边 沈庙挨着她 罗雪燕毕竟年纪大 月里多 即便无人搭理 也不会有丝毫的动容 只要拿出在战场上那般 泰山崩云面前 而不变色的坐镇气势 便好 可沈庙一个小姑娘 也坐得端正 几倍笔直 别人不与她说话 看着竟不像是故意冷落她 而像是不敢同她说话似的 陈若秋的指尖 有些发抖 女爵们这厢各怀心思 正殿中 沈兴的一句话 也在殿中掀起了渲染大波 爱卿 此话当真 文慧帝问道 文慧帝年进花甲 却丝毫不嫌老态 面上挂着笑容 一双眼睛却精明顺利 隐隐可见年轻时候的灵力锋芒 此刻 他瞧着底下的沈信 沉声问道 方才当着群臣的面 文慧帝嘉奖沈信 沈信却提出 求文慧帝赐下一道恩典 恩准他在定津城多停留半年 想在府上陪伴妻女 这么多年了 威武大将军沈信征战沙场 勇猛无敌 可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一时间惹人深思 群臣们神色变换 这个节骨眼上 沈信要留经半年 真的只是为了陪伴亲人吗 文慧帝打量着沈信 他还没死 皇子间的夺嫡就风起云涌 如今局势千变万化 任何一方势力的插手 都会造成整个格局的变动 前些日子 沈信的嫡女沈妙 吃恋定王的事情 传得沸沸扬扬 文慧帝还想过 若是沈家这块肥肉 落在复修仪手上 该当如何 谁知道 后来突然就没了音讯 如今沈信突然提此要求 莫非是有别的计划 他仔细打量着下方的男人 沈信皮肤有黑 目光坚毅 身形笔直地 站着如小山 瞧着文慧帝动作 也是恭恭敬敬 是个忠诚勇敢的铁汉子 可是帝王玉晨 从来看的不是表面 而是价值 对于文慧帝来说 对于江山有威胁的 哪怕是天大的功劳 也要处得干脆利落 片刻后 文慧帝哈哈大笑道 这么多年 沈爱卿镇守西北 如今破敌 朕深感欣慰 由此大将 是名其之福 沈爱卿的要求 朕准了 沈信立刻谢恩 谢陛下 这般动作 便让殿中的其他人 纷纷侧目 文慧帝恩准完 便自行走出正殿 徒留了一众人 沈信方才的动作 可谓是出人意料 最先开口的 竟然是林安侯 谢顶 这个与沈家 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 显然对沈信的举动 也是颇不了解 他嘲讽道 沈将军末不是打仗 打怕了 留在定京城半年 是想享受享受 沈信文言 非但不恼 还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说道 谢侯爷是不是羡慕 本将军 也难怪 毕竟谢侯爷没有妻女 谢顶面色铁青 沈信这个家伙 瞧着五大三粗 没什么心机 其实 罪是罪毒 欲卿公主之死 和谢锦衅 待她如同陌路 本就是谢顶的死穴 沈信还毫不留情地 给她插刀 谢顶真的恨不得 一赶马枪 将沈信挑死 傅修仪瞧着沈信 面色也是颇为精彩 沈家依儿再再而 三地出乎她的意料 从前 沈庙恋慕她 她虽烦不胜烦 却想着有沈家可以利用 后来 沈庙竟然当面澄清 对她并无辞意 害得傅修仪 还被周王和晋王嘲笑 如今 沈信又提出留经半年 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傅修仪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这个看上去最好把握的沈家 好似突然变成了一个 摇摆不定的石头 似乎在未来会生出无数的变数 从而影响整个大局 沈信不按常理出招 让群臣有些莫名 但今日获得嘉奖 也着实令人眼红 其余的人纷纷上前 或真心或假意地祝贺攀谈 沈信与他们说起西北趣事 却没有留意到身后有一道阴质的目光 那目光死死盯着沈信 仿佛吃人的毒蛇 盘踞在草丛中 等待着时机便冲上去 将对方咬死 而那瞧着沈信的人 跑脚的一边空荡荡的 他把玩着手中的扳驰 不是别人 正是郁亲王 这头气氛倒也热烈 外面沈丘也将那魏谦堵在郎中 魏谦生得也算一表人才 为人谦逊 可是和健康充满朝气的沈丘比起来 便显得太过文朔了 他看着沈丘皱眉问道 小沈附近拦住在下 有何会干 沈丘上上下下地 将魏谦打量了一番 他自己性情开朗友好 若是从前遇着魏谦 说不定还会结交 可是自从听到沈妙说 魏谦心中早已有了新上人 再看此人便觉得气不打一处来 在沈丘看来 自己的妹妹千好万好 只有看不上别人的份 哪里容得上被人嫌弃呢 你便是魏谦 思及此 沈丘的语气也不怎么愉快 魏谦一正 察觉到来人的不善 说道 正是 我来也没什么事 沈丘拍了拍魏谦的肩膀 就是同你说一声 之前有留言传说 我妹妹与你们魏谦定了亲 既是留言 我沈家也没放在心上 你们魏谦就更不必放在心上了 沈丘退后一步 又若无其事 实则语气森森地说道 我妹妹挑的夫婿 自然要先问过我的眼 说吧 也不看魏谦是什么脸色 掉头大踏步地走了 魏谦一个人愣在原地 沈丘这话 分明就是要与他魏谷 化清干系 不过 他是有心上人不错 沈丘就算再为自己妹妹打抱不平 也不必说的 他像一个一无是出的傻瓜一样吧 沈家人 互断互的也是推凶猛了 再说了 这亲事根本就没他插嘴的机会 好吗 走廊外头 羔羊乐不可知地 瞧着站着发呆的魏谦 摇了摇头 耍道 这沈家人也实在太霸道了 这般狂妄 竟也不将魏家放在眼里 看够了 他身边的紫衣少年 眉目间隐有不耐 语气也不胜于悦 有完没完 魏谦可是你的人 他这样被人欺负 你不为他出头吗 你喜欢 你去 谢静行贴了他一眼 哼 我可不敢 高阳看好戏一般地说道 那沈家丫头有那么多人护着 一个不小心麻烦就上门 不过 他的笑容温和 语气却有几分幸灾乐祸 今日玉亲王在场 只怕事情不能善良 我可是听说 玉亲王打算娶王妃了 你猜 他要娶的人 是沈家哪位姑娘 我猜 他娶不了 高阳顺着谢静行的目光看去 这件花丛中 那沈妙的贴身丫鬟 嘱咐了小太监什么话 小太监硬了 大约是第一次拿到这样多的银子 十分的喜形余色 又恭恭敬敬地对丫鬟说了什么 才离开 待小太监离开后 金哲站在原地 面上也浮起一丝狐疑之色 沈妙特意吩咐她 一定要将东西交到这名小太监身上 可是 这个小太监分明是新入宫的 和沈妙并没有什么交集 为何还要特意嘱咐呢 想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金哲摇了摇头 总之 目的已经达到 便也转头离开了 沈家这位小姐 胆子很大 高杨评价道 连宫中也敢耍手段 而且看起来 沈性毫不知情 谢锦兴不置可否 一个连自家祠堂 都敢一把火烧个精光的人 他从来不认为 对方会胆小 至于 在什么地点行什么事 大约在沈妙眼中 也并无不同 走吧 他的唇角 浮起一丝奇怪的笑容 我们也该去看看戏 我便不去了 高杨眨了眨眼 如今形势还是小心为上 何况计划有变 更要谨慎 随你 谢锦兴懒洋洋地说道 忽然想起什么 随口道 若是有时间 也去太医院那些老家伙那里 打听打听有没有东西 遵命 高杨拱了拱手 这才不紧不慢地 朝另一头走去 时间不紧不慢地过去 总归是要到回朝延开始的 女眷们坐在大殿下手 男眷们坐在大殿上手 最左侧靠近正中高坐的 则是皇子 周王 晋王 定王 三人已经先到了 随后而来的 则是离王 湘王 和成王 周王 晋王是兄弟 自然是一伙的 而湘王和成王 以离王为首 又是自称一派 至于还未到来的太子殿下 则有宣王 楚王之耻 至于九皇子 定王殿下 傅修仪 则是不战帮派 看着实力最为弱小 也是最中立的一派 随着三王的出现 听中方才的喧嚣 却是渐渐地静了下来 文慧帝也是古怪 生得九个儿子 个个都极为优秀 若是平常人家 有这么多优秀的儿子 怕是早已乐开了花 可是 高门贵族中 优秀的儿子越多 竞争也就越激烈 更不幸的是 这九个优秀的儿子 生于天地间最无情的帝王家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优秀 将会成为彼此眼中的钉子 都是欲除之而后快的 如今九子长成 虽然太子已立 可各方势力 却并未收敛 文慧帝如今暂时 还维持着其中的平衡 但是终有一日 这盘踞的巨龙也会老去 那时候 早就蠢蠢欲动的名其皇室 只怕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而周王兄弟一派 李王一派 太子一派中 太子表面瞧着实力最高 可是 太子身子却缠入 文慧帝不会允许一个 缠弱的儿子坐上龙椅的 所以 太子的势力 与其说是正统之下的追随 倒不如说是虚的 若是身子稍有不适 只会便宜手下的宣王 和楚王二人 李王一派 因着人数多 势力也大 百官之中 不少都暗中投靠了他的会下 周王和晋王兄弟 虽正统集不上太子 势力集不上李王 却有一个备受皇帝宠爱的母亲 徐贤飞 徐贾 也算强有力的支持 剩下的那个定王 并未被人放在眼中 论起势力 一个人单打独斗 也像是一个笑话 论起背景 生母董淑妃也是极为低调 若非生了傅修仪 也轮不到 做似妃的位子 傅修仪固然优秀谦逊 可是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 事宜 众人也并不看好他 虽然傅修仪表现中立 对夺狄知识不感兴趣 可是 这重重深宫中 防人之心不可无 他的几个兄弟 依旧对他虎视眈眈 不过 女眷们看人 没有男眷们看人那般深刻 在座的少女们 却是偷偷打担着傅修仪俊逸的容貌 微红着脸 低声议论 平心而论 傅家人都长了一副好皮脑 而傅修仪在九个皇子中 又是最为出色的 皇室赐予他不凡的气度 而他又总是一副淡然的姿态 既不摆高高在上的架子 也不将下巴昂到天上去 对于少女们来说 这样亲切又出臣的男子 真是满身都是风华 定王殿下也确实生得太均了些 耳边传了少女低声的嘟闹 沈妙转过头 冯安宁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凑到了她的身边 对她黑黑一笑 随即又板着脸道 你既然到了 怎么不来找我 还摆出大小姐的架子 让我找你不成 沈妙被她说的话弄得有些莫名 对于冯安宁这个大小姐 什么时候跟块牛皮糖似的 爱黏着她 沈妙也是有些无奈 更不知道 冯安宁何时对她转了态度 沈妙毕竟不是真正的豆蔻少女 同冯安宁之间 做不到同龄人之间的亲密无间 并且如今她无法毫不防备地 接受别人的善意 所以倒是不知道 应该如何对待冯安宁 最后只得摇了摇头 找了个借口 哦 我没看见你 沈妙自然不知道 若是从前的她 冯安宁定是多看一眼都不会的 可是如今的沈妙 是沐浴过明其后宫血雨腥风的皇后 人对于比自己强大的人 都会有一种跟随崇拜的心情 冯安宁能够隐隐地感觉到 沈妙内心的强大 自然要不自觉地跟随了 去 冯安宁撇了撇嘴 忽然有捉弄般地悄声道 嗯 不过帝王殿下也来了 好歹也是你藏心悦之人 怎么都不见你看眼 仿佛是为了应证她的话 冯安宁话音刚落 并听得江小轩笑着高声道 沈武小姐 定王殿下到了 她本就是为了令沈妙出丑 又知道众目睽睽之下 当着皇家人的面 沈妙也不敢动怒 便是罗血燕也得忍着 这样的话可以全当做是玩笑 可是 早前沈妙吃点定王的事情 明起举巢皆知 她的话一出来 不仅女眷 连男眷席上的目光都瞧了过来 罗血燕咬牙 她知道这人就是故意激怒沈妙的 虽然沈妙说自己如今已经不再爱慕定王 可罗血燕知道 喜欢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说放弃就放弃的 沈妙表面看着若无其事 说不定内心也是极为痛苦 罗血燕恼怒沈妙这时候偏偏不在 她扭头看向沈妙 深怕沈妙因此而伤心难过 她轻声地唤道 佼佼 南眷席上 众人的目光也是十分精彩 蔡玲扯了扯嘴角 似乎有些幸灾乐祸 当初教宴场上 沈妙害她丢了脸 如今沈妙自己也要重蹈她的覆辙 想到便觉得开心 苏明峰和苏明朗并坐着 苏明朗拉了拉苏明峰的袖子 惊喜道 啊 大哥 沈家姐姐也到了吗 她个头太小 桌子便将整个人的视线挡住 更加不可能看得清沈妙了 苏明峰摇了摇头 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弟弟 为何对沈家五小姐颇有好感 若不是因为苏明朗太小了 苏明峰险些以为自己这个弟弟对沈妙起了别的心思 不过 她也转头看向沈妙 这样近距离的碰面 沈妙会以何种面目来面对定王呢 在南眷席上的角落 还有一名青山男子 比起其他锦衣华服的贵人们 他的穿着极为朴素 然而 这并未让他相比之下显出狼狈之态 相反 因着衣着简单 也有一种远古名氏的风流潇洒之态 此刻 他也正静静地看着那垂头不眼的紫衣少女 目光中 隐隐有着波动 这人正是裴郎 这样的场合 本来裴郎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可是 今日广文堂的监政家中 有人没了 监政 便让裴郎来代替广文堂参加 裴郎在广文堂里虽是先生 实则 也算是半个监政了 因此 也没有推辞 谁知道来了后 便瞧见这一幕 周王和静王 站在傅修义的身边 江小薛那故意挑拨的话 也听在耳中 周王笑了一声 拍了拍傅修义的肩膀 意味深长道 我们九弟可真是了不得呀 傅修义眉心微重 面上却浮起一抹淡笑 四哥说笑了 话虽如此 她的目光却不自觉地 飘向了座位中的少女 一声轻笑 从少女的唇角溢出来 周围顿时安静下来 这一身笑容 竟是听不出任何的情绪 说是嘲笑 却显得太过轻柔 说是快活 却又十分平静 仿佛一杯沉淀了许久的烈酒 五味沉杂 繁复的千般滋味在心头 最后只化为了一声 轻飘飘地弹笑 男眷们还好 女眷们却是精益 他们禁营宅门这么多年 竟是根本听不出 沈妙这笑声中的意味 她才多大呀 沈妙抬起头 目光没有停顿 仿佛当日在教演场上 对着蔡林射出去的箭矢一板 猛地射向了那 副手而立的身影 傅修仪 傅修仪微微一正 少女的目光中 没有痴迷 爱恋 崇拜和惊喜 有的只是身不见地的平静 仿佛轮回百年的老人 沧桑地 隔着长久的岁月看她 无悲无喜 却让人心中不安 那双清澈的眸子 有着极为好看的形状 若是弯一弯 应当变回甜蜜地 让人想起蜜糖的滋味 但是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 傅修仪的心中 突然涌出了一股不安 好似在丛林中 举举独行 却被眼映的草丛深处 一只巨瘦的毛子 给盯住了似的 那股不安 越来越强烈 她脸上淡淡的笑容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收起 定定地 注视着沈妙 沈妙又是倾笑了一声 这一回 众人看得清楚 她红润的唇角 微微一弯 眼角却未动 分明 是一个冷笑 大约是对自己 爱而不得的心上人 因爱生恨 生出的淡淡怨气 而凝聚成的一声冷笑吧 众人这般想着 却又精益 沈妙竟然敢这么直接了当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宫中和皇子放冷笑 谁有这个胆子 傅修仪没有动 那一声冷笑中 她分明看到了一层淡淡的杀鸡 虽然被刻意掩饰 却仿佛连掩饰地收敛不了其中抱拥的气息 那种势在必得的冰冷 竟让她的心头一缩 只因为不接受对方的心意 就对她动了杀鸡吗 傅修仪有些恶然 更让她惊讶的是 她竟然觉得那杀鸡中充满了威胁 这莫非是她的错觉 待她在宁神看向沈妙的时候 后者已经转过头 与冯安宁在说些什么了 沈妙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杀鸡 这么久了 即便是叫宴场 她也只是和傅修仪远远地打个照面 不想和傅修仪这般近距离地见面 就是因为 她怕一旦接近傅修仪 她会掩饰不了自己的滔天恨意 将小轩挑衅的话 就在沈妙两声莫名其妙的倾笑中 度过了 她第一声轻笑复杂 第二声轻笑微冷 可是傻子都能看出来 那其中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没有一丝一毫对傅修仪的情意 甚至在笑了两声后 她索性就直接与身边的姑娘 说起话来 那轻蔑和无视 竟然让人也说不清楚 是有心还是无意 只是气氛 终究是被她弄得冷了下来 周王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笑着凑近傅修仪道 九弟 看来你也不那么索性无敌嘛 傅修仪苦笑一声 心中却渐渐地对沈妙重视起来 看来那沈家五小姐 倒有几分气魄 苏明峰饶有兴致道 如今 她的重病已经好了不少 却仍旧不能辛劳 因此她的官位仍旧没有复职 哼 沈姐姐本来就很好 苏明朗摆了她一眼 座位上的裴郎低下头 抿了一口茶 眼中却闪过深思 正有些沉默着 便听得一声爽朗洪亮的笑声 哈哈 诸位 来得迟了 那小山市的身影 不是沈信 又是谁呢 紧跟在沈信身后的 就是沈秋 见着重头人物都来了 各位官僚便纷纷与她打招呼 沈信同周王几个行过礼 便入席就坐 她和沈秋 也是错过了 方才那场好戏 否则 就算沈信不出手 沈秋才不管会不会怜香惜玉 肯定让江小轩 吃不了 兜着走 沈信过后 黎王三人 太子三人 也相继到了 太子身子孱弱 太子妃倒是生了大气端庄 沈妙瞧了太子妃一眼 目光动容 这太子妃身后 有丞相娘家 本是太子借着太子妃娘家势力稳固地位 后来太子妃有孕 文慧帝怕太子身子病重 反倒便宜了太子妃一家外戚专权 竟是生生使了手段 让太子妃小产 太子妃对太子情深义重 哪知道夫君对自己的骨肉都能够痛下杀手 又怕告诉娘家 为娘家惹来灾祸 后来 郁郁而终 太子妃死后三年 丞相府得知真相 想要为女儿报仇 最后却是投靠了傅修仪 沈妙看着自己面前的悲战 傅家人个个都心狠手辣 傅家男儿皆是傅心薄性 她和太子妃想来并无不同 都是江山权谋下的牺牲品 一颗无辜的弃子 如今 她要做执棋的人 谁想要来下棋 谁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太子妃落座后 原先出嫁前的好友 便纷纷与她说笑 男眷那边 郁亲王也到了 郁亲王一到 女眷席上的人 皆是有些沉默 尤其是那些少女 更是吓得面色苍白 往年的回朝宴 郁亲王都是不会参加的 这么多年 他对朝中事务 完全不放在眼中 也因此 顺信多疑的文惠帝 才会对这个弟弟 格外宽容 这其中 固然有郁亲王年轻时候 舍命相互的功劳 可要不是郁亲王这么多年 都安安分分地 不插手朝中事务 只怕就算再大的救命之恩 也抵不过文惠帝的疑心 毕竟 当初文惠帝的兄弟 可都是尽数死于他手啊 历来不参与回朝宴的 郁亲王突然出现 让女眷们不安 男眷们疑惑 几位皇子 却是笑得心知肚明 那座位上 与太子妃交好的夫人 便道 也不知亲王殿下 怎么会出现 话中都是试探之意 太子妃自然是知道 其中原因的 扬起唇角 笑道 王叔这么多年 观身一人 也该是时候 找个人 伺候他的生活了 此话一出 女眷们都是惊疑不定 难不成 郁亲王要选王妃了不成 可是 成为郁亲王妃 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至少此刻 少女们的身子 都不由地色索了一下 敢问太子妃 那夫人笑着问道 不知是哪位小姐 有此福气呢 太子妃却不肯说了 只是摇头笑道 待会儿便知道了 因着太子妃的这番话 女眷们陷入了一片僵局 众人都有些害怕 那郁亲王妃的名头 就像是催命符 谁得了 无非是死得更快些 哪里算得上是什么好事呢 冯安宁凑近沈庙 问道 你猜 那郁亲王妃究竟是谁 我猜不着 你真没意思 冯安宁撇了撇嘴 另一边的沈青 却是紧紧抓着衣角 看到郁亲王的一刹那 他的脑中铺天盖地 响起的 都是那一叶 郁亲王对他的万般折磨手段 若非任婉云死死掐着他 沈青只怕是要大声地尖叫出来 莫怕 亲儿 任婉云凑到沈青耳边 用只有两个人能够听到的声音 对他说道 近日郁亲王来 是替你收拾那个女人的 等他进了郁亲王府 自然又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手段 一边 陈若秋瞧着任婉云和沈青的动静 饮了一口面前的茶 微微笑起来 郁亲王过后 本以为除了地后外 所有人都已经到得差不多了 突然听得阵阵惊呼声 冯安宁正拉着沈庙说话 听见动静 也抬头看去 只见那深宫之中 大殿门外 自远而近走来一人 紫金袍 青丝须 眉目名利英俊的不像话 脚步步紧不慢 懒洋洋地醒来 林安侯谢顶 现实惊喜地叫出声来 惊喜 随即想到了什么 眉头一皱 看着人影 说不出话来 众人又是惊诧 今日的回朝宴 究竟是个什么来头 不仅从不出面 宫宴的郁亲王出现 现在 连谢家小侯爷 谢锦刑也到了 而女圈们激动痴迷的神色 竟是一点也不比 方才傅修仪出现时候的少 甚至稳稳地压了过去 少年身姿鼻挺 虽然瞧着步履闲散 一步一步 却自有威压 她本就是极出色的容貌 这么一来瞧着 在紫巾长袍的衬托下 竟然有隐隐不可逼逝之感 眼如雪 眼如漆 眉如剑 那微微挑着的唇角 就如冰雪中 七双盛开的红眉 有一种 艳若桃里的色彩 这笔女子还要精致的眉目间 却没有一丝女子的阴柔之气 反而如天上的叙事 满满都是琢磨的亮眼 她一个人走来 这文武百官 都好似成了陪衬 仿佛这名其的真龙皇室 金灿灿的宫殿 终于将她骨子中 刻入骨髓的高贵和傲气 激发了出来 实在是英俊的 让天地都失色呀 而这如烈日一般 着日的少年郎 却有着森然锐利的目光 那玩世不恭的笑容 细细看去 也尽是冷漠和残酷 这谢家小侯爷 什么时候如此出色了 冯安宁喃喃道 以往的谢锦行 虽然也极是俊俏招养 但是和今日的她一比 却是黯然失色 仿佛过去都故意掩盖光芒一般 眼下的谢锦行 退去了那层掩饰 真正的她 这一身风华 傅修仪和她比起来 实在是 仿佛她才是该站在王朝顶峰 俯视众生的人 这个念头一出 沈庙也被自己惊了一跳 她抬眼看一下谢锦行 此一少年行至席前 迎着众人诧异的目光 挑眉一笑 今日我也来凑凑热闹 说着就走到席间坐下 可却并非挨着林安侯谢顶 而是挨着苏明峰 苏明朗撇了撇嘴 不情愿地挪了一小块地方 简撞 谢顶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而周围的人瞧见 虽是议论 却未阻挠 谢锦行自来就是这么一个 虽然是不公的性子 今日他也是性之所致 谢家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 罗雪燕神情凝重 是龙是虫 他看人一向精准 这谢锦行行动间有一种大气度 并且没来由地让人感觉有些危险 上过战场的人 对那种危险感受得更加的敏锐 沈秋瞧见谢锦行 却是眼睛亮了一亮 差点站起身来 随即抓了抓头发 掩饰般的一把抄起桌前的茶杯 灌了一口 这一般粗鲁的行为 惹得周围人都是古怪地瞧着他 沈秋连忙黑黑一笑 谢家这小子倒是不错 沈姓十分满意 对于能给自己的老对头添堵的谢锦行 他简直欣赏得无法异于言表 若非对方是谢家人 说不定还能和对方拜个靶子 傅家的几名皇子 目光却同时有些阴沉 这个临安侯府的小侯爷 看起来太过出色了 虽然他并没有入主朝堂 可是单凭着那股无法无天的气度 并已经可以感受出 不是能够屈居人下的人物 这等人物若是无法收复 最好扫下杀手 看见一个手握兵符的侯府壮大 出个大人物 可不是皇室愿意见到的 正在此时 并听得太监脱长的声音 喊道 皇上到 皇后娘娘到 帝后终于在众人的等待中 姗姗来迟 文慧帝看上去心情不错 皇后却是显得有些凌厉 作为一个女子 她长得也算是秀丽 大约可以瞧出来 年轻时候的风姿 然而 年华老去 脸颊凹陷 就显得有些刻薄 因着太子有病 这位皇后的手段 向来十分伶俐 从前沈庙站在 傅修仪这边 嫁给傅修仪后 没少被这位皇后刁难 在这位皇后手中 吃过的苦头 数不胜数 也正是这位皇后 以自己为例子 教沈庙看清楚了 宫中生存的手段 前臣种种 皆是虚妄 她为复仇而来 可最后的目的 却是要整个皇室 彻底颠覆 浮游汉大树 杯水救车星 就如同 她现在 和皇后的距离 可是 这后卫本 就是她的 终有一日 她会重新 坐上那个位置 沈庙垂下眸子 轻轻端起 面前的茶盏 喝了一口 在她的不远处 沈青也露出 一丝微笑 仿佛为了和她 一起庆和似的 同时举起了茶盏 抿了一口 笑容仿佛更畅快了 沈庙眼中黑色更浓 唇角疏尔一弯 和冷笑不同 这一笑 眉眼弯弯 甜甜蜜蜜的模样 竟是极为动人 就连对面南郡席上 有注意到这边的 都被沈庙的笑容 晃了一下神 裴狼一直紧紧盯着沈庙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 仿佛这少女身上 有什么一直吸引着他 然而 几个月之前 沈庙不过是广文堂一个草包 裴狼带他温和 也不过是礼节使然 内心里是看不起他的 地后就坐 宴席开始 这所谓的君臣同乐 其实也不过是做作样子 君仍然是君 臣仍然是臣 大家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 仿佛真的就是天子 与庶民同乐了 苏明峰碰了碰谢锦行 嗯 你怎么来了 来看热闹 谢锦行唇角一勾 女眷席上 顿时又是一片滴滴的抽气声 这么无聊 有什么热闹可看 苏明峰头疼 朕说着 去瞧见玉亲王 开口道 皇兄 他的声音不高不低 厅中却立刻安静下来 显然 众人都极为忌惮这位煞神 前些日子 答应陈帝的选妃一事 陈帝已经想清楚了 玉亲王笑容古怪 说道 既然今日是喜事 不如双喜临门 他说得极为缓慢 眼中毒蛇一般的光芒 缠缠绕绕 如复古之躯 紧紧地攀上了 端坐的紫衣少女面前 陈帝重义 沈家姑娘 轰的一声 店中顿时一片哗然 目光尽数 朝那沈家三个狄出小姐看去 沈家三个小姐 沈青已经定了亲 便只剩沈月和沈庙 沈月温婉动人 财明远拨 如今 沈庙也是亭云立的少女 通神气度 也让人为之侧目 更重要的是 沈庙背后 还有沈信这尊大佛 而众人也看得清清楚楚 御亲王注视着的人 正是沈庙 一时间 所有人看向沈庙的目光 都极为古怪 有幸灾乐祸的 也有同情怜悯的 上一阵御亲王妃 死得不明不白 谁都知道 其中必然有蹊跷 而这御亲王 是个什么恶魔性子 众人也是 心知肚明 偏偏这样一个人 深受皇室庇护 一边是堂堂的 威武大将军 一边是对皇帝 有过救命之恩的胞弟 该如何选呢 沈信在御亲王 说完这番话后 面色就沉了下来 额头上 甚至爆出了清惊 威武大将军的名声 从来都不是浪得虚名 一时间 竟有一种 凶狠的力气横生 让周围的人 都变了脸色 臣是忠臣 但若连自己的女儿 都庇护不了 听了这身性命和功勋 沈信也无惧 和御亲王对上 沈秋也绷紧嘴角 狠狠地盯着御亲王 好像只要 好像只要御亲王 说出沈庙的名字 他便会扑出去 和御亲王 听个鱼死网户 至于罗雪燕 已经紧紧地 拉着沈庙的手 爽快的笑容 早已落下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深沉的狠色 仿佛护着幼崽的母狼 丝毫不退让 对方的威压 沈家人这般表现 周围人看在眼里 也忍不住心中低呼 如今文慧帝 就在高座之上 沈家做出这般姿态 空气中 便有了剑拔弩张的感觉 文慧帝多提 沈家这样凌驾于 皇威之上 尚且无惧 就不怕日后 文慧帝心中 留个疙瘩吧 殿王也眼神微动 看向沈庙的目光中 多了一丝惊异 苏明峰的一声 对谢锦刑说道 看来这神武小姐 果真是沈将军的 心头抱呀 沈家竟然能为他 做到这种地步 对上玉亲王 就是与皇室为敌 不管如何 沈家此刻的举动 都已经明明白白地 表示了绝不屈服的态度 只怕 就算是文慧帝下旨 这沈家 也绝不会轻易同意 谢锦刑懒洋洋的一笑 不置可否 角落中 裴郎握着茶盏的手 微微一紧 那个能在校验场上 眼也不眨地用剑 射向铜窗的少女 她会怎么做呢 文慧帝的笑容 有些高深莫测 看向沈家的目光 也隐隐 有些暗毛 她道 王帝看中的 是沈家哪位姑娘啊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玉亲王的回答 沈亲面上 浮起畅快的笑容 然而 那笑容还未扬得更高 便猛地感觉 腹中传了一股剧痛 忍不住啊的一声 惨忽出声 捂着肚子 跌倒在地 怎么回事 清儿 沈亲突如其来的举动 倒让人吓了一跳 沈婉云马上将她搂在怀中 沈亲的面色迅速苍白 沈月拉了一把陈若秋的衣角 后者心中一跳 不知为何 镜字向沈妙看去 却见紫衣少女端坐鱼桌 神情都未曾动摇一分 对上陈若秋的目光 微微一笑 转头便看向罗雪燕 忧虑地问道 大姐姐这是怎么了 莫非是中毒了吗 中毒这话一出 周围顿时混乱起来 沈妙游子不依不扰 继续看着罗雪燕 说道 莫非是有刺客混了进来 这下子不仅是女眷 就连男眷几个皇子和文慧帝 都变了脸色 回朝宴 文武百官皆在 要是混进个刺客 皇家也就危险了 当即 守在外头的护卫 全都涌得进来 手按在妖间的佩剑之上 虎视眈眈的 注意着周围动静 一是可能混进的刺客 二是倒在地上 痛苦呻吟的沈卿 这样一来 御亲王方才说的 要去沈家哪位姑娘的话 竟是无人在意了 毕竟 比起这些流言话头 小命更重要 苏明峰张了张嘴 半嗓才佩服的低声道 好手段 沈妙就凭了一句话 众人注意的重点 就被转移了 眼下混乱和紧张 倒趁得御亲王 像一个傻瓜 谢锦衔扫了一眼 那一脸忧虑的少女 轻哼了一声 沈妙眸光微动 和傅家人相处了 这么多年 没有人比他更明白 傅家人的多疑 沈卿这副模样 再稍稍提个刺客 对于曾经被刺杀 无数回的文慧帝来说 足以让他变成精工之鸟了 娘 还是为大姐姐 寻个太医来吧 这么下去 可不行啊 罗雪燕这才回神 看着任婉云皱了皱眉 沈卿腾成这副模样 身为母亲的任婉云 却没有想到为女儿 选个大夫 也不知道 这娘是怎么当的 当即 罗雪燕便冲着文慧帝 行礼道 臣妇恳请陛下 宣太医为轻儿侨并 借其危机 不可 此话一出 沈卿还未说话 任婉云便奸生教导 众人的目光 全都落到了任婉云身上 任婉云话说出口 被心道不好 迎着那么多探究的目光 他勉强地笑了笑 咬牙道 臣妇 臣妇是说 轻儿怎么好劳动太医 且别扫了大伙的兴致 臣妇带轻儿下去就得了 这是说哪里的话 罗雪燕正色道 什么都没有姓名来的重要 难道你这个做母亲的 觉得轻儿的姓名 不比燕听的兴致 众人的神情十分古怪 如今这样子 瞧着却是身为 亲生母亲的人婉云 不愿意找太医 而罗雪燕这做伯母的 却热心地关注沈卿的死活 男眷席上 沈桂面称如水地盯着人婉云 心中只恨不得这碍事的母女两人 跟她没有半分关系才好 若是因此让文惠帝心中不喜 她日后的仕途又该如何 沈大夫人说得没错 却是皇后淡淡地开口 她扫了一眼任婉云 沈大小姐的伤势要紧 回朝宴什么的 都不及姓名重要 任婉云心中惊慌 若是沈卿被大夫瞧了 岂不是腹中胎儿的事情 也会暴露于人前 她道 娘娘 还是 我没事 沈青蛾上渗出大地大地的汗水 脸色苍白如指 显然 已经痛得出奇 捂着肚子说不出话了 可是 她也知道 不能让太医过来 强自压抑着痛苦 说道 大姐姐 这可不仅关系到你的安危 还关系到此刻店中 所有人的安危 若是你真是被下了毒 意味着有刺客混了进来 所有人都有危险 你便是不为你自己想想 也该为陛下想想 沈庙平静的声音响起 她这话说完 文汇帝的目光 并有些凝重起来 沈青差点没被沈庙的话 气得吐血 一句话就扯到了皇帝身上 沈青能说什么 难道敢不为皇帝着想吗 傅家的几个皇子 也听出了沈庙的意思 黎王一顿 随即道 这沈家小姐 倒是生了一张好力的嘴啊 来人 没有丝毫犹豫 文汇帝开口说道 去请太医 沈家小姐在宫中出事 朕自然要查个一清二楚 大姐姐也莫要乱动 只不定那凶手 此刻就混迹在人群之中 太医来了之后 就在此处为大姐姐把脉 否则动了气血 怕是会出问题 沈庙淡淡的开口 任婉云还没来得及说话 文汇帝就点头道 不错 一句话 直接封死了所有可能 在大庭广众之下 让太医给沈青看病 也就是说 沈青怀孕的事情 会当着所有文武百官的面 被揭发 一想到这儿 任婉云的身子 就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而她的恐惧 终于也蔓延到了沈青身上 沈青一边忍着剧痛 心中还在涌起更多的惊恐 娘 别 可是 任婉云又能如何呢 文汇帝已经发话 他总不能抗止不尊吧 他只是一个妇道人家 在后宅中自然可以耍横 可是当着地厚百官的面 任婉云竟是不知所措 他抬起头 往沈桂的方向看去 巴望着 沈桂能够帮他一把 可对上的沈桂眼神 却只有满满的责备和愤怒 一时间 任婉云手脚冰凉 心中涌上深深的绝望 连怀中的沈青 都顾不上安慰了 只是诗神的 瘫倒在地 你那沈绳是怎么了 冯安宁同沈妙摇耳朵 怎么瞧着 好似喊派似的 沈妙笑了笑 罗雪印也皱起眉 沈桂云这般反常 让她觉得有些古怪 可是 她又想不出所以然来 倒是看向了一边的 陈若秋和沈月 沈月被沈青的模样吓到了 抓着陈若秋的衣角 有些慌张 陈若秋也是一动不动地 盯着任婉云 同任婉云做轴礼 做了这么多年 陈若秋自然知道 自己的二嫂从来 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场面 今日失态 只能是一个原因 那就是 她自己着了道 沈月第一声道 大姐姐该不会真的被下了毒 娘 是不是我妹妹 月儿 陈若秋 严厉地制止住了她 忍不住看了一边的沈妙一眼 隔着几个人 看不清沈妙的目光 但看那嘴角 好似微微在上扬 陈若秋也忍不住心惊 她直觉今日之事 定和沈妙脱不了干系 可是 沈妙真的胆子大倒 胆敢在宫中下毒吗 无论如何 沈清今日的名声 都是保不住了 玉亲王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 弄得沉了脸色 他虽行事荒唐 却分得轻轻重缓急 此刻断然不是提起 方才事情的好时候 他的嘴角 扶起一抹讽刺的笑容 今日被沈妙逃过一劫 不管是不是沈妙 给沈清下毒 可以为这样就能拖住他 沈妙想的 毁眠也太简单了 事后 他照样能同文会帝 提起此事 有些事情 逃避也是无济于事的 太医很快匆匆赶来 出人意料的是 宫中太医 既是上了年纪的人 因着有了丰富的经验 才能入主太医院 这来的太医 却不过二十出头的模样 生得也是十分俊秀 倒是让一些官家小姐们 看直了眼 沈妙在瞧见着太医的一瞬间 心中咯噔了一下 他仔细打量着那太医 年轻太医背着衣箱 同地后行过礼后 便走到了任万云身边 任万云还想倒 只听得那太医 说道 请夫人放开沈小姐 在下好为沈小姐把卖 他的声音也是十分的悦耳 听起来 让人觉得心中很是舒服 众目睽睽之下 上头还有地后锐利的眼光 沈婉云再怎么样 都不敢与之抗衡 沈青已经疼得昏厥了过去 他退后一步 眼睁睁地 看着那太医两指 搭上了沈青的手腕 正在沈庙看着那太医出神的时候 身边突然传来冯安宁细血的声音 他道 你不会也看上那太医了吧 嗯 若是你看上他 倒也不算眼光不好 沈庙微微以正 问道 你知道他 冯安宁惊讶的 你还是第一次对我说的这种事情有兴趣 嗯 罢了 我也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这位太医是太医院新来的大夫 医术可是不得了 连德飞娘娘的心痛顽疾都给治好了 陛下很看重他 获利让他进入了太医院 首先是太医院最年轻的官员 生得还很好看 所以好多姑娘都好喜欢他 你也喜欢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冯安宁一仰脖子 虽然他是艺术高明又好看 可冲鞋量只是个太医 身后又无家事支持 截然一身 这样的人 怎么能与我们当户对 就连你 看上是看上 可若真是想着相衬 那还是差了点 冯安宁自来被家里宠着长大 坚信自己的夫君 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一个小小的太医 还真不放在眼中 他叫什么名字 你该不会真喜欢上他了 冯安宁狐疑地看了沈庙一眼 才道 叫高阳 可是定金城的官家里 没有兴高的门户 也就是说 这高阳肯定不是出自大甲 沈庙注视着那年轻的太医 甚至忽略了沈青和任婉云 她的心中起了一些波动 因为沈庙发现 这高阳竟然给了她一种熟悉的感觉 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 但是前生太医院中 她并未见过有高阳这么一号人物啊 不是在太医院 又是在哪里见过呢 思索间 高阳已经枕脉完毕 她一回头 对上的就是沈庙打量的目光 她也是微微一正 不过很快就回过沈来 冲着任婉云拱了拱手 高太医 皇后开口道 沈家小姐 究竟是否中毒了 高阳看了一眼昏厥过去的沈青 又看了一眼面色惨白的任婉云 拱了拱手 道 回娘娘的话 沈家小姐并未中毒 她只是饮用了青河茶 她断了断 又说道 沈小姐饮下的青河茶并未有毒 沈小姐也并未中毒 哦 魂惠帝看向沈青 既然未中毒 又怎么会这样 回陛下 高阳叹了口气 青河茶姓寒 寻常人饮用的确无碍 可是有孕的人饮用却会动胎起 沈家小姐 已有身孕 沈家小姐 已有身孕 此话一出 周围顿时一片哗然 沈贵张了张嘴 面色一瞬间 长得紫红 她猛地看向沈婉云 而后者只是失神地瘫倒在地 好啊 出生的却是那魏家夫人 她一下子站起身 竟然都不顾是什么地方 指着任婉云骂道 你与我魏家定了亲 竟然是想要我魏家去个破鞋 替别人养儿子 任婉云 你还要不要脸啊 周围人因为魏夫人的一席话 吵得更厉害了 沈亲前段时间 才和魏家的亲事传得沸沸扬扬 今日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枕出有了身孕 这是什么道理 一个黄花大闺女 竟然有了身孕 这是司通 竟然还想带着身子嫁入魏家 古往今来 也算明起一大骑士了 任婉云依旧没有动弹 她全身上下都似乎失去了力气 只是半爬到了沈亲身边 将沈亲搂在了怀中 沈夫人 本宫也想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高座上 皇后冷冷地开口说道 明起虽然对男女之事 算作是开明 可未婚先孕 与人私通 是丢尽家族脸面的事情 一旦被发现 是要被沉堂的 沈家是明起官家大头 沈贵的官位虽然比不得沈信 却也不能算低 沈亲的出身越高 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就越恶劣 皇后掌管六宫 更是看不惯这些阿萨事 声音里的冷意 几乎所有人都能听得到 任婉云只觉得嘴角苦涩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能怎么说呢 说沈亲不是与人私通 而是被人监污的 可无论是哪一种 清白坏了都是事实 至于玉亲王 更是不能说出一个字 玉亲王这人资诛必较 若是攀咬上她 是怕没有好果子吃 沈夫人不说 那就沈小姐来说 皇后目光陡然灵力 封锁身边的宫女 说道 去将沈小姐叫醒 本宫有话要问 任婉云一惊 和皇后身边的宫女 已经走上前来 她们动作十分迅速 任婉云甚至来不及阻拦 那两个宫女 已经十分粗暴地 将沈亲掐醒 沈亲方醒 腹中仍是脚痛 却听得高座上的皇后 冷声问道 沈亲 本宫问你 你腹中骨肉的父亲 是谁 沈亲一听此话 身子僵住 求助般地望向沈婉云 任婉云情急之下 只懂沈亲微微摇里摇头 叫她千万莫要乱说 至于以后 任婉云总会想法子 将她救出来的 沈亲见任婉云摇头 有些不明白她的意思 却也不敢胡乱说话 并支支吾吾道 臣女 臣女 怎么也说不出来 沈妙轻轻地叹息一声 大姐姐还是说出来吧 如今犯了重罪 既然都是这样的结局 总不能只让你一个人 担着这条性命吧 沈婉云狠狠地看向沈妙 恨不得撕碎了沈妙的嘴 沈亲身子一颤 目光中尽是惊恐 沈妙话中的意思 她竟是难逃一死了 生死之间 沈亲什么都顾不得 突然高声道 不 不 我的孩子 是亲王殿下的 我腹中的 是亲王殿下的骨肉 今日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好好地回朝宴 竟是牵扯出许多事情 郁亲王 众人朝郁亲王看去 后者眯了眯眼睛 瞧着沈青的神色 却是十分阴沉 亲儿 别胡说 任婉林铺将过去 一把捂住沈青的嘴 可是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怎么也收不回来了 沈青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郁亲王 她想得也很简单 既然私通外人 未婚先孕 是一个必死的结局 可是 只要肚子里 怀的是郁亲王的骨肉 那就是和皇室血脉 有关联的 这样一来 就等于拥有了 一道保命符 无论如何 皇帝也不会下令 处死自己的侄子 沈庙看着沈青 心中有些好笑 她大约能够猜透 沈青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 可是 她却忘记了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 叫做 赤母留子 后宫之中 这手段百用不厌 沈青真的以为 凭借着那点子骨肉 就能活得安然无恙吗 不过是死得更快罢了 地后的神情 阴晴不定 若是此时牵扯上了 郁亲王 的确就不那么简单了 南眷席上 沈秋和沈青对视一眼 沈青还好 只是对此事有些恶然 沈秋却是暗中握紧了双拳 最近沈庙一直不敢告诉她 那金无沈青之人究竟是谁 如今却是全都明了了 难怪沈庙不肯说 原来是郁亲王 一想到若非沈庙运气好 如今落到沈青这个地步的 就是自己的亲妹妹 沈秋的心中就生出一股子玉气来 郁亲王没有承认 可是也没有否认 这么一来几乎就能确定下来了 众人看着沈青的目光 揭示同情和怜悯 郁亲王一向是喜欢以各种手段 暗中掳掠少女的 就连官家女儿也感动 如今倒霉的这个人 恰好就是沈青 一片沉默中 沈庙的声音轻轻响起 她道 难怪之前亲王殿下提出 要娶沈家姑娘 原来是想给大姐姐一个名分啊 这话声音不大 却令在场的所有人皆是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啊 方才郁亲王说想娶王妃 忠义沈家姑娘 原来竟是沈青 这不连孩子都有了 一时间看向沈青的目光又变了变 如此一来 倒不像是郁亲王强迫于她 而是沈青自愿想当王妃的了 这沈武小姐好厉害啊 苏明峰惊讶道 颠倒黑白的本事也是极高 大多数人被牵着鼻子走 却并不代表所有人 头脑清楚的人可还是深深地记得 当时郁亲王说要娶沈家姑娘的时候 看向的可是沈妙 谢景行抱着胸 似笑非笑地看着对面的紫衣少女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宫宴上的所有人都已经被沈妙牵着鼻子走了 如今发展到这个地步都在她的算计之中 而这其中也并非没有凶险 她胆子够大 敢赌 下手又准确 将所有人的反应纳入其中 吓得一手好气 既然如此 她倒也不介意推波助澜一下 当即 谢景行便开口道 有情有义 甚好 皇帝的眉头几不可见地皱了一下 要知道 从前郁亲王虽然也胡闹 却不会将这些事情闹到台上来 私下里再如何 总有法子解决 可是 这摆在了大庭广众之下 惩治这个王帝吗 却怕会让郁亲王心中深怨 就此结果吗 当皇帝的如此包庇 上行下效 也不能震慑百官 而沈妙和谢景行的话 却是很好地提出了一个法子 如果说 是这二人情投意合之下 做出的事情 倒也无可厚非 她看了一眼皇后 皇后心神领会 说道 原来之前王帝所说的心仪姑娘 竟是沈家小姐 不过你们二人实在是太乱来了 惹出这样大的祸事 日后该当如何 沈卿心中大松了一口气 不顾腹中的疼痛 半爬起来 跪在地上磕头 恳求道 都是臣女的错 可臣女舍不得腹中骨肉 恳求陛下娘娘 看在臣女腹中孩子的份上 饶过臣女一回 虚声四响 沈卿这一回毫无半点尊严 只将李子和面子都丢尽了 皇后也是厌恶地瞧了她一眼 却是淡淡地说道 罪责难逃 不过今日既然是回朝宴 只论喜事 王帝也这么多年关身一人 本宫今日全当做个好事 送你二人一桩赐婚 也是金玉良缘 沈卿捡了条命 连忙欣喜道 谢陛下 谢娘娘成全 殊不知 她这番举动 落在别人的眼中 要多出丑 有多出丑 从前沈卿只说 沈庙尚尚不得台面 如今 沈卿自己 也成了沈家 最上不得台面的敌女 玉清王对视 一双清澈的眼眸中 星星点点都是愉悦的神情 然而 那愉悦中又藏着一丝凶力 仿佛巨兽一般的凶残 今日只是开头小菜 真正留给玉清王府的 还在后头 当着玉清王的面 将他打好的算盘清空 想必 此刻的玉清王心中已经是暴怒万分了 人在怒急攻心的时候 最容易犯错 而这犯错的丝毫 就如同棋盘上棋子的错子 乘胜追击 灭族斩居 很快就可以将军 他歪了歪头 眼睛异常的明亮 然而 唇叫情侄的笑容 让人细细看来 却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怖 开始了 玉清王 一场好好地回朝宴 就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结束了 文慧帝被扰了兴致 没过多久 也就拂袖而去 皇后也惩罚了 帝后都离开 臣子自然知晓 不能久留 纷纷找借口离去 虽说 今日此事表面上看 是寻得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沈家大小姐嫁入玉清王府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不过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丑事 至于那沈家大小姐 一旦嫁入玉清王府 也自然是凶多吉少 罗雪燕紧紧拉着沈庙的手 她不知道沈青和玉清王怎么会油闪 却是因此更担心沈庙的安危 只觉得 这定睛城内的凶险 比起西北大漠来 也不晃多上 沈秋直到离开的时候 都一言不发 她一向开朗 惹得沈青还以为 她是因为沈青之事 而感到唏嘘 却不知道 沈秋心中此刻早已怒气 只觉得一腔闷气 无处挥洒 既痛恨沈家二房心肠歹毒 也痛恨玉清王 荒淫无耻 沈青早已被任婉云 匆匆带着离开 沈贵的脸色 却是十分精彩 众人瞧着她的目光 也是异味深长 有些朝廷上 素揽不对盘的同僚 甚至还来落井下石 对她拱手孝道 恭喜沈大人啊 能和亲王殿下成亲家 可是天大的福分 若是从前沈青嫁给玉清王 对于沈贵来说 或许也没有什么大碍 只要能够有助于她的仕途 女儿的幸福也不甚重要 可是如今呢 沈青今日的表现 明显是给玉清王带来了麻烦 玉清王会不会迁怒于她 想着想着 沈贵心中就生出一些烦躁和恐惧来 回朝廷散去后 罗雪燕和沈庙往宫外走去 路过一处走廊的时候 沈庙轻声提醒她 小心 这里有块砖石松的 罗雪燕是武将 步子迈得大而重 一脚踩下去 说不定会摔个裂窃 罗雪燕仔细一瞧 才笑道 差点就摔着了 随即又一愣 看向沈庙 问道 娇娇怎么知道 沈庙一瞎 她在宫中生活了数十年 哪里是什么样的 早已牢记在心 罗雪燕问起来 她只得达到 曾有一年在这里摔够跟头 从此记住了 原来如此 罗雪燕爽朗笑道 娇娇倒是聪明 记住摔过跟头的地方 却不会再摔一次 沈庙心中一动 并未说话 两人行走间 却见着两个侍卫模样的人 拖着一个小太监走过 那小太监嘴中被堵着帕子 似乎在拼命地挣扎 然而 哪里挣脱得过人高马大的侍卫呢 跟在他们三人后面的 正是太监总管高公公 沈夫人 沈小姐 高公公停下来 与他们行礼 高公公这是 罗雪燕看着那小太监 问道 新来的不懂规矩 犯了错 咱家 这是带她去受罚呢 高公公 牵着嗓子道 那小太监看见沈庙 目光落在沈庙身后的金哲身上 忽然 疯了一般地挣扎起来 似乎是想往金哲身边冲 老实点 高公公一脚踢在小太监膝盖弯上 后者闷哼一声 一下子跪倒下去 高公公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道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差点冲撞了贵人 罗雪燕皱了皱眉 她不太喜欢宫中这些毫无人情味的刑法 这样的场面也会让她心中不舒服 当即便宠高公公 说道 既然如此 也就不打扰高公公做事了 是 高公公连忙笑脸硬了 确实沈庙忽然开了口 轻声道 既然犯了错 自然该受刑罚 众人诧异地看着她 小太监身子一抖 看向沈庙的目光中 多了一丝怨恨 沈庙离夜不离 挽救罗雪燕 静自离开 临走之时 却还是淡淡地 扔下一句 不懂规矩就要交 宫中不比宫外 今时 也不同往事 沈庙一行人的身影 渐渐地远了 高公公对两个护卫道 等什么 走吧 小李子满心满脸的不甘 面上更是充满了恐惧 她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在回朝宴的小花园中 沈庙的贴身丫鬟清折 给了她一丁银子 对她说 沈大小姐身子不适 不和公宴准备的酒酿 需要一杯清河茶就好 烦请等会儿 在宴上的时候通融一下 她觉得 此事简简单单的就能办 还能得一丁银子 何乐不为呢 而且 若是讨好了这位沈家小姐 日后说不定 也会有贵人造化呢 但是 小李子千算万算 却没有想到沈庆竟然是怀了身子的 那清河茶更是成了引发所有事情的罪魁祸首 可以说 那一杯清河茶惹出了一干祸事 而这杯茶的源头 茶来茶去 就茶到了她的头上 小李子解释了无数遍 都没有人相信她的话 而她收到的银子也是最普通的银子 甚至连观银都不是 一个贵家小姐打赏 怎么会用这种普通的银子 她的话无人相信 她就是恶人 等待她的是什么呢 外头 沈庙静静地走着 等待小李子的是什么 她比谁都清楚 宫中是一个容易颠倒黑白的地方 若是站得高 便有变黑为白的本事 若是本来就很矮 那么对不住 说的话 白的也成了黑的 当初复休于刚登基 小李子是高公公身边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一条狗 是她看小李子可怜 愿意在宫中给她个面子 后来小李子成了李公公 她从皇后变成了废后 这个自己亲手提拔的宦官 还亲自送了她最后一程 给了她一句忠告 说 今时不同往事 如今 她也算是把这句话原样奉还 今时不同往事 如今 她是高高在上的关门嫡女 对方呢 只是低入草芥的尘埃 她连出手都不屑太过费神 这样干净利落 好的很 沈庙和罗雪燕在前面走着 却不知曲曲折折的走廊之后 有人看着她的背影 罚楚溃叹 唉 这沈家小姐 是不是和那个小太监有仇 好端端的 平白误人一条性命 她的身边 谢景行冷笑看她 你什么时候变慈悲了 为人医者当父母星 高阳摇了摇扇子 忽然想到了什么 神情变得宁重起来 说道 沈家小姐不简单 方才店中她看了我许久 莫非 她发现了我的身份 不可能 那她看我的眼神也着实可怕 高阳摸了摸下巴 认真思索了一番 才开口道 莫非 她是心悦我 谢景行面无表情地盯着她 吐出一个字 滚 你这人真是没意思 高阳摇头颇为遗憾 虽说如今大事迫在眉睫 但你这性子也是越来越凶 还是要放松放松 谢景行看着远处 说道 语书来了 啥 高阳一惊 什么种 昨日 高阳的神情渐渐肃染 难道你想 不错 定睛 神府 彩云院 啪的一巴掌 沈青的脸上 顿时出现清晰的指印 唇边也泛起点点鲜红 沈贵 你干什么 沈万云历声喝道 一把将沈青护在怀里 一边看着沈贵目录凶狠之意 我干什么 沈贵的笑容猙獰 仿佛一头恶狼 只怕若非顾及着一丝情面 真恨不得将面前两人弄死 她道 你们今天做了什么 什么怎么 沈万云不敢示弱 这事难道能怪清儿吗 你是清儿的爹 你不帮着自己闺女还打他 沈贵 你没有良心 闺女 沈贵怒急反笑 我沈贵没有这样的闺女 不止廉耻 勾三打死 还怀着个孽种 真是比青龙下司来的妓女都不如 沈青的身子剧烈抖了一下 一双眼睛有些失神的模糊 沈万云见状顿时心如刀绞 但凡沈贵对沈青有一丝妇女之情 都不会用这么恶毒的话来说自己的女儿 沈万云将沈青交给春桃 冷笑着站起身来 说道 沈贵 你自己摸着良心问问 清儿到了赎金这副模样 究竟是谁害的 是我吗 是沈庙那个小贱人 你为什么不去找沈庙的麻烦 你怕是吧 你怕大哥大嫂回来 你动不了那个小贱人 你对清儿发火 可别忘了 当初 卧龙寺那件事 你也有份 你现在将独善其身 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和清儿身上 老年不吃你那套 若是惹极了 我便将事情告诉大哥大嫂 咱们啊 谁也逃不了好 你 沈贵同任婉云夫妻多载 从未见过任婉云这般泼妇模样 更让她觉得不安的是 任婉云竟用此事来威胁她 沈贵虽然为人圆滑 骨子里却极为胆小 从她根本不敢惹玉亲王仪式上 就可以见得 如今 沈姓夫妇都回府了 她更是不敢找沈庙的麻烦 要是任婉云真的胆敢将此事抖出来 沈贵相信 沈姓说不定都会一刀劈了她 四季此处 沈贵怒道 你这泼妇 好不讲道理 我与你说也说不定 走了 说吧 落荒而逃 看着沈贵匆匆离去的背影 任婉云面色嘲讽 自己的夫君 他自己最清楚 沈贵这个人骨子里欺软怕硬 嫁给这样一个人 如今连女儿都保护不了 无疑 沈妙给了任婉云致命一击 对于任婉云来说 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一步一步走向毁灭 比杀了她 更让她痛苦 眼下这个地步 皇后赐婚 任婉云纵使有通天的本事 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沈妙 这笔账 我任婉云不同你讨回来 是不为人 她磨着牙 只把自己的嘴唇都咬出了血来 西院中 沈信夫妇回到自己屋里后 沈秋仍是坐着不动 她目着一张脸 门神一样的坐在沈妙的桌前 这位年轻的将军 平时看上去春风和煦 一旦黑着脸的时候 就有几分沙场男儿的血腥气 白鹿和双将都有些畏惧 不敢上前 大哥 沈妙送走沈信夫妇回到屋里 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妹妹 我想了又想 此事还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心里懂得慌 沈秋说的此事 是指沈青和郁亲王的事情 虽然沈妙之前隐瞒了一部分 但是经过回朝宴那么一出 沈秋自己也能将来龙去脉 踩得七七八八了 正因为知道这件事做得恶毒又荒唐 沈秋才出离愤怒 他们家中最小的妹妹 这一年竟然被人如此算计 还差点葬送一生 若是真的出了事 沈秋不敢想 他们会有多后悔 沈妙看着他 沈秋还在说话 我越想越生气 妹妹你莫要拦我 就算拼了这条命 我也不让他们好过 大哥 我已经说过了 此事没有证据 既然他们做事 自然滴水不漏 况且其中牵扯到一个郁亲王 对上郁亲王 皇家会给予庇物 你若是跳出来 就是站到皇家对立面 你想害死爹娘吗 沈秋一愣 沈妙的话太过理智 竟然让他忽略了 沈妙语气中 对明其皇室的不敬和不屑 他知道 沈妙说的没错 当初世家贵族中 不是没有被郁亲王 糟蹋的姑娘 那些家族 也不是没有高于沈家名望的 可最后呢 都是高高竖起 滴滴放下 郁亲王府的背后 是明其最高的势力 与枝相碰 犹如以卵基石 可他心里 还是觉得非常的闷 他问道 总不能就这样算了吧 大哥 与我下一盘棋吧 都什么时候了 沈秋挠了挠头 而且你不是不爱下棋的吗 沈妙不接他的话 摆好棋盘 自己拿起黑子 白子给了沈秋 两军对垒 这是你的饼 这是我的饼 以子为族 将帅各分 逐落天下 如何 沈秋对战场之事一向热衷 文言倒也来了兴趣 他道 好 他虽然是武将 下棋却也是精通的 只因为下棋和打仗 有许多共通之处 一副精妙的棋局 有时候能够看出无尽的战术 白子黑子落在棋盘上 勾壳纵横 黑黑白白 仿佛真是武战场 沈妙下棋下得慢 不是说他的动作慢 是很柔和 和沈秋步步铿锵的风格不同 有种似风一般的手 这种感觉 让沈秋有一种 钝刀子磨肉的无力 任沈秋的白子怎么违逼 他都窥然不动 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不紧不慢地落下黑子 虽然看上去 他是落了下风 可是手中所持的黑子 却是一个不少 偶尔沈秋眼看着 要吞吃他的黑子了 却又被他狡黠地逃走 一炷香过去 桌上的白子黑子 一个不少 谁也没有讨到便宜 谁也不曾吃掉 对方一个子 只是 却能清楚地看到 一直以来都是沈秋的白子 占据着主动的地位 黑子都被白子逼到了角落 再这么下去 沈秋再加紧些步伐 就能将沈妙的白子 一个个地蚕食掉了 妹妹 你逃脱的法子挺好 不过难道这样 跟我下一夜不成啊 我可要进宫了 正好 我也打算如此 话音未落 沈妙手中的黑子 忽而落到了一个 刁钻的位置 沈秋的眉头 紧紧地皱了起来 只那一个位置 整局棋的局势 似乎都被改变了 他心中惊异 之前白子的步步威逼 此刻倒像是在作茧自负 他陷在沈妙那一颗 黑子的扭转全局中 竟然无从下手 接下来 沈妙一改之前只工不守的作风 下手凌厉 风卷残云般的大口大口吃沈秋的白子 不到一刻中 沈秋方才还落得满满的白子 竟然只剩下最后一刻 我输了 沈秋苦笑一声 又惊异地看向沈妙 妹妹 你的棋什么时候竟然进步如此 以棋局为战场 他一个武将被自己的妹妹杀得片甲不留 说出去简直是一个大笑话 不过 他的心中十分诧异 沈妙展现出来的 并非是对棋子的掌控 而是对大局的了解 从先前的柔弱风格 到最后落子伶俐 他神色从容 说不定这盘棋到底怎么走 都一直在他的把握之中 沈妙摇了摇头 说道 我并非想与大哥下棋 先前大哥问我 难道就这么算了 下了一盘棋 大哥如何想 沈秋先是一愣 随即吓了一跳 说道 你 黑子前面姿态柔和 指手不攻 到了后头 陡然一转 扭转全局 将对方吞吃干净 意思是 沈妙之前对待沈青之事柔和 并不反抗 不是因为打算就这么算了 而是 而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等着那些人对付沈妙的手段 变成了作茧自负 他再出手 满 赛而归 达到目的的法则 有许多种 灯火下 少女手指中夹着一枚黑子 白皙的手指和漆黑的棋子 形成鲜明的对比 有一种异样的美丽 沈妙的声音轻描淡写 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换条路 明的不行 就暗的 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出路堵死了 接下来 就跟我们下棋了 灯下看美人 美人言如欲 沈妙只能称得上是清秀佳人 可是这一刻 就连沈秋也忍不住侧目 少女姿态安静 却仿佛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一颗蹊跷玲珑心 早已将棋局暗藏于心 谁都成了一颗棋子 沈秋觉得心中瑟瑟的 她一直觉得 沈妙虽然待她不亲近 性情却极为单纯 这样的性子 只怕会被外人利用 可是如今 她却看得清楚 自己的妹妹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 这份心机手腕 连她也比不上 妹妹 我不明白 大哥若是信我 就将此事交给我吧 玉亲王这种人 日后必然会因此事 来找神父的麻烦 斩草要除根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敌人 妹妹方才不是说 玉亲王府背后有皇室成要 我便不能直接去找麻烦 妹妹你又如何做 沈秋有些担忧 我早说了 白的路走不通 就走黑的路 世上的路千千万 总有一条走得通 她玉亲王仗着皇室 虎假虎威 不过是有壳的乌龟 拔了她的壳 看她再如何嚣张 在沈秋的目瞪口呆中 沈妙朝着她 微微一笑 不过大哥 我需要一些银子 所以陛下赏赐的那些东西 真金白银地给我 我有用 沈秋本想问沈妙要做什么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对上沈妙那双亮晶晶的双眸 竟然什么都说不出来 她是堂堂的沈副将 面对沈姓的时候 偶尔都会和沈姓 争个脸红脖子粗的 但只要沈妙静静地看着她 沈秋就觉得 什么都会无条件地听从 沈秋在心里 暗暗催了自己一口 敌国将领不怕 自己爹不怕 怕个小姑娘 真是活得久了 什么事都会遇到 大哥 沈秋回过沈来 说道 好 我回头叫人挑一些送过来 嗯 多谢大哥 天色晚了 大哥也去歇着吧 好 玉亲王府的事情 也不必担心 不要告诉爹娘 我会看着办的 好 沈秋挠着头离开了 出了沈妙的屋 忽然一盘额头 皱着眉 娘的 还真是有一种 被自己妹妹保护的感觉呢 屋中 谷宇小心翼翼地问道 姑娘 明日 果真要用那么多银子吗 沈妙的目光凝住 谷宇很久没有瞧见 自家姑娘 露出这般严肃的神情了 她叹道 嗯 我只怕拿不下来 第二是 沈秋果真挑了好几箱的真金白银 来到了沈妙院子 她大约是怕沈妙吃银子 从怀中套了一千两银票给沈妙 笑道 妹妹现在的年纪 用银子的地方多得很 那点月银怕是不够 这些银子你拿着 若是有想买的东西便买下来 若是不够 再找大哥要就是 外头扫地的丫鬟们 都羡慕地看着沈妙 从前觉得自家这个五姑娘 在府中的地位尴尬 只是名头好听 自个儿受欺负都不知道 实在是可怜得很 如今看来 都是他们自个儿瞎了眼 别说沈幸夫妇了 就是沈秋也能将这个妹妹 闯到天上去 沈妙觉得有些莫名 沈秋的态度怪怪的 她点了点头 也没推辞 收下了那张银票 多谢了 沈秋顿时就有些失望 想了想又招了招手 身后两个护卫立即上前 沈秋说道 我这两个护卫都是军中好手 暂且借出保护你 她是担心 与亲王又有什么后招 若非沈妙极力要求要出去 沈秋就直接让沈妙 都待在府里了 好 沈妙应了 沈秋也跟了出来 沈秋笑道 你这个护卫倒是选得不错 沈妙已经脱离了沈府外头护院的身份 沈妙将她的身份告诉了沈秋 沈秋把卖身器还给了沈秋 让沈秋来沈家君主 不过这些日子就当作是沈妙的护卫 护着她的安全 带着三个护卫和两个丫鬟 沈妙终视出了沈府的大门 就连赶路的马车夫 都是沈秋寻来的 有武功傍身的人 沈秋的小丝开口道 少爷真是顾着小姐啊 沈秋叹了口气 可惜无论怎么顾着 做妹妹的太老成 让她都没有当哥哥的成就感呢 走走走 她摆了摆手 回去练剑 封心档铺 是定津城中最大的档铺 比起别的档铺来 这档铺自然也有些过人之处 封心档铺只当珍贵之物 若是普通物品 便会被档铺的伙计客气地请出去 这档铺的主子 大约也是一个钱财豁达之人 若是客人给出的物品 真的是足够珍贵 那档铺的档价也绝不会低 不过 封心档铺还有个规矩 这里只做死档 东西一旦档出去 断没有赎回的道理 但是 人们的珍贵之物 若非穷途末路 谁也不会档出去 更何况是死档 因此 封心档铺虽然财大气粗 也是定津城占地最大 可是 来往的客人 却是寥寥无几 这样的情况下 这封心档铺 竟然也维持了许多年不倒 也不知道是怎么维持生计的 今日 这封心档铺的门前 却是停了一辆马车 有些路过的百姓忍不住 往这头瞧了一眼 因着 来封心档铺 挡东西的人 大抵都是走投无路 急需用银子的 而这马车 看上去颇为精巧 坐在马车上的车夫 也不似常人 这看起来倒不像是穷人 而富人 怎么会来此 点到珍贵之物呢 实在是有些稀奇啊 档铺的伙计 是个年轻的灰衣小子 身的机灵 能干得不一样 他见到马车在门前停下来 也是微微一愣 紧接着 从里头走出几个女子来 为首的少女 大约是哪户人家的小姐 穿着一件斗篷 眉目清秀 看过来的时候 目光清澈如水 几个护卫并丫鬟 簇拥着那少女前来 小伙计迎上去 笑道 客人是想当东西 有个东西 要点到 那紫衣少女开口道 这位客人 要点当的是什么东西 能否先看看货 小伙计笑容可居道 他能够看出来 这少女非富极贵 笑容更热烈了一些 谁知道 对方摇了摇头 我要见你们这里管事的 这 这不合规矩啊 客人 小伙计摇头道 他见过不少来这里找茬的 有的也不乏富贵豪门 可是风仙荡铺 从来都不怕这些个人 少女并没有脑 他淡淡地说道 我要当的东西太大 你看不起 被那双眼睛一看 小伙计竟然有一种 如坠冰窖的感觉 他还未说话 就听见一个娇媚的声音 响了起来 哟 是谁要见我呀 从后头走出一名妙龄女子 这女子生得不算美丽 却浑身上下 透着一股子勾魂夺魄的妩媚 沈妙身后的几个护卫 皆是有些脸红 这位客人是想见我吗 那女子扭腰款款而来 笑着问道 沈妙摇头 我要借你们管事的 白小生 女子的笑容煞时间 僵硬下来 白小生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行业 人生在世千姿百态 有王朝皇宫 也有江湖百姓 三十六行七十二夜 有这么一种人 他们属于三教九流 听起来也不大正经尊贵 然而在其中 有着不少门路和作用 有的时候 朝廷和江湖之间 那一点点零星的关系 也就是靠这些三教九流的人 维持起来的 而白小生 就是这其中的一个行业 顾名思义 白小生和包打厅有些相像 在数百年的传承中 这个行业出现的次数并不多 寻常人家或许听也没有听过 至于在哪里 有什么人 更是无人可知 但不知道 不代表不存在 这电荆城中的风仙荡谱 就是如今名其的白小生 那红衣女子 看着神妙的目光 渐渐肃然起来 倒让身后的默情几人 有些莫名 他们虽然在军中 也曾混迹江湖 可还真的不知道 白小生是个什么玩意儿 自然也是的 无论是来风仙荡谱 还是白小生 寻常人都不会知道 来这里的人 都是有准备的 姑娘是 红衣女子 试探地问道 我来做一笔买卖 闻言 红衣女子神情 又是微微移动 随即 在那小伙计 愕然的目光中 微笑着 对神妙说道 这位姑娘身上的东西 小逼价值昂贵 既然如此 请随我去后面谈 啊 这就未便不必了 姑娘 默情几人也要跟上去 被红衣女子拦住 金哲有些担忧 沈妙若是一个人进去 也许会遇到什么意外 你们留下吧 做完这笔买卖 我就回来 沈妙说道 沈妙和红衣女子走后 默情几个留在外堂中 沈秋给沈妙的一个护卫 问默情道 默兄 小姐来这里究竟是做什么 到底是杀人见喜过的 对于危险 自然有些直觉 那红衣女子的神情 和沈妙之间的对话 让几人已经察觉到 此事的不简单 我也不知道 默情苦笑着摇了摇头 看向那通往里头的走廊 说道 小姐自有分寸 红衣女子带着沈妙穿过走廊 这走廊很长 走廊的尽头 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木制楼阁 共有六层 上头拢着青纱 看不清楚里面的模样 不过 瞧着修缮得也极其精美 至少 那做成柱子的木头 也是价值千斤的晚香木 外人皆是传言 风仙当铺的家主 家财万贯 否则 当铺生意 只是差强人意 竟然也可以维持那么多年 毕竟 在定经最繁华的地段 买下这么大一块地 却入不敷出 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销售得起的 不过 沈妙却知道 风仙当铺之所以财大气粗 自然是因为 他们赚银子的法子 根本就不是典当东西 做的是五本的生意 自然一本万利 红衣女子将她迎进楼阁的最底层 在最底层中 寻了一间屋子 让她坐下 那是一间茶室 茶室中的红木桌椅上头 雕刻着山水画 雕刻栩栩如生 一看便知道 工匠手艺精巧 价值当然也不菲 我叫红灵 女子笑了一笑 她这一笑 眼角几乎昧的 能够滴出水来 仿佛风情都是刻入骨髓之中 她问道 姑娘如何称呼 我姓沈 沈庙打倒 在沈庙打量对方的时候 红灵也在打量沈庙 她心中暗暗吃惊 起初以为是哪家的富家小姐 前来风仙当铺捣乱 谁知道 竟然从对方的嘴中听到了白小声 知道这大约是行家 便将她迎到里面来 不过 红灵在风仙当铺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年纪这么小的主顾 她也拿不准对方知道多少 怕是第一次做买卖 想着要不要敷衍 原来是沈姑娘 红灵笑道 不知道沈姑娘来怎么风仙当铺 是做买呢 还是做卖 做买 也做卖 买卖同时做 红灵忍不住一愣 周围几个伺候的轻衣女童 似乎是第一次瞧见红灵这么势态的模样 都悄悄地瞥了一眼沈庙 收起心中的震惊 红灵继续笑道 那不知沈姑娘做的这笔买卖 价值又是多少 沈庙摇了摇头 红灵有些不明白她的意思 啊 沈姑娘 沈庙的声音十足平静 方才我在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我要做的这笔生意太大 她看不了 你也看不了 想谈的话 找你们的主子来吧 红灵的嗓子有些发色 这么多年 她长袖善舞 但是因着来做这买卖的人 都知晓白小生是什么行当 对她也是客气有礼 如今 还是第一回被人这般不客气的招呼 一时间本能的想要发呼 抬头对上神妙的目光时 却是微微一愣 对面的少年年纪看上去并不大 一双眼睛清澈如水 然而看人的时候 似乎有星点的良意 碰裂开来 平平静静的模样 却莫名的有一种威严 红灵觉得 对方看她的眼神 真的没有一丝忌惮 而是单纯的 由上往下的俯视 红灵心中一个机灵 那点子恼怒 瞬间就没有了 来来往往做生意的人这么多 她看人也算看得准 这姑娘的气势有点惊人 不知道是什么来路 竟让她觉得有些慌然 沈姑娘 我便是这里管事的 有满门要做 自然是与我做 尽管觉得 沈妙身份非常忍 红灵却也不是被吓打的 她脸上的笑容 更加艳丽了些 再多的银子 我也不是没有见过的 和银子无关 我说过了 这笔买卖 你做不了主 沈妙微微一笑 她瞧了一眼四周 我带着诚意而来 你们却无诚意 白小生 也不过如此 红灵从未遇到过 这般不客气的人 当即 面上的笑容也冷了三分 说道 我倒是觉得 沈姑娘不像是 成亲来做生意的 既然沈姑娘信不过我 我也没有办法 沈妙盯着她 半晌后 开口道 如此 我便先迈给你 一个消息吧 红灵一顿 只听得对面的少女 神情平静 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当初江南玉州 陈家姊妹失踪 下落不明 这个消息 卖给你如何 若是觉得 这消息价值不错 就请让掌柜的 与我见一面 再谈买的消息吧 红灵身子一震 震惊地看向沈妙 片刻后 她端正了脸色 说道 三清沈姑娘 稍等一刻 红灵先退下了 红灵匆匆离开了 顺下的茶室中 几个青鹰女童 好奇地看着沈妙 显然不知道 为什么听了她的话 红灵会突然离开 沈妙看着手中的茶盏 茶是上好的军商迎针 入口茶香浓郁 配着茶室里淡淡的熏香 让人不由的心旷神意 显然 这里的主人极会享受 白小生这个行当 做的是江湖消息 江湖消息中 分的是买消息和卖消息 有人要买消息 有人要卖消息 买消息的人 与卖消息的人对上了 这笔生意就成了 白小生这个行当 便如同战场上 烽火传递的交接点 做的就是将买方和卖方接上 而沈妙要卖的这笔消息 则是当年轰动名其的一桩悬案 江南玉州首付陈架 有两株 生的是绝色青城 这样的容色 若是进宫 定能挣个非平荡荡 莫说世上美人画皮 不过都是红颜白骨 真的美人 便如同最精美的玉器 多瞧一眼 都是亵渡 陈家家大业大 有这么两个女儿 并非就是好事 女子容貌太盛 又没有能与容貌相匹配的保护能力 只怕会给家族带来祸事 好在 陈家不仅是江南首富 更在江湖中 又一席之地 陈家广结人脉 陆林朋友众多 陈家老爷 更与一派掌门有恩 陈家也算是背后有靠山 谁知道 就算是这样 陈家姊妹在十六岁那年 花灯节当日 还是在人的眼皮子底下 不见了 陈家搜了许久的胃骨 距离陈家姊妹失踪后 已经有三年了 陈家一直花费人力财力 在寻找这两个女儿 虽然深知已是凶多吉少 却从未放弃过 甚至辗转找到了白小生 花重金要买消息 然而 这一切都没有消息 如今 这个存了三年的生意 突然有人要卖 红领怎么能不惊讶 陈家富的酬金 想必不菲 白小生只要做成这笔生意 就算分成 也能分到不少银子 生意人 按银子说话 沈庙就不相信 找不到那个背后的主子 风仙荡库里头的这座楼阁 叫做林江仙 做买卖的就在第一层 从此以上的第二层到第六层 都是家主自己享用的 此刻 第六层的茶室中 卓情正坐着三人 语书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羔羊皱眉 看向对面的人 连个招呼也不大 在他的对面 坐着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年郎 这少年生得很可爱 和谢锦型烈日一般 琢磨的英俊不同 也不同于羔羊 温和如水的秀气 这少年生的 就如一个林家小子一般 有一种莫名的亲和力 他穿着一件 弧绿色的长袍笑起来 颇为讨喜 他开口道 听说定经计划有变 通小年二人肯定需要 我这样神通广大的 得力干将相助 特意回来出手 回答他的 是高杨的一声冷笑 不过谢三哥 教育说的少年 忽而又转向他 说道 以翠楼的少妖姑娘 最近对我又是挨打不理 深感惶恐 三哥历来招姑娘喜欢 不如教一教我如何 这看上去亲切无害的少年郎 却是个游戏花丛的老手 谢景星看也不看他一眼 说道 看相貌 啊 难道三哥认为我这样的人 相貌不英俊吗 少年愤怒的脸都战红了 想当年 我在 也是一枝花 万人追捧 三哥说这样的话 莫非是极度啊 高杨看不下去了 把语叔的脑袋 往另一边一搬 这语叔 再这么说话 你就回去吧 语叔立刻坐着身子 正色道 呃 三哥 我们还是来说说此行的计划吧 他的话还未说完 便接楼下上来一名红衣女子 自熟妩媚 倒也没进来 隔着沙连 远远地叫了一声 家主 红灵啊 语叔寻寻善诱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虽然你生得好看 不过我兄弟几人说话的时候 还是不要上来了 虽然我宠你 也不能如此不知进退吗 他生得稚嫩 仿佛不知人事 说的话 却如老油条一般 也只亏得红灵是他的手下 怕若是寻常少女 听他说三言两语 怕是要羞的 脸都红了 家主 是 是有一笔大声音 客人非要见您 红灵开口闹 哼 语叔摆了摆手 谁家小子这么嚣张 我封仙当铺又不缺银子 谁还少不了他那笔生意来着 不做就不做吧 让他走走走 想见小爷 门都没有 可是家主 那笔买卖不是一般的 哎呀 说了不做了 封仙当铺不伺候那些人 语叔伸手 你面前的点心吃 红灵有些犯难 却也无可奈何 正要退下 却听见那一直不知在想什么的紫衣少年 开口问道 是什么买卖 红灵一正 看了看语叔 他知道 面前这二人和家主关系匪浅 可说到底 这也都是机密之事 就这么说出去 只怕 语叔看到他犹豫的目光 已拍大腿 叫你说你就说嘛 这二位都是自己人 也就是我封仙当铺的掌柜的 他们的话就是我的话 日后我不在 他们就是掌柜的 话音未落 高阳又呵呵了一声 红灵见状 放下心来 笑着说道 是来卖消息的 卖的消息 是三年前江南豫州 陈家姊妹的那桩案子 话音刚落 高阳手心惊异地叫起来 陈家案子 隔了三年竟然有消息 这买卖有点大呀 不错 谢景行也开口道 陈家在江南一带 势力重广 接下这笔买卖 除了银子 好处更多 说来说去就是要做了 语叔抓了抓头 说道 你们都这么说 那我也去看一看吧 我倒要看是哪位小子 竟然敢这么消息 小爷我 小爷见面可是很贵的 红领忍不住笑了 不是小子 是位姑娘 姑娘 语叔的面色一变 顿时喜笑眼开 嘿嘿 长得俊吗 很近呢 看着就是个知书达理的 语叔蹭的一下站起身来 胆了胆袍子 冲谢景行二人拱了拱手 笑道 二位哥哥 小弟先告辞一步 说吧 转头就冲红领急切地说道 在哪呢 走走走 红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待他二人离开后 高阳才叹了口气 一脸恨铁不成钢的 对谢景行说道 我以为他来定金也没什么用处 你还是让他回去吧 当个靶子也好 谢景行轻描淡写道 沈庙坐在茶室中 低头看着茶杯中沉浮的茶叶 门口传来脚步声 紧接着沙连被掀起 红领走了进来 恭敬的微微弯腰将身后的人 引了进来 沈庙抬起头 来人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看上去有份难得的天真 穿着一件弧绿色的长袍 绣着鹿样的花纹 人都说衣裳看出性子 这少年郎的性子大约也是欢快的 这似乎符合他的年纪 可沈庙心中却更是对面前的人 起了几分深思 能将风仙荡谱打理得当 手中还掌握着白小生这门行当的命脉 实在是不容小觑 这少年也绝非表面上看上去的纯粮 在下纪语书 他在沈庙对面坐下 笑着对沈庙拱了拱手 纪掌柜 不知沈姑娘方灵几何 他先抛出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沈庙畏微一愣 答道 十四 哦那正是方华好年纪啊 他搓了搓手 眼中一抹涉成 不知可有婚配 家中还有姐妹缝 活脱脱一副调戏良家少女的灯头子模样 红绫抽了抽嘴角 撇过头去 似是不想看到自家主子这般无赖的行径 沈庙轻笑 看来纪掌柜不是来做买卖的 说完 做事要走 哎 纪语书吓了一跳 哎 有话好好说 沈姑娘莫急 咱们现在就谈生意 沈庙这才停下来 继语书 小声嘟囔 看着性格温柔 怎么这么凶呢 一转眼 瞧见沈庙轻零零的目光 顿时又坐着身子 说道 嗯 沈姑娘要卖江南陈家那桩消息 容我多说一句啊 三年前姑娘方十一 这等事情是怎么知道的 横竖做不得假 卖消息的人和卖消息的人 终是要见面 真消息还是假消息 得由那边决定 记长会担心什么 此话一出 红灵和纪语书的神情同时一顿 看向沈庙轻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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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有耳闻 故来一试 沈庙回了他八个字 可谓滴水不漏 害得季语书故作风度的笑容也僵了一僵 季语书演出的转了转 忽而画了个话头 那么沈姑娘想卖这个消息 卖多少银子呢 买消息的人会挤付银子 一部分给卖消息的人 一部分给白小生 这其中多少银子也要在之前谈吐 在这之后 我还要买一个消息 如果季掌柜能够卖出我想买的消息 江南玉州陈家的银子 我一分不收 还倒给你拿 季语书倒吸一口凉气 说实话 风仙当铺开张这么多年 好多事情都是交由红领打理 他不过是做个甩手掌柜 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但也是非常简单的生意 平的就是三教九流的人脉和交情 若说动脑子的事情倒是少得很 谁知道 今日和沈妙的一番话 只觉得对方话里连弯带管 让他有些应接不下 譬如此刻 实在是季语书无法理解之事 不过他还记得自己是个生意人 就问道 沈姑娘要买什么消息 看这势头来头不小啊 若是找不见 只怕银子也要耽搁多年 我倒是不觉得是好法子 如果季掌柜愿意的话 不需要多年 当下便可 这和我愿意有什么关系 季语书瞪大眼睛 我并非卖法 我要买的消息 是欲侵王府图谋造反 但是这个消息 并非是买给我自己的 而是买给名其帝王家 季掌柜明白了吗 季语书先是被他话里的字眼惊了一跳 险些仰面翻倒过去 看疯子一般的 看着沈妙 红灵也瞪大眼睛 看着沈妙平静地说出这些大逆不道的话 只觉得脑子有些发晕 茶室中安静了半上 直到那熏香燃烧的一小段 季语书猜到 红灵 你带他们出去吧 红灵连忙将几个女童带了出去 临走时看了沈妙一眼 后者端起茶杯 眼神平静地如一汪潭水 沈姑娘 季语书说道 你这不是在买消息 是在做消息 没有人会直接了当地将消息说给一个中间人 沈妙这笔买卖 与其说是做给外人 倒不如说是奔着白小生来的 她要借着白小生这个行当的口传出一些留言 然后让这些留言偶然地传到皇室中去 白小生在三教九流中市井深处有不少人脉 都如同滑不溜秋的泥球 到时候往人群里一钻 干干净净 怎么也查不到源头 放出留言这回事 寻常人家哪怕是官家 沈妙也无惧 但是要牵扯到皇家就不能拿沈家冒险 这就是她的筹谋 沈妙微微一笑 无论是买卖还是做消息 富贵选中求 纪掌柜不敢做这笔生意吗 纪语书挠了挠头 如同为难的少年一般 沈姑娘的条件我自然很动心 可是风仙当铺不是摆撤 也不是用来博弈的工具 若是因为在下一人贪婪 而让风仙当铺惹来祸事 实在是愧对祖师爷 她双手核实 如今白小生这个行当 本就凤毛麟角 为了祖师爷我也不能冒险 对不住了沈姑娘 她站起身来 冲沈妙行了一礼 沈姑娘要做的消息 风仙当铺不解 先前要卖的消息 若是没改变主意 我便命人记下一笔 等江南陈家来了消息 便命人去给姑娘知会一程 基于在哪里知会 姑娘失日后来当铺便是 说完这句话 季语书便真的充满歉意的 对她笑了笑 转身要走 在她的脚步即将跨出茶室的时候 身后传来沈妙的声音 季掌柜 生意的筹码不够 再加上威武大将军沈家 做不做 基于书一愣 转过身来 紫衣少女垂着头 看着面前的茶盏 好似能在里头看出朵花来 她的声音平静无波 却带着一种沉沉的紧张 让整个茶室都显得异常逼色起来 若是你能答应做这笔声音 定睛成威武大将军府 从此就成为你白小生的人脉 楼上高阳和谢锦行还在喝茶 忽然听见紧张的声音 哥哥们 不好了 抬头一看 却是季语书冒冒失失的跑进来 她一把掀开珠帘 往桌前一坐 将方才留下的杯子抓起来 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茶 灌下肚才喘了口气 说道 吓 吓 吓死我了 你怎么了 高阳打吹道 方才不是急急忙忙下去瞧美人了 怎么 美人不美 美得很美得很 那可就奇怪了 高阳摸着下巴想了想 莫非是美人很凶 你惹得人家动怒了 如季语书这般轻挑的人 真是到哪儿人生寒打 害羞的少女还好些 年纪稍大些的 往往是朝她朝得欢乐得很 岂止是很凶 季语书心有余气道 那简直是个妖怪 我做白小城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做买卖的 不就是江南陈家那件事 莫非他狮子大开口 银子要的很多 岂止是狮子大开口 简直是无底洞 到底是什么 谢景行瞧了他一眼 再不好好说话 我就把你从这里扔出去 这位客人 卖江南陈家的消息不要银子 说是要用来抵买消息的银子 你们知道他要买的消息是什么吗 他要为皇家买消息 买的消息是欲亲王府图谋造反 娘的 季语书忍不住骂道 这是要拿咱们封仙档布当法子 要咱们给他造个消息 高阳和谢景行文言 神情倒是渐渐的严肃起来 季语书爱玩 大约不知道其中的厉害 可是他们二人却知道方才季语书话中的凶险 这客人用的手法也着实凶惨了些 季语书还在不甘心的嚷嚷 这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做得好好的封信档铺 就要给别人当法子 以后出了事他一溜烟跑了 遭殃的是我这档铺 当我傻呀 既然如此你不应就是了 嘿嘿嘿嘿 季语书突然一改愤然笑了两声 说道 若亏我会讨价还价 逼得他松口出了个大价钱 你们猜是什么 什么 谢锦行懒洋洋的问道 是定精威武大将军沈家呀 做成这笔生意 沈家就是白小生的人脉之一 看我刚回来就帮你们这么大一忙 快感谢我 季语书笑得狂放 沈家 谢锦行盯着他缓缓开口问道 来人是谁 一个小姑娘 长得挺好看的 姓沈 估计也是沈家人 季语书挠了挠头 就是凶得很 对我的风华视若无睹 话音刚落 茶室中便陷入诡异的寂静 片刻后 高阳才笑着看向谢锦行 我大约知道是谁了 这沈家的小姑娘 着实厉害 虽然笑容温和 语气中却透露出几分伶� 其实我也觉得奇怪 季语书打了个韩战 挠头道 方才他过来的时候 我仔细瞧过了 不像是第一次来 白小生做买卖 我问过红灵 从前未曾见过他 咱们这行当本就隐秘 定睛城中的官家 除了那几家 怕也是无人知道 怎么他就知道了呢 这姑娘本就不简单 高阳思索着说道 我原先以为定睛城沈家 只是无脑的肥肉 迟早被人吞了 如今看来 倒是比想象中的水深 他扫了一眼谢锦行 发现后者低头沉思着 便问道 你如何想 谢锦行抬起头 看向季语书 他的条件你硬了没有 这么大的事 我总要跟你们商量商量 季语书一口一个糕点 不过我估摸着 沈家家大业大 手上兵力也不弱 如果那沈家小姑娘说的是真的 日后谢三哥谋事 应当简单许多 她毕竟不晓得 咱们这风仙荡铺 私下里却是三哥的产业 欲报相争 余翁得利 那姓沈的小姑娘 大约不知道自己许下的这个承诺 最后却是便宜了谢锦行 然而 也误怪她 因为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连在风仙荡铺做了多年管事的红灵 也不晓得 话虽如此 高阳沉隐道 嗯 这一把堵得也太大了些 她要造的消息 一不小心就会招来皇室注意 咱们眼下行事无比小心 若是出了差错得不偿失 至于多一个沈家少一个沈家 最初的计划里也没有沈家的力量 倒是不必那么伤心 你说的也有道理 姬语叔点了点头 看一下谢锦行 不过说到底 还是得三哥拿主意 他的条件 你硬了 谢锦行话一出口 高阳就皱眉道 为何如此草率决定 沈家既然已成变数 不见得在日后就没有作用 用来对付某些人尚可一战 至于他要造的消息 是冲着玉清王府来的 恰好 倒不必我们出手收拾 也省了事情 谢锦行这么一说 几人也才想起 姬语叔一拍巴掌 对啊 我差点忘了 他是要遭玉清王府谋反的消息 这是冲着玉清王府去的吗 玉清王府和沈家有仇吗 姬语叔方回定京城 平时也不留意观家小姐之间的风流事 这些尚且不清楚 还有些莫名 高阳心中了然 他知道沈庙和玉清王之间的恩怨 心中不由得有些侧目 若是寻常女儿遇着了这种事 无不是惧怕于玉清王府的权势 沈庙非但不怕 还在伺机反扑 他倒是聪明的景 玉清王府背后有皇室撑摇 就先离间皇室 如果皇室对玉清王有所怀疑 自然 玉清王府背后的那张保命符 也就没什么用了 不过就算如此 他还能做什么 接了这笔生意 尽快通知江南陈家 好 嗯 放心吧 我已经让弘灵烧信给玉清那边了 陈家的案子拖了三年 不过我可不知道那沈家小姑娘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 嗯 毕竟当初陈家想了千方百计都无音讯 眼下又怎么会被一个小姑娘知道 如果她的消息是假的 估计陈家人也不会让她好过 纪语书嘴里塞着点心含糊不清的说道 他既然来卖消息就是真的 谢锦行皱了皱眉 只是此事还有不通之处 你是饭头吗 高阳看着纪语书狼吞虎咽的模样忍不住摇头道 哼 难道你一个风仙档铺的掌柜从来没吃饱过饭 嗯 纪语书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 别的地方的点心哪有三哥带的厨子做的好 我上次带了三哥厨子做的点心给韶瑶姑娘 韶瑶姑娘竟然对我笑了 可见 他年齐快点心在高阳面前晃了晃 总有些不同之处 高阳懒得说他 突然间气语书突然面色一凝想到了什么 又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 说道 说起来 因为沈家姑娘最后仍是给了我一千两银子 要买一则消息 什么消息 谢锦行和高阳同时看向他 说是要找一个人叫刘盈的姑娘 说是大约是青楼厨管的姑娘 就在这定金城中 让我务必要找到她 他好奇地问道 他找青楼姑娘做什么 莫非也和我一样爱好美人 高阳和谢锦行对视一眼 前者迷惑不解 后者只是微微摇头 被红林送出来的时候 莫请几人见沈妙安然无恙 才松了口气 沈妙在里头待的时间太长 要是再多待一刻 只怕几人就要冲进去抢人了 沈秋在临走之前千叮宁万嘱咐 沈妙如今招惹了麻烦 路上务必小心 要是真的将沈妙丢了 沈秋回头不掀了几人啊 红林客气地对沈妙笑道 沈姑娘十日后再来此处就可 多谢洪管事 沈妙也轻轻回道 倒是那门口的不一小伙计 大约是第一次见到红林对人 如此毕恭毕敬 忍不住多看了沈妙几眼 在沈妙一行人上了马车离开后 小伙计忍不住问红林道 管事的 那姑娘什么来头啊 好好做你的事去 红林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头 想了想又道 下次见着这位沈小姐嘴巴放甜心 那可不是为简单人物 小伙计连忙硬了 红林看着马车远去的身影 心中叹了口气 定睛城中果真是英才辈出啊 如今连个小姑娘 都能这么不动声色地谋大事 比起自己的家主来 似乎也不遑多让的 马车上水庙一直陷入沉思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金哲和谷雨怕打扰她的思绪 一直没有说话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 沈妙今日来做的是什么生意 明明是当铺 却也不知道当的是什么东西 不过沈妙不说的事情 两个丫鬟也不会多嘴 却是路过了一处的时候 谷雨笑着说道 前面就是广福斋了 许久未出门 不如让奴婢去买些广福斋的点心 广福斋的点心向来抢手 眼下还味道人群最拥挤的时候 买一买也无妨 虽然沈妙自己不大喜欢吃 罗雪燕和沈秋却喜欢 沈妙点了点头 嗯 你去吧 谷雨便跳下马车 自己先去了广福斋 莫青几个围着马车 他们几个护卫生的人高马大 有些惹眼 一时间路过的人都要看两眼 沈妙掀开帘子 本想透透气 却被一个人吸引住了目光 那人大约也是方从广福斋出来 手中还拎着一包点心 目光恰好在空中与沈妙对上 忍不住也是微微一正 正是裴郎 沈妙已经许久未去逛文堂了 他既不想拨什么财女的名声 也不想凭这个考取功名 这些日子忙着自己的事 倒是忘记了还有这么一遭 他看着裴郎 突然笑了笑 在马车上冲他点了点头 裴郎一时间有些恶然 事实上沈妙是他的学生 名其还是很看重尊师重道的品格的 谢锦兴那样出格的不算 但凡是学生 对待自己的先生 总是要客客气气的 可是沈妙方才那点头 给了裴郎一种错觉 仿佛他还要仰视沈妙 沈妙还要高他一头似的 还没来得及等他反应 沈妙已经放下帘子 马车上的墨琴几个注意到他的目光 都是有些警惕的看着他 裴郎顿在原地 这般无理的举动 如他这样骨子里傲气的人 本来就应当是会生气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除了心中有些哭笑不得以外 竟是一点别的情绪也生不出来 大约是沈妙这些日子表现出来的强势 让他觉得 若是沈妙规规矩矩的头那些学生一样 向他卖官 他也会不习惯的 摇了摇头 裴郎只得走了 感觉到马车外那道注视的目光离去 沈妙垂眸 看向自己的袖口 对于裴郎 他的感情很复杂 他恨裴郎 当初在傅修仪对待婉鱼和复明之事上的无动于衷 可也知道 裴郎只是在做一个他认为的中军之人 先生恩怨已了 既然今生还有用得着裴郎的地方 他就不该在此事上求解 只是 心中究竟有些不舒服罢了 这么想着的时候 古语已经买完点心回来了 但回到沈府 天色还不算晚 沈丘也住西院 沈妙打算去给沈丘送些点心 方走到大堂 恰好遇见任婉云扶着沈青走了出来 任婉云看着沈妙的目光像是含着刀子 沈青的眼神更是怨毒无比 就连古语和京哲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双双的将沈妙护在身后 吾姐这些日子倒是不曾去给老夫人请过安 沈婉云却是提起了另一叉 莫非打算做不孝子孙 沈妙扫了她一眼 沈婉云如今就像是一条疯狗 逮着谁咬谁 一边忌惮沈青和罗雪燕 一边又不甘心沈青白白吃了亏 只能做些不痛不痒的小动作 可是沈妙毕竟不是下达的 名声 她倒是一点都不惧怕 她微微一笑的看了看沈青 二婶如今还有心理来管我的事情 也不怕大姐姐伤了心 皇后娘娘的赐婚可是来得及 下个月便要入王府了 二婶也得教教大姐姐一些事情才是 毕竟嫁的不是寻常门户 可是亲王府啊 说吧 沈妙便头也不回地 带着经哲和谷雨走远了 沈婉云气得浑身发抖 这些日子她越是生气 就越是觉得脑子很乱 就连沈归越发的宠爱那个万姨娘 都没空理会 万姨娘生的沈东霖也一改往日的娇若无依 闭门不出的形象 时不时给沈桂做些吃食 有了沈青的衬托 越发显得乖巧 她和那个万姨娘一起 将沈桂哄得服服帖帖 沈婉云和沈青 反倒是一日不如一日 而这一切 皆是因为沈妙而起 否则以沈婉云的手段 当初被她治得扶小做低的万姨娘 哪里还会有今日这般嚣张的时候 娘 身边的沈青拉了拉她的手 这些日子她受尽冷眼 从前嚣张浮躁的性子收敛了许多 她眼中的怨毒不解 抹着牙说道 别担心 忍一忍 等我进了亲王府 就算是拼了这条命 我也要让御亲王对什么要出手 我一定不会让她好过 因着沈青已经有了身子 皇后娘娘的刺婚就定在下雨 免得时候久了不好收场 这么短的时间又是圣旨 沈婉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沈青往火坑里跳 千儿也莫怕 沈婉云说道 你哥哥很快就回来了 袁儿最聪明 等她回来后 必然也能想法子 让了小贱人身败名裂 沈云也会赶回来参加沈青的亲事 沈婉云的目光闪了闪 如今她是孤立无援 若非还有沈圆白照着她的话讨好老夫人 只怕那个老妇也不会帮她 沈妙回到西园 意外地看到沈秋正在院子中等她 瞧她回来沈秋才松了一口气 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一番 问道 怎么去了这么久 还以为出什么事了 天子脚下朗朗白事 谁要是动手谁就是傻 沈妙将点心递给她 回来的时候买的 给你 沈秋一愣有些感动的接了过来 这次回来沈妙对她的态度转变的 让她尤为惊喜 爹和娘怎么不在 刚回京同僚应证 沈秋剩下左右看了一眼 道 妹妹你今日不在 这几日爹和二叔三叔有些冲突 刚老夫人还将爹狠狠训斥了一通 爹和二叔三叔起冲突 沈秋看了看沈妙的神色 想了想才到 妹妹你也知道 之前因为祠堂的事 爹娘对二叔三叔有些不满 自然不怎么搭理他们 老夫人大约是急了 也才训斥了爹 说到此处 沈秋面上忍不住流露出不平之色 老夫人这心长得也太偏了 爹有什么错 二叔三叔在府里本就没照顾好你 我都生气更别说爹了 沈秋没有叫祖母而是老夫人 显然对沈老夫人也是颇有微词 说完这句话 沈秋又忍不住看了一眼沈妙的脸色 沈妙这些年到底是被沈老夫人养大的 从前每次回来 见她也是对沈老夫人恭敬得很 沈秋一时冲动说了这些话 心中有些拿不准沈妙会不会反感 只见沈妙淡默地说道 亲书有别到底流的不是自己的血 自然有所偏看 沈秋似乎是为自己找到一个同盟而高兴 没错 爹是看在祖父的份上孝敬的 这么多年做的也实在是够多的 竟然骂爹不孝 骂爹可不止因为二叔三叔的事 怕还有这一回爹未曾将陛下赏赐的银子交出来也有关 沈老夫人爱财如命 这一次沈信一位心中怒疾将赏赐自个留下 假之沈妙也没有提出要将银子送过去 时间久了 沈老夫人自然是坐不住了 厚着脸皮来找茬了 可真是 沈秋似是想说什么 又觉得在妹妹面前这样说不好 忍耐下来说道 那又怎么样 爹的东西 想给谁就给谁 没错 所以他骂由他骂就是了 只要面子上过得去 不去理他 他也翻不出什么花样 只是 爹性子过于固执 有些事情面上还是要多忍伤 实际一到 自然有出气的机会 沈秋觉得沈妙这话说的有些奇怪 却又盈盈的猜到了些什么 他笑道 一年不见 妹妹的性子倒是强势了许多 沈妙不去可否 接沈秋已经打开齿包 捡了一块个头大的点心扔到嘴里 嚼了几下 说道 定京城的点心就是好吃 我们在西北大漠哪有这么精致的东西 沈妙安静地看着他吃东西 片刻后轻轻开口问道 大哥的忠意怎么看 忠意 沈秋头也不悔地说道 自然是京中报国 铁血杀外敌 扬威天下 当国家动量 罢了又问沈妙 妹妹问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 沈妙摇了摇头 轻声道 你吃吧 沈妙的眸中深处 却有暗闪闪过 出雪乍情 定京城下了一夜的雪 日光照来的时候 屋檐下夜里冻着的冰晶 都给照得亮闪闪的 煞是好看 大街上有调皮的孩童 蹲下身子抓一把雪 团吧团吧做个雪球 互相扔着玩闹 遇事到了年尾 顶京城也就越热闹 好似一年到头的辛劳 都在这尾头结成了丰硕的果实 风仙荡铺外外延 整整齐齐挂着一排红灯笼 这不是普通的红灯笼 灯笼不知道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 里头似乎是混了金色的纱线 大白天的在日光下 竟然也闪闪发光 灯笼底下挂着的坠子 也是亮晶晶的琉璃珠子 一闪一闪的和冰晶相应成趣 这当是财大气粗才这般做派 外头自有守着的护卫 否则光是来偷灯笼的人 他也是络绎不拒 不一的小伙计 笑容满面的迎接客人 来风仙当铺做生意的人 向来很少 火鸡一般也都是爱偷懒的 可是今日却一反常态的分外精神 好像笃定一定会有客人前来似的 风仙当铺长长的走廊后 另一片天地中 茶室里红衣女子笑容妩媚 亲自端着点心进来 送到里头笑着说道 厨子做的点心请我先尝尝 说着便又款款退了出去 茶室里坐着三个人 一人穿着狐绿长衫 笑容亲切又和气 他对面的二人 约目二十多岁 竟是生得有七八分的相似 显然这是一对兄弟 二人皆是浓眉大眼 腰中佩剑 颇有几分江湖气息 此刻这对兄弟中年纪大些的 说道 机掌柜 那买消息的人 莫不是狂我们兄弟二人 怎么迟迟未出现 继语叔笑道 陈兄不必心急 当日我与他说好 只说今日再次碰面 却未及时辰 总归是在今日也不会太晚 还望二位多担待些 说吧 心里又将对面两人 骂了个狗血淋头 哪有大清早天刚亮 就来做买卖的 他人都还是懵的 若非看在江南陈家的面子上 并直接让火炬轰人了 实不相瞒 陈大少爷陈月山开口道 我兄弟二人得知消息 本来该大半月才能到定京 愣是马不停蹄地赶路 路上马都累死了几匹 无非就是得知了两位妹妹的消息 机掌柜也知道 这三年来为了找到妹妹们 我们费了多大的精力 却一点消息也无 如今好容易有些苗头 自然是心急了些 还望机掌柜不要看笑话 这陈大少爷倒也会说话 大约是看出了 继语书对他们二人来得太早 有些不悦 半是解释 半是赔罪 继语书的心中 舒坦了一些 笑容也就坦诚了几分 笑道 这几年啊 我也帮你们一直留意消息 如今有了眉目 我也心中甚感安慰啊 希望我们在这里等他 其实也没什么 陈二少爷陈月海 要年轻一些 说起话来更加的年轻气盛 他道 只要那消息是真的 等上大半个月又有何妨 可若是假的 这般戏弄我们江南陈家 可别怪我们兄弟不客气 其语书方才和缓的心 顿时又不悦起来 陈家兄弟耍横 他不管 可是在他的地盘上耍横 实在是让他极为不爽 当下笑容不变 语气却是冷了些 哈哈 我封仙当铺直观买卖消息 这生意做得成就是换银子的事 做不成就一拍两散 陈兄想要如何我不管 我这封仙当铺 却是个清清白白做生意的地方 当不起麻烦 陈月山一顿 狠狠地瞪了自家弟弟一眼 他自然知道 对面这个看似亲切无害的少年 手段厉害之处 必然不会如他此刻表现的 这般简单 陈月还瞧见兄长的神情 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一时也没有继续 气氛沉默了起来 又过了半晌 门口有脚步声 却是红铃笑盈盈的上前掀开珠帘 从寄语书 笑道 掌柜的 客人来了 陈家两兄弟下意识地朝门口看去 自红铃的身后走出一名紫衣少女 这少女模样清秀可爱 看样子大约是十三四岁的模样 可不知道为什么 眉目间平静如水 竟又像是年纪大了不少 一时间让人有些迷惑 只见她掀开帘子 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正寄语书点了点头 季掌柜 这位姑娘 陈月山艰难开口 询问道 可是卖消息的人 红铃又笑着退了下去 茶室里只剩下陈家兄弟 沈妙和季语书 沈妙开口道 不错 陈月海的面色就变了变 冷笑道 姑娘 三年前你才多大 我不是故意细手我们二人 得到消息的迟到有很多 也许不是我亲眼见到 也许并非三年前就迟到 做买买想要结果 况且区区一个陈家 倒还真的没有什么值得戏耍的 扑的一声 许语书忍不住笑出声来 方一笑 瞧见陈月海难看的表情 连忙又正色的 嗯 沈姑娘说得不错 做生意想要的是结果 至于过程如何 倒是不重要 是吗 陈月海看着沈妙,不冷不热道。 那不知这位沈姑娘就这么能够保证消息是真的吗?做生意讲究结果不假,所以结果若是真的,我们兄弟二人自然是重惊仇气。可若不是真的,你可知后果如何? 说到最后,陈月海的语气陡然阴森。混江湖的大约都有几分凶狠,那一瞬间爆发出的凶力倒足可以恐吓常人,至少恐吓个小姑娘绰绰有余。 却静静默中,沈妙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神情一丝波动也无。他这样平静的模样,倒显得陈月海像是一个无理耻闹的人一般了。 金语书想笑,又不能笑,只得憋着。一只沉默的陈月山终于开口了。 沈姑娘,我弟弟有些莽撞,我替他道歉。我们二人是诚心诚意地来买这个消息。 若是姑娘的消息是真,我们定奉上万斤酬谢。 万斤倒不必,你们瞧着给点就是了。 只是江南陈家门路重广,我也不过是想结个善缘。 说不定日后蒙难有什么需要陈家帮忙的地方,还望二位看在这个消息的情分上,能给予照付。 沈妙面对两位年纪比他大得多,也尽是多得多的男子,说话也丝毫不落下风,有条有理。 又颇有些江湖豪气,令陈月山对他高看了几分,拱手称势。 却不知,纪语书的心中早已大骂沈妙奸商。 要知道,这个消息卖出的银子都给风仙当铺。 沈妙却主动说银子少给点,这岂不是变着烦地让他们风仙当铺赚得少了? 你还是说说那消息吧。 陈月海到底是有些急,沈妙看了他一眼,说道。 陈家姊妹当初在江南越州失踪,实则是被人掳走。 掳走姐妹二人的主使,乃当今陛下同胞兄弟,俱亲王。 此话一出,茶室中的三人皆是静默。 紧紧挨着茶室的另一处密室中,房中的两人也皆是一正。 白衣公子甚至失声喊道。 欲亲王! 紫衣少年摸索着手中的御斩,忽而扬唇一笑,一字一顿地开口。 有意思。 茶室中,寄予书行中有一瞬间的恍然。 之前沈妙说要造消息,消息却是针对欲亲王府的。 此刻迈给陈家的消息中也同欲亲王府有关,不就是给欲亲王府招恨吗? 看来,高阳说得果然没错,沈家和御亲王府有深仇大恨。 仍是在这儿跟御亲王府布了个局,等着御亲王府栽跟头呢。 不过想想,寄予书又有些郁闷。 来白小生做生意的人,从来都是诚心的买卖消息。 对这个能够提供消息的地方也是感恩戴德,哪里像是面前的沈妙,直接就将白小生当成了利用的工具。 利用白小生拉拢陈家,利用白小生对付欲亲王府。 不过,寄予书心中思索。 就算江南陈家家大业大,御亲王府这么多年也凶名在外,背后还有皇家护着。 除非真的是血海深仇,否则谁会见着危险,就往里头冲呢。 沈姑娘说的,可是事实。 陈月山声音尖色,御亲王凶莹之名,举巢皆知。 若是陈家姊妹落到她的手上,下场可想而知。 我没有必要骗你。 可如何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陈月海突然激动地喊出声来,大约是听闻这个消息后不能置信,或者是不敢置信,反倒对沈妙格外凶狠。 陈家姊妹容色双珠,却被陈家保护得滴水不漏。 御亲王向来爱刺激,掳走陈家姊妹也是费了一番心思。 之后,连夜迅速带往定金城,陈家还在御州搜寻姐妹下落的时候,陈家姊妹已经到了御亲王府中。 说到此处,沈妙声音断了断,继续道。 之后,御亲王折磨女子手段可怕, 陈家姊妹几于自尽,皆被御亲王拦下。 后来姐姐屈以逢迎,希望能让妹妹逃出身天。 实则,御亲王知晓他们二人计划,装作不知。 那之后,姐姐被御亲王赐给手下,折磨之后活活打死。 妹妹在逃亡路上被人凌辱,瞎了一双眼睛,寻了个地方,做了道夜乡的活计,一直希望能够活下来。 因为,这是姐姐为她争取来的命。 只是,她其实从未走出御亲王府那扇大门。 所谓的道夜乡的活计,周围的灵人,都是御亲王安排的,为的就是细耍陈家妹妹,看她充满希望的,活在沼泽之中。 沈妙的声音平静微凉,只在末尾带了一点惋惜,却让人听得全身发凉。 继语书也是骇集。 她虽是知晓御亲王荒唐可怕的折磨女子手段,却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讲得如沈妙这般详尽。 要知道,杀了一个人简单,让一个人生不如死地活着,却很难。 而那位陈家妹妹,以为自己逃出生天,满怀希望地活着,希望也许能够有一日能够报仇寻回家人,却不知道,希望早已被人捏在手中。 而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御亲王眼中晚乐的手段。 这样一番话,确实让陈家兄弟沉默下来。 陈月还慢慢地伸出手,捂着脑袋,突然痛苦地无声嚎叫起来。 她压抑的声音像是受伤的野兽,令沈闻着落泪。 继语书也忍不住投去同情的目光。 沈妙看着她,心中微叹。 那沈家姐妹前半生也是锦衣玉石的掌上明珠,过得日子天真,无忧无虑,本来能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子。 可是,下半生却如此凄惨,比那寻查女儿家都不如。 容貌太盛是罪,可陈家姊妹有何罪呢? 沈姑娘。 沈月山比沈月海到底稳重些,即便如此,她的声音也在发抖。 怎么证明沈姑娘说的是真话,这一切到底只是沈姑娘的一面之词。 就算再稳重的人,听到自己不愿意相信的消息,大约也是如沈月山一样,不断地逃避,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用面对。 很简单,沈家妹妹如今还活着,玉卿王府同墙铁壁,你这样贸然进去,只怕会打草惊蛇。 想知道我的话是否是真的,你便去玉卿王府里头,掳一个采买的小丝,问一问,有没有一位倒夜乡的女子在祈福上? 你自己的妹妹,问一问便知道了。 此话一出,沈家兄弟俩身子同时晃了晃,脸上的痛苦无法掩饰。 季语书心中叹了口气,沈妙说的这一般详细,又如此笃定,这个消息,十有八九,是真的。 你…… 沈月还盯着沈妙,突然道。 你竟然知道这件事情,为何不救她? 你眼睁睁看着她陷入火坑,却不肯出手相助,却不慌不忙地跑来这里买卖消息,你…… 她猛地一拍桌子。 你好无情,徐涵。 沈月山低声斥责了她一声,看向沈妙报了报权,说道。 对不住沈姑娘,我二弟也是太伤心了,还望沈姑娘不要计较。 话虽然说得客气,眼中对待沈妙的一丝埋怨,还是被沈妙看在了眼里。 静了一瞬,沈妙不怒返笑,看着沈月还盗。 沈公子以为我应当如何出手相助呢? 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又有什么本事救她出火坑? 是也不顾自身安危潜入亲王府,还是像她姐姐一样,付出姓名为她争取机会? 今日我便也说了,若那人是我的亲姐姐,我倒可以救一救。 可是那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 敢问沈公子,你可会为了一个陌生人,以命相伯。 若是你敢,我也敬你是条汉子。 可惜,我便是这般的胆小怕事,心胸狭隘的女子。 要我做好人,凭什么? 他一番话说得又快又急,陈家兄弟竟然被他抵得哑口无言。 纪语书更是张大嘴巴。 不知道为何,觉得方才的沈妙好似突然发怒了似的。 沈妙的话也是十足讽刺。 没错,世上若都是这样,愿意为陌生人以命相伯的好人,这世道也就不会如此艰辛了。 沈妙只是一介小女子,又有什么本事去帮助陈家姊妹脱困呢? 沈妙冷冷地看着对面的两兄弟,方才她的情绪有些失控。 只是如今,她最恨的就是别人以大义来要挟她。 当初她为了名其百姓,为了傅修仪,自愿到了秦国做人质。 回宫后,等待她的就是帝王的冷漠无心。 她沈家为了江山大义辅佐君王,得来的就是满门抄战的结局。 凭什么一切都是她们付出?凭什么要她当这个救世主? 沈家姊妹固然很可怜。 当初她被打入冷宫逼得走投无路,连儿女都保不住的时候,又何尝不可怜? 可又有谁伸出援手帮帮她? 这个世道,再艰难的人生,也得是自己走下去的。 没有谁,该去拯救他人。 陈月海沉默半傻,冲沈妙道。 方才是我严重了,沈姑娘,对不住。 沈妙平复了一下心情,我的消息就到这里了。 我兄弟二人相信沈姑娘的说辞,不过当务之急是先查探一下我妹妹的下落。 若是找到妹妹,沈家必然万金筹刑。 我早已说过,不需要万金,只需要结个善缘。 不过,我有一句话,不知二位愿不愿意听。 愿闻其香。 沈月山拱了拱手。 玉亲王刺出必较,心胸狭隘。 若是有人招惹,必定会报复回来。 沈家家大业大,可与皇亲国戚较量,终究是矮了一头。 想必二位不仅仅想救出沈家妹妹,还想为沈家姊妹报仇。 两兄弟对视一眼,沈月海也没有隐瞒。 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我们沈家与亲王府势不两立,这笔血债势必要逃回来。 便是你们不讨这笔账,掳走陈家妹妹, 郁亲王也定会知道是你们陈家所做的。 所以无论如何都会与亲王府对上。 我以为,斩草须除根,要想后顾无忧, 还得将亲王府一网打尽。 沈姑娘的意思是…… 沈月山垂疑地问道。 江湖门派,神脉重广,各路英雄皆是朋友。 玉亲王府虽然高贵,可若是论起实力来, 想要灭门,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灭门? 细雨书本是在一边闲闲地听着, 听到此树却忍不住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看着沈庙的目光,简直是惊讶。 一个小姑娘,神情平淡地说出灭门二字, 实在是有些恐怖啊。 陈家兄弟也挣住了, 陈月山打量着对面的沈庙, 心中不由地涌起一股寒气, 以为行走江湖见过不少心狠手辣之人。 不过,面前这小姑娘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句话便是一个活口不留, 狠辣至极。 然而,他们却也觉得沈庙说的话有几分道理, 但凡有一个活口, 百族之虫死而不疆, 难免最后都会查到江南陈家的头上。 灭口之事,的确不难。 陈月山苦笑一声。 可是和当今圣上作对。 作为手足, 自然恨不得将玉亲王千刀万挂, 他们也能做到这一点。 可是, 陈家还有别的人, 还有家中妇孺老术, 皇室牵连下来, 总不能害得整个陈家都出事吧。 我有法则让陛下不追究此事, 只要你们有胆子抄了玉亲王的老巢。 宁月? 盛姑娘, 我们知道你厉害, 否则我们找了三年的消息, 也不会落在你手中。 可是皇家知识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 想来带我走后, 你们也会查到我的身份, 我是定睛将军府, 威武大将军的嫡女。 这样的身份, 在朝堂之上, 你们以为可否说得上话呢? 陈家兄弟一愣, 面露哑然, 大约是没有想到, 沈妙经是这个身份, 随即又沉默了。 他们出自江湖草莽起家, 虽家财万贯, 可官商之间永远是商在下。 对于朝堂之事, 也只能远远地望着, 不知其中深浅。 这么被沈妙随意一哄, 竟然也就哄动了。 你为何要帮我们? 陈月海警惕地问道。 这般不遗余力地帮我们, 对你有何好处? 你这人好生奇怪, 方才怪我不肯出手相助, 现在我出手相助了, 你又怀疑? 不明白。 沈妙嘲讽的话语, 让陈月海有些恼虎。 陈月山摆了牌手, 看向沈妙, 笑道。 沈姑娘性情中人, 不过此事事关重大, 若是连累了沈姑娘。 不只是为了帮你们, 我与玉亲王府也有血海深仇。 我的堂姐如今即将嫁给玉亲王府, 也是被折磨的人之一。 若是改日你们灭了亲王府上下, 烦醒放了我堂姐一命。 陈家兄弟闻言, 心中疑惑倒是散了大半, 又冲沈妙拱了拱手。 哦, 如此, 多谢了。 二位大可以先去打听陈家妹妹的消息, 打听出来后, 切勿轻举妄动。 三日后在此地, 我再与你们戏谈。 陈家兄弟点头, 也听出了沈妙话中的逐客之意, 当下也没有含糊, 爽快地起身。 陈月山说道, 找到妹妹后, 沈姑娘就与我们陈家有恩, 日后若是有用得着陈家的地方, 陈家自然也不会推辞。 这次的事情, 多谢。 说吧, 便提劲匆匆离开, 想来是去寻陈家妹妹的下落了。 继语书盯着沈妙, 本以为那一日沈妙表现出来的已经足够独特了, 没想到今世, 他还是令人压缠。 江湖中人多傲气, 陈家算是大价, 而且这本来是一场迎货两气的交易, 却被沈妙三言两语的, 竟成了陈家的恩神。 陈家兄弟对沈妙的态度也是客客气气, 正如兄弟二人所说, 日后沈妙要有什么困难就有陈家帮陈, 能攀上陈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沈妙看着寄语书, 鸡掌柜, 现在可以谈你我之间的买卖了。 你那日的条件, 我已经想过了。 鸡羽书装模作样地摸了摸下巴, 做出一副为难的模样。 其实你的这个消息, 实在是太危险, 做得成, 自然是皆大欢喜, 可若有一日被发现, 我这封线当铺倒也不用开了, 我这掌柜也一并会掉脑袋, 至于这上上下下的仆人们, 也就跟着送了命。 所以这笔买卖, 你要赔的是沈家和银子, 我赔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性命, 说起来还是我亏啊。 沈妙轻飘飘地看了他一眼。 如此, 沈妙是做不成了, 我知道了, 这么久, 掏扰了纪掌柜, 到此, 纪语书计划好的话还没有说完, 见沈妙突然变脸就要走, 吓得装都不愿装了, 连忙说道。 哎, 我话没说完呢, 现在的小姑娘怎么都如此沉不住气呢? 沈姑娘, 我虽然觉得这很凶险, 可是看见你的第一面, 就觉得你我二人十分有缘, 像你这么美丽的姑娘, 想必提出任何要求, 男子们断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我这人, 最见不得美人委屈, 若是不做这笔生意, 前来你也会不开心的, 为了让你开心, 我搭上性命又何妨, 所以, 这笔生意我做了。 另一头的密室里, 听见姬语书这般肉麻之急的话后, 高阳忍不住看向谢景行, 他没事吧, 这样的毒妇都敢招惹, 这不是勺药姑娘, 这是诗人花姑娘啊, 谢景行扯了扯嘴角, 不知死活。 而听完姬语书话后的沈妙, 在姬语书英切而涉猎的眼神中, 冷静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与姬掌柜说说我的计划吧, 姬语书立刻正经危足。 好的, 沈姑娘请讲。 如今名气人都知道, 十年前, 陛下御赐, 御亲王以身相救, 从刺客手里救下陛下, 舍了一条腿, 那刺客却逃了。 不错。 我要你传出的这个消息很简单, 那就是, 最近御亲王处死了身边一个贴身侍卫, 那个贴身侍卫很巧的, 除了稍微老了些, 同十年前的刺客生得一模一样。 这…… 七语书先是愣了愣, 突然猛得顿住, 手中的茶杯差点一个不稳翻倒下来。 沈妙微微一笑。 这个消息, 请纪掌柜务必上达盛听。 这是, 真的? 纪语书试探的问道。 真的假的? 纪掌柜想办法让它变成真的, 不就得了? 你…… 纪语书盯着沈妙, 外上说不出话来。 他觉得这个看上去比他还要小很多的小姑娘, 实在是个怪物。 沈妙站起身来。 买卖坐好, 我也该走了, 机掌柜动作可要快些, 至少要赶在亲王覆灭门案之前呢。 他说完这句话, 就再也不看纪语书一眼, 转身离开了。 外头的红铃候着许久, 见他出来, 知道买卖谈好了, 领着他又往外走。 密室中, 高阳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沈家这么厉害, 我并非觉得是好事。 如今僧多周少, 我以为, 沈家不可救流。 留不留我说了算。 谢俊行懒洋洋的, 借沈家手对付玉卿王老狗, 也不错。 也许沈家有一天会这么对付你。 如果他们敢, 我也不介意斩草除根。 谢俊行漂亮的黑眸, 明明灭灭。 东西还没下落。 高阳摇了摇头。 灭门当日, 我亲自走一趟。 谢俊行坐着身子, 把玩着手中的玉杯。 我就不信, 还能飞了。 你真的认为玉卿王府能被灭门? 什么要主意打得妙, 可行事起来, 总会有意外发生。 意外? 谢俊行轻笑一声, 半锤的桃花眼眸, 酒酿一般醉人。 然而, 长长的睫毛下, 眼神锐利如刀, 仿佛猫抓老鼠一般的, 细血刀。 自打我遇见他开始, 他就没有过意外。 时日总是过得特别快, 将军府是个很奇怪的府邸, 在未曾出事的时候, 一切自然被掩饰得极乐融融, 各自安好。 从前几方之间的关系, 至少在外头挑来, 是好的。 直到一把大火烧了沈家祠堂, 也烧光了沈姓夫妇对二三房的信任, 大房至少和他们的关系是僵了。 如今, 沈青失了清白, 要嫁给玉亲王, 名里人都知道这并非好事。 然而, 陈若秋和沈月却还是高高兴兴地 忙着筹备沈青的婚事。 虽说皇家赐婚总要表现得高兴些, 但是自家人, 倒犯不着做出如此财心的姿态。 这样看来, 未免也显得太过凉薄了一些。 沈婉云因为沈青和沈贵吵架, 沈老夫人偏袒沈贵, 对她这个做媳妇的越发不满, 也不说把涨家之权交还给沈婉云的话。 陈若秋得了老夫人看重, 自然是做得越发的殷勤。 沈婉云心中愤怒, 对待沈老夫人的时候, 也忍不住流露出怨愤。 沈老夫人更绝, 直接把沈原版留在了荣景堂, 不让沈婉云见了。 至此, 沈婉云倒成了偌大的沈府中 不折不扣的顾家寡人, 并是她从前的那些下人, 有些也都暗暗地投靠了 眼下风头震盛的万银羊。 沈婉云在采营院, 整日不是破口大骂, 就是和沈卿抱头痛哭, 真有了几分疯癫的模样。 这些都和西苑没有半分关系。 沈婉夫妇有意识地和二三房保持距离, 态度皆是不冷不热的。 通过这件事, 大约也是看清楚了二三房梁博的心性。 至少, 在沈婉和罗学院看来, 若是沈卿遭遇的一切落到沈妙身上, 他们二人绝不会就此任气吞声, 怕是拼了命也要给沈妙讨个公道。 加之, 如今沈妙懂事了许多, 对待他们的态度也不像从前一样疏离, 让他们觉得, 像文汇帝讨个留在定金城的恩典, 也讨得很值。 屋中, 白鹿开口道, 大少爷方才又挑了几样宝贝首饰给姑娘, 还给姑娘讨了几张银票, 奴婢给姑娘藏到匣子里去了。 沈妙点了点头, 沈秋自从知道他是去了封仙当铺后, 还以为他缺银子花, 愣是每日从宫中赏赐中挑些精巧的玩意要送过来, 要不就是直接送银子, 还对他说, 妹妹, 没银子就告诉哥哥, 哥哥给你, 可别去什么当铺, 我沈秋的妹妹, 哪里需要去当铺换银子? 沈妙也懒得跟他解释, 加之银子这东西再多也不烫手, 也欣然接受了。 距离同陈家兄弟见过面已经两日了, 明日就该再去一趟风仙当铺, 也不知陈月山和陈月海打听到沈家妹妹的下落没有。 那沈家姨妹的身世, 无疑是很可怜的, 而他得知这个消息, 却是上一世的事情了, 嫁给傅修仪, 傅修仪刚刚登基的时候, 对玉亲王很是不耐, 傅修仪毕竟不是文会帝, 玉亲王对他也没有救命之恩, 作为一个刚刚登基的帝王, 有一个只会给自己找麻烦的王叔, 实在不算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江南玉州陈家, 终于在三年后得知了陈家姊妹的遭遇, 当时也刺杀了玉亲王。 这兄弟二人倒也血性, 直接把玉亲王的另一条腿也废了, 可惜还是让玉亲王捡了一命。 玉亲王大怒, 要追查究竟是谁, 把这个难题抛给了傅修仪, 要查清楚刺客天南海北的何其艰难, 不过傅修仪幕僚变天下, 其中也有江湖客, 有人就给傅修仪提了风仙荡谱私下里的营生。 傅修仪自己并未出面, 拆了人花重金去买刺杀玉亲王的刺客消息。 说来也奇怪, 那风仙荡谱接了这笔生意, 可是一直都没做成, 说是没有收到消息。 风仙荡谱没有收到, 傅修仪自己后来查到了, 于是江南陈家也的确迎来了灭顶之灾。 这一时, 沈庙老早地就想到此事, 早在玉亲王对他起了别的心思, 从任婉云开始交易的时候, 他就布了这么一个局, 一切都在照着他的棋盘走。 沈庆被凌辱, 任婉云的反击, 就连沈庆的意外有运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顺其自然地, 在回朝宴上牵扯出运情, 沈庆要嫁给玉亲王, 玉亲王暴怒。 玉亲王会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他的身上, 于是, 陈家的人到时候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暗中筹谋。 至于皇室中, 就更好做了。 其实, 沈庆一直有一种猜测, 以封仙荡谱的本事, 未必前生就没有查出是陈家人刺杀的玉亲王。 可是, 傅修仪的人一直都没有回消息, 或许是封仙荡谱故意为之, 莫非封仙荡谱的人和玉亲王也有什么职语。 所以, 之前在临江仙的那尊阁楼中, 沈庙故意试探纪语书, 说出灭门二字。 纪语书的神情恶然, 却并未有畅快。 显然, 纪语书与玉亲王府之间没有什么恩怨。 不过, 死过一次的人, 有些时候的直觉, 却是准得可怕。 纪语书的反应, 非但没有打消沈庙的猜测, 还让他心中有了另一个怀疑。 若是如此的话, 一切也并不是不能解释。 也许, 风仙荡谱背后的主子, 还不是纪语书。 那背后之人是谁呢? 沈庙想不出来, 他本以为自己前身贵为皇后, 也曾跟在傅修仪身边, 这些大大小小的秘密尽数掌握于手中。 如今看来, 这其中的水深倒是比想象中的更凶险。 不过, 无论如何, 玉亲王府的门要灭, 玉亲王的命要收。 至于沈庆, 自然也应该生不如死地活着。 前生沈庆, 曾到牢狱之中看他, 今生他也要原样奉还。 双将抱着花盆走了进来, 笑道, 走个太阳大, 奴婢便将花盆拿出去摔摔太阳。 姑娘说这几日恐会下雪, 要奴婢拿布伞遮着, 奴婢还不信, 谁知道今儿一早就下雪了, 都可以了姑娘做准备, 否则啊, 这几盆花可惨, 奴婢也宠获了。 说起来, 姑娘好似很喜欢做这些准备。 白鹿笑着说道, 早早地准备这些东西, 早早地想好可能出现得不对, 每次到了关键时候, 咱们都是轻轻松松松的就过去了, 姑娘这性子极稳妥, 好得很啊。 沈妙微微一笑, 明亮的双眸, 映着外头的小雪, 仿佛磐石一般坚定。 她道, 没什么, 我只是不喜欢意外。 一天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当第三日沈妙再来到风仙荡铺的时候, 陈家兄弟已经等待了许久。 比起之前, 二人似乎变了不少, 尤其是陈月山, 那种豪爽如青山般的气息已然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深刻的阴霾。 沈妙扫了陈月山和陈月海一眼, 心中大约有了主意, 想必, 这二人已经打听到了陈家妹妹的消息, 或许还亲眼见到了也说不定。 亲眼目睹手足落到如此凄惨境地, 对于杀伐国团的江湖人来说, 可能是莫大的刺激。 否则, 前生陈家人也不会不顾后果地 先去刺杀玉亲王了。 沈姑娘。 陈月海先开口道。 先前沈姑娘所说, 可以让皇室中人不追查到陈家的办法, 可否告知我兄弟二人。 季语书看着自己的茶杯, 仿佛能从里头看出一朵花来, 却就是故意不看沈妙。 沈妙叹息一声。 我自然也想帮, 不过就如同之前所说, 这样一来, 我所冒的风险也极大。 从某种方面来说, 沈家与你们陈家也绑在了一条船上, 若是有什么不对, 沈家也会遭殃。 陈月山顿了顿, 说道。 我自知此行有些强人所难, 所以若是姑娘愿意相助, 我沈家一半加益, 尽数分于沈家。 此话一出, 饶氏继语书也忍不住抬头看了陈月山一眼。 沈家是江南首富, 江南自古就是富饶之地, 沈家的银子大约比皇室还要多得多。 如今主动分出半个家业, 对沈家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 沈妙闻言, 看着陈月山恳求的脸也忍不住有些恍惚。 陈家姊妹遭受折磨, 为了报仇, 陈家竟然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明知道就算她出手, 也并非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 即便如此, 他们还愿意意赌, 只能说明陈家姊妹在陈家人心中的地位。 前生她身陷牢狱, 在后宫之中孤立无援, 若那时候沈家还在, 是否她的爹娘兄长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来救她。 见沈妙出神, 陈月山出声提醒。 沈妙回过沈来, 微微一笑, 说道。 半副家业便也罢了, 这个忙我帮, 却不是为了你们家的家业, 无非就是结个善缘, 日后有需要你陈家的地方, 还望不要推辞。 其次便是, 我与玉清王府也有仇, 玉清王府不灭, 终有一日会麻烦上头。 我们如今, 共乘一条船。 沈妙看向陈月山, 陈月山看着面前的沈妙, 她眸光清澈, 语气诚恳, 仿佛说出来的话, 句句都是质地有声, 说出来的话, 每一句都能做到。 从第一次遇到到现在, 她表现得都不像是一个 豆蔻年华的小姑娘。 陈月山不禁想着, 若是陈家姊妹也能有 面前少女的心性和手段, 是否如今也就不会如此凄惨。 想到陈家姊妹, 陈月山稍稍好转的心情, 立刻又阴霾了下来。 她道。 沈姑娘的办法是什么? 皇室那边, 你暂且不必过问, 过些日子就好些了。 另外, 你若是要动手, 最好是在下个月。 下月玉亲王府要办喜事, 玉亲王要娶我堂姐过门, 陈亲第二日必然四处松懈, 届时你在清晨下手, 当万无一失。 你…… 陈月山想说什么, 最后确实摇了摇头。 一月之内, 皇室那边你怎能记住? 沈妙似笑非笑地, 看了喝茶的纪语书一眼。 这你便不必操心了, 当务之急, 你们是召集人马。 玉亲王府不小, 你们需得先摸清格局, 下手当时, 除了我堂姐, 救到人后, 你们需将人斩草除根。 放心, 我们兄弟二人知晓。 不知你们江湖灭门 是什么规矩, 我所说的斩草除根, 便是不管妇孺老少, 下人机械, 全部不留活口。 整个玉亲王府, 彻底地成为坟墓。 陈月山和陈月海皆是一愣, 陈月海皱了皱眉。 下人机械也要, 那些机械, 大多都是玉亲王掳来的可怜人。 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若是陈公子想要发慈悲, 只会害死陈家人, 而我沈家人也会被牵连。 沈妙冷笑着说道, 他说得冷哭, 片刻后陈月山点了点头。 我们必不会留下活口拖累姑娘。 如此甚好, 那就诸二位大仇得报, 血洗王府, 又与陈家兄弟说了一会儿子话, 陈家兄弟才起身告辞。 待他们离开后, 纪与叔终于开口道。 沈姑娘, 你这个年纪轻轻的, 倒像是懂得很多事情。 刚才我可看得清楚, 那陈家兄弟, 好歹也是见多识广的人物, 竟也是顺着你的安排走路。 沈姑娘, 如你这样聪明美丽的女子,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不知日后, 有没有那个机会, 与你春日踏青郊外, 夏夜赏湖偏周, 深秋…… 纪掌柜, 你不会就是要与我说这些吧? 前面还说得好好的, 后面便越说越不像话了, 活脱脱是个调戏良家小姑娘的灯仆子。 咳咳。 季语书清了清嗓子。 事实上, 我只是想告诉沈姑娘, 消息已经造好了, 也传到了宫中, 想来过不了多久, 沈姑娘想要的结果, 就能达到了。 沈妙心中微微一凉, 她虽知道风仙当铺有本事, 却也不知道对方的动作竟然如此之快, 想必在宫中也是有接应的人的, 否则要不动声色地渗透过消息去宫里, 只怕要费一番周折。 这个风仙当铺的水也是深得很, 方才她没有掩饰和陈家兄弟的交易, 就是知道根本掩饰不了。 沈妙垂谋。 有劳记掌柜, 事件达成之后, 之前与掌柜的承诺也会说话算话, 纪语书沉默了一会儿, 难得严肃地问道。 沈姑娘, 在下有一事不解。 请说。 沈姑娘以沈家为代价与我做买卖, 就不怕有朝一日, 我要沈家做危险之事, 将沈家推到风口浪尖, 这笔买卖可就不划算了。 说完这句话, 纪语书就死死盯着沈妙, 注视着沈妙的神情。 沈妙掩也未渣, 淡淡道。 与其忧心热厚的困难, 倒不如担心眼下的难题。 若是真的到了那一日, 也只能说, 是我沈家的命。 纪语书有些困惑道。 真的? 假的? 真的? 密室中, 谢锦行听着从一边传来的动静, 懒洋洋地说道。 也只有语书那个傻子才会相信她的话, 这丫头骗人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 语书哪是她的对手? 不用担心。 谢锦行慢悠悠地说道。 上了我的船, 想下去可没那么简单。 沈妙起身同纪语书辞行的时候, 纪语书突然道。 对了, 沈姑娘, 之前你要我打听的那位流盈姑娘, 似乎是有下落了, 若是沈姑娘着急, 这几日也许就有结果。 然而, 沈妙的回答却让纪语书愣了一愣, 她道。 不紧, 纪语书慢慢找吧, 我也慢慢等。 待她离开后, 纪语书才摇了摇头, 一边往屋里走, 一边道。 啊, 真是比少妖姑娘还要让人摸不清的女人。 少妖姑娘至少送珍珠她会高兴, 这一位, 莫非送人头会比较开心? 她打了个冷战, 赶忙我屋里走去。 宫中, 皇帝的书房内, 暗头的奏折已经落成高高的一叠。 文惠帝坐在桌前, 面前的折子摊开, 却是看也不看一眼。 他已经是天命之年, 也即将步入花甲, 虽然人事精神绝朔, 两兵却生出星点斑白。 世上之事, 大抵不过是一个轮回, 也有过少年一起挥斥方球的时候。 即便如今壮心不已, 可众人瞧着她的目光, 却仍旧像是在看一头在见见老去的虎。 总会有新的虎来继承她的位置。 此刻, 文惠帝面色发沉, 她年纪渐长之后越发的瘦消, 皮肤却因为松弛, 仿佛贴在骨头上, 显出一种诡异的老态。 她嘶哑着嗓子开口, 依稀能够听出其中的滔天怒吟。 老十一, 真的杀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刺客? 面前立着的两名黑衣人说道, 禀陛下, 是的, 抓到的人已用刑拷打。 另外, 秦王府抓到的亲王殿下亲信, 也亲口承认, 亲王前些日子处死了个蒙面侍卫。 文惠帝闭了闭眼, 猛地一仰手, 桌子上的镇纸飞了出去, 在地上噼里啪啦地碎成了好几半, 片刻后, 她才冷笑一声。 老十一啊, 朕还是小看了她。 宫中耳目众多, 嫔妃、 臣子、 甚至是皇后, 这些耳目固然是为了在宫中生存, 谁得到的消息多, 谁就占了胜利的先机。 皇帝也不例外, 只有到处都是她的眼睛, 这龙椅坐起来, 才会更安稳些。 起初, 从眼镜嘴中意外得知, 玉亲王斩杀了一名 与当日一模一样的刺客后, 文惠帝心中还是不幸的。 皇家感情多良卜, 他这个皇位, 也是踩着众位兄弟的尸体, 才坐上去的。 留下当时排行十一的玉亲王, 是因为文惠帝始终记得 那个凶险的夜晚, 玉亲王一身挡险, 鲜血淋漓地救了他一命。 文惠帝时常在想, 这么多年, 他对玉亲王好, 不仅仅是因为那一条腿的恩情, 更是从侧面代表了文惠帝, 还有感情。 坐上帝王这个位置, 所有人对待他的感情都不再纯粹, 就算是他的儿子们, 都是心怀算计。 而玉亲王却能提醒文惠帝, 这世上还有一个人, 可以不顾安危地为他挡箭, 他还有一个至亲手足。 然而如今, 这却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似乎当初那一幕都是这个至亲手足安排的一场戏, 甚至于文惠帝怀疑, 玉亲王废掉的一条腿, 也是假的。 玉亲王究竟想干什么? 谋朝? 篡位? 史书中记载了那么多韬光养晦, 一朝反水的造反大业, 文惠帝只有被欺骗的愤怒和侮辱。 被信任的人背叛, 信任会收回, 不仅如此, 还会变本加厉的怀疑。 皇室中人, 四来多亿, 从前不怀疑玉亲王是因为他的赤诚。 如今赤诚变成虚假, 皇家人怀疑的种子立刻长成了参天大树, 谁也撼动不了。 派人守着玉亲王府, 朕倒要看看, 他想玩什么花样? 高公公低着头, 眼观鼻鼻关心, 沉默地看着脚尖, 好像根本未曾听见帝王的怒气, 只是心中却是微微地叹息一声。 多是知秋, 多是知秋啊。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平静的定睛城中, 似乎什么都未曾发生。 随着年关的逼近, 人们都绑着吃半年货, 便是贫苦人家, 也似乎融满了淡淡的喜意。 然而, 再如何欢喜的日子, 都会有人并不欢喜的。 宫中, 黎王正与湘王在花园中走着。 黎王一派中, 湘王和成王势力薄弱, 对黎王俯首称臣, 态度也是恭敬得很。 比起太子的稳重, 周王静王兄弟的锋芒, 黎王则走的是中庸之道。 他才学不是最出众的, 母妃也并非最得宠的, 却是上上下下打点的极为原话。 无论是朝臣还是兄弟, 倒也愿意卖他一个面子, 私下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笑面虎。 柳哥, 这段日子听闻父皇对王叔很是冷淡。 湘王开口道。 你也听到了。 黎王笑笑, 他笑起来的时候, 眼角伸出细小的皱纹, 看起来性格非常随和, 他的态度也很随和。 他与湘王攀谈道。 父皇自来看中王叔, 这几次王叔有事相求, 进攻几次, 父皇竟然以事务繁忙推辞。 明儿人都看得出, 父皇是故意酿着王叔的。 文惠帝对玉亲王可谓做的是仁至义尽, 当初文惠帝有个宠妃得罪了玉亲王, 那宠妃娘家还是颇有势力, 文惠帝二话不说, 就将宠妃打住了冷宫, 还当传警告众人。 十一乃朕的手足, 对他不敬, 就是对朕不敬。 正因为文惠帝对玉亲王几乎是有求必应, 这一次态度的疏然转变, 才会被所有人察觉。 可这是为何? 湘王疑惑道, 王叔做了什么事惹弄了父皇不诚? 可这么多年, 王叔就算做得再出格, 父皇也不曾怪罪于他, 这些日子也没听过王叔出什么事啊。 你知不知道, 王叔进宫索求父皇是何事? 湘王摇了摇头。 七弟啊。 黎王拍了拍他的肩, 仿佛兄长在告诫自己不懂事的弟弟。 这宫中凡事, 还是要多留一些心眼。 你这般老实, 六哥我也不是事事都能够替你操心。 湘王懒然地笑了笑。 我跟着六哥, 六哥比我聪明, 六哥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我听闻王叔进宫所求的, 是什么家之事? 沈家。 湘王恍然大悟。 莫非王叔是因为沈家真是惹怒了父皇? 他想了想, 问道, 可是王叔娶的是沈家二方嫡女, 父皇倒不至于因为沈家二方生气吧? 没有人比文汇帝自己的儿子更了解他。 若是玉亲王惹怒文汇帝, 除非就是他所求之事出阁了。 在皇室生活了这么久, 帝王的底线无非就是势力。 沈家二方沈贵一介三品文臣, 手中没有什么实权, 倒也不至于影响大局。 文汇帝犯不着因为这个和玉亲王生气。 这就对了。 黎王意味深藏道。 可是王叔所求的, 却是要娶沈家大房嫡女, 沈庙。 原来如此。 江王这才想清楚。 那沈信手握兵权, 王叔想娶沈家嫡女, 怕是犯了父皇的大忌。 可是王叔怎么会突然想娶沈庙? 之前要娶的不是沈卿吗? 就算父皇由着他唬闹, 但是这种敏感之事, 王叔不至于犯这样的糊涂啊。 我也不知。 黎王摇了摇头。 王叔虽然这些年做事出阁, 却谨守臣子本分, 这一次却是离谱了。 父皇肯定不会让王叔取舍苗, 不过这一次父皇没有直接与王叔说明, 反而避而不见, 好像是在请示什么。 大概是耐心消磨干净了吧。 黎王苦笑道。 你我二人还是不要说这些为好, 总归与我们无关。 这些日子, 父皇看着不太高兴, 可别往人面前处。 柳哥说的是。 湘王点点头。 二人走后, 花园深处才慢慢地走出一人, 清靴欲淡, 正是定王赴修仪。 他站在花园中, 显然方才离王二人的谈话 已经被他听在耳中。 他看向二人离去的背影, 若有所思的, 喃喃道。 神妙。 林江新的楼阁最顶层, 姬语书给高阳看完手中的信, 将信放到燃烧的碳堆中烧毁。 消息已经传出去, 文贵帝也对劳哥起了疑心。 劳哥这回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自己还不知道。 姬语书有些幸灾乐祸, 高阳摇头。 还是小心点。 现在一点也错不得。 我知道。 秦语书摸了摸鼻子。 谢三哥最近忙什么呢, 人都看不到。 他哪天不忙? 高阳突然叹息一声。 嗯, 也不知道由着他的心在来, 是对还是错。 我信谢三哥, 谢三哥本身那么大, 你瞎操什么险。 他布置了这么久, 就算成不了, 全身而退也是没问题。 高阳, 你这个人就是心思太重。 你看咱们谢三哥, 就算心里有再多事, 照样过得潇潇洒洒, 这才是男人。 姬语书显然是谢锦型的忠实跟班, 话里行间都是对谢锦型的败负, 高阳摆了他一眼。 哼, 马屁精, 谁拍马屁了? 再说了, 要拍马屁得看看对方是谁, 值不值得我拍。 他嫌弃地看了对方一眼, 说道, 刘宁, 跪下求我拍我都不拍。 高阳温和一笑, 哼, 是吗? 那你以后有什么事不要来我这里抓药, 跪下求我, 我也不给你开。 姬语书一愣, 随即马上转开话筒。 其实以前我觉得这定睛城中的年轻人呢, 都是绣花枕头, 惊看不惊用, 只有谢三哥是个男人, 不过如今我倒是佩服起另一个人, 觉得除了谢三哥外, 定睛城里也算有别的人英雄出少年了。 哼哼, 你还有佩服的人, 真新鲜。 高阳不冷不热道, 谁啊, 入得了您老的发言。 沈家小姐沈妙啊。 秦语书一拍大腿, 娘呢, 我就没见过胆子这么大的女人, 连皇家都敢算计, 而且对御亲王府, 那是亲王府啊, 下手就是一国端。 那是你没瞧见之前。 高阳冷哼一声, 之前沈妙一把大火烧了自家祠堂, 连自己的命都敢做赌注, 那时候高阳就觉得沈妙真是个疯子。 他们这些人习惯了万事筹谋, 出手必杀的稳妥, 乍一看这种不要命的行事方式, 高阳最初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思看的。 他笃定, 沈妙在这样横冲直撞下苦不了多久, 没想到终究是他看走了眼, 每一次看似绑撞拼命, 最后却都是他做了赢家。 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 他们这种人都将自己看作是精致的瓷器, 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会和人没有把握的拼命, 对方不值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拼。 而沈妙却是另一个极端, 他把自己当作是最硬的一块石头, 和他做对的人反而成了瓷器。 他好像什么都没有损失, 但是那些和他做对的瓷器全都碎成了一片。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把自己当作是石头的, 也正因为如此, 高阳的心中才会觉得 沈妙更加危险。 而对于一个可能成长起来的敌人, 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他扼杀在未长城的时候。 只是, 高阳竟然有些不确定, 谢锦衔的想法是什么? 谢锦衔不可能没有看出这丫头身上的变数, 若是沈妙成了他们计划中的阻碍, 只会坏了大事。 他之前还有这么勇猛的世界? 金语书惊讶到, 随即点点头。 威武大将军的女儿, 汉用一些也是正常, 虽说没有武艺也没有被沈妙养在身边, 这一镜子也断然没有人敢欺负他。 近高阳有些出神, 金语书突然想到了什么, 继续道。 说起来, 这次皇家之事虽然是由我来造消息,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沈妙的计划来办的。 现在想想, 他实在是有些可怕, 玉亲王不知怎么回事, 这段日子好像被气昏了头, 居然直接跟文慧帝说想取沈妙, 明知道沈信手握兵权, 谁去沈妙, 谁就可能成为帝王眼中心怀不轨的人, 玉亲王居然会犯这样的错, 而且文慧帝果然一怀疑就怀疑到底, 再加点火, 只怕玉亲王死了, 文慧帝都不会眨眼睛, 这么一来, 岂不是正好便宜了沈家行事? 沈妙这计划环环相扣, 竟然算计的一点差错也没有。 因为他是没有以外的人, 高阳有些感慨, 谢锦兴说得没错, 沈妙每一次看似凶险的形势, 最后与他最初想要达到的目的分毫不差, 他的计划中从来没有意外。 高阳恶作剧的想, 若是有一日能够看到沈妙惊慌失措, 因为意外而傻眼的景象, 不知道该有多么的大快人心。 总之, 我以为这个沈妙是值得结交之人。 寄语书正色道。 加上我观其容貌, 想来几年之后, 必会出落成美人。 这般聪明又美丽的女人, 怎么能让我寄语书错过? 他露出一个自以为风流潇洒的笑容。 我决定了, 就像他在我心中与小妖姑娘齐名, 从此后, 除了小妖姑娘, 他也能算得上我的红粉之脊。 高阳干脆别过头去, 直接不看这个傻货。 而寄语书嘴里的红粉之脊, 此时正在屋中, 飘飘紧紧。 妹妹, 你挑这么多东西, 是为了给沈青送的天桩吗? 沈秋挠了挠头, 问道, 沈妙在库房里将皇帝赐下的东西都挑了一部分出来, 也不知道是在找什么。 最后, 终于是挑出了一个玉枕, 摸上去光滑冰凉得很, 放着也伸出盈盈的玉光, 煞是好看。 妹妹莫非要挑这个送给沈青? 随着沈青澄清的日子一日日逼近, 沈家上下也就开始为沈青的亲事操心。 沈玉前些日子还问沈妙给沈青添装送什么, 恰好被沈秋听见了。 一直都见沈妙没什么动静, 还以为今日她终于想起此事来了。 这个? 沈妙拿起玉枕, 摇摇头, 不是? 哦。 沈秋问道, 妹妹要自己用吗? 这玉枕看上去不错。 沈妙垂眸, 这个玉枕叫冰残枕, 前生她后来入宫, 又被沈青当作嫁妆塞进了她陪嫁的箱子中。 再后来, 她成了皇后, 梅夫人深得圣宠, 有朝一日说自己身子不适, 有些头疼, 非要她的这只枕头。 那时候, 冰残枕给了婉鱼, 婉鱼不一, 与梅夫人吵了起来, 把枕头摔碎了, 傅修仪狠狠地罚了婉鱼, 再过了不久, 匈奴和亲的消息就传来了。 如今想想, 皆是前程旧梦, 却仍旧痛彻心扉。 妹妹, 沈秋竟沈妙不语, 担心地问道, 这是我用来送人的, 至于大姐姐的天窗, 大哥要是有时间, 便帮我随意挑一挑吧。 大哥若是没有时间, 我让谷雨满, 也是一样, 话里话外, 都是对沈青的良博。 哦。 沈秋愣愣地回答, 直到沈妙走出屋子后, 才一拍脑袋。 傻了, 我忘了问妹妹, 那枕头送给谁? 屋外, 清哲也问道, 姑娘的枕头要送给谁啊? 一个朋友。 既然日后用得上纯甲, 不能没有表示, 恩情和小慧, 雪中送炭, 就可以得到忠心耿耿的盟友。 巨人之术, 还是她从傅修仪身上一点点学到的。 这个枕头安神宁气, 对那心神紊乱的陈家妹妹来说, 无疑是个好东西。 时日飞快地过去, 转眼就是腊月初八。 腊月初八, 黄道即逝, 疑婚丧嫁娶, 也正是沉寂多年的御亲王府, 迎娶王妃的世子。 御亲王关身多年后, 御亲王府终于迎来了新的女主人。 然而, 众人心知肚明, 这并非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就比如上一阵御亲王妃, 谁又能知道这一回, 喜事儿什么时候会变成丧事的。 御亲王府迎娶的对象, 是定睛沈家二房嫡女, 沈青, 威武大将军府上三个嫡女, 沈妙曾以草包愚蠢出名, 沈月才名远波, 沈青也能算得上是美丽大方, 能干聪慧。 结果, 好端端的姑娘就嫁给了御亲王这么个人, 说起来还是让人有些不胜唏嘘啊。 那沈贵也是疯了吧。 看热闹的人群中, 有人小声道, 这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自个儿往火坑里跳吗? 真是作孽。 你知道什么呀? 另一个人不提回事。 我听我当官的表兄说, 这沈大小姐早已经和御亲王暗肚沉仓, 肚子里都有了身孕, 若不是因为怀着皇家骨肉, 就该被沉堂了。 啊? 你说的可是真的。 周围的人听见, 全是有些惊讶, 显然之前并不知道这一层。 那人洋洋得意地摇头, 说道, 可不是吗? 听说当日宫中的回朝宴, 文武百官都亲眼瞧见了。 所以说, 这沈家大小姐一点都不可怜, 咎由自取吗? 嗯, 的确如此, 未婚先孕, 伤风败俗, 真是不知廉耻。 沈家二房怎么会叫出这样的女儿? 沈将军光风即月, 可真是犹如门眉啊。 这关沈将军何事? 沈将军常年不在定京城, 还不是其他两房自个儿养出来的女儿。 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 话里话外, 都是对沈青的鄙视。 从最初的同情, 到之后的唾骂, 似乎只是短短一瞬间的事情, 连带着沈贵和任婉云都被戳了几两骨。 那人群中最初说沈青怀了身孕的人, 却是悄悄地笑了笑, 转身消失在了人群中。 沈府内, 戏婆正在为沈青梳妆打扮。 任婉云站在沈青身后, 紧紧搅着手中的帕子, 却恨不得将那帕子搅碎。 她好好养大的女儿, 如今却要眼睁睁地看着沈青往火坑里跳。 没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 对于任婉云来说, 这一切就像是有人用刀子在割她的肉。 与任婉云不同, 沈青没有任婉云那么强烈的情绪, 她安静地坐在位子上任由喜婆摆弄。 那喜婆笑盈盈地说道, 大小姐, 老神要给您剿面了, 这剿面有些疼, 大小姐先忍一忍, 等过了这阵子, 就能做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了。 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这话, 沈万云只觉得痛彻心扉, 陷陷晕晕倒过去, 沈青却是神情木染地看着铜镜中的自己。 若非她的眼珠子时不时地还眨巴一下, 只怕别人会以为这是一尊毫无生气的死人。 喜婆心里瞧着沈青这副模样也是有些发怵, 她从盒子中拿出一根细细的棉线, 开始给沈青剿面, 这剿面要将脸上剿得白白净净, 的确是很疼, 往常那些个大小姐总是要娇娇气气地喊上几句疼的。 然而, 剿面的线落在沈青的脸上, 沈青却仍然是面无表情, 仿佛死了一半。 星儿! 任婉云忍不住掉下泪来, 喜婆见此情景, 瞧见新娘, 非但没有新娘的欢喜, 还浑身上下透露出死气沉沉的绝望, 心中也明白几分。 极像话都不怎么说了, 飞快地将庄面上好, 就悬了个由头, 离开了。 屋中只剩下任婉云和沈青, 还有几个丫鬟。 任婉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不过是短短几月的时间, 她衰老得如同那些老妇人一般, 脸上的皱纹横生, 白发也多了许多。 哪里还有从前穿着华丽, 风雨精明的贵妇人模样? 娘, 不必担心。 确实沈青先开了口, 她的嗓子瑟瑟的, 听上去有一种古怪的腔调, 似乎是在哭, 又好像在笑。 她道, 今日我所遭受的一切, 必然不会白白遭受, 我会自己报仇的。 锦儿, 娘, 对不起你。 沈婉云上前搂住她, 沈青木然地任她搂着, 沙哑道。 爹娘都帮不了我, 我自己报仇。 她的语气阴沉, 然而那冲天的怨气, 谁都能感觉得到。 沈贵的冷眼旁观, 沈婉云的有所顾忌, 终于让他们面对沈青出嫁的事实而无能为力, 而沈青终于还是恨上了自己的父母。 沈婉云被自己的女儿怨恨, 心中更是如灶累积, 然而却又知道, 事情走到如今这一步, 未必就没有她的原因。 若是当初她不去算计沈庙, 若是当初在卧龙寺夜里她出门看一眼, 亦或是当初她不给玉亲王写信说明被调包的事情, 是否现在, 沈青也不至于落到这么个走投无路的境地。 沈婉云勉强笑道。 金儿莫怕, 娘发誓, 娘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还有你二哥, 也一定会让那个小贱货神败名裂。 沈府外头的大厅中, 沈老夫人沉着一张脸坐在正中间的椅子上, 沈圆柏半趴在她的怀中, 似乎有些惧怕沈老夫人脸上此刻的狠色, 乖乖地不敢动她。 天什么装? 沈老夫人道。 做出这么不知廉耻的事情, 还有脸要添妆? 老二, 你养出来的好女儿。 沈老夫人暗慕虚荣, 最爱在外头摆脸面, 这一回沈青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终究还是瞒不过她。 得知文武百官都知道了沈青的丑事, 沈老夫人自觉老脸都被丢尽了, 自然恨上了沈青母女二人。 沈桂连忙怒怒地硬了, 恨不得现在就将人外人休掉。 沈秋文言却是神情有些古怪, 似乎是想笑。 大约沈老夫人自己也忘记了, 她原本也是歌女出身, 说起来又能比沈青好得了多少。 薄妃也是仗着如今是沈家的老夫人, 就真的以为自己是御节兵迁的大家闺秀了。 沈万没有作声, 沈若秋也不会主动地往沈老夫人气头上谱, 至于沈信和罗雪燕, 更是大喇喇地站在原地, 仿佛根本未曾听见沈老夫人的话似的。 沈老夫人发完脾气, 又道, 哼, 假装也不要太多, 这样的丫头, 犯不着花我沈家的银子。 此话一出, 罗雪燕眼中的鄙夷更上一层, 沈老夫人最偏爱的就是二方, 虽说重男轻女, 但是沈青也是在沈老夫人跟前长大的。 明知道沈青此去嫁到玉亲王府是悲惨的开始, 多给些银子或许能让沈青活得舒坦些。 不曾想, 沈老夫人吝啬至此, 也无情至此。 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风尘女出身的。 沈桂又硬了, 她自来做的都是孝子之态, 沈老夫人见她如此顺从, 面上的神情也缓和了一些, 目光又落向沈信,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突然听得沈月惊叫道。 二哥! 众人顺着沈月的目光看去, 自门口走来一名年轻男子, 身着一身石青色长袍, 这男子生得也算端正, 细细看来和沈桂便有六七分的相似, 只是眉宇之间隐隐有一股傲色。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沈家二房, 沈桂的嫡长子, 沈元。 二房中, 沈元自来就聪明伶俐, 比起沈秋的军功, 是靠自己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得来, 沈元则要显得天才许多。 年少时候科考种地, 名词相当不错, 后来得了贵人赏识, 走上仕途。 不过, 之前要在外头做小官历练三年, 今年是最后一年, 本是年官回来后就留在定金城做官的, 谁知道沈青出了此事, 想来也是匆匆忙忙赶回来的, 恰好能见妹妹出嫁那日。 然而是沈月也忍不住往沈万身后躲了躲, 沈万怕了怕沈月的背, 目光落在沈元身上。 对于沈元, 沈府中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忌惮, 也许是沈元年纪轻轻就有了功名, 又或者是直觉她年少老成, 让人觉得心机深沉。 总之, 沈月和从前的沈庙是十分惧怕她的。 最高兴的莫过于沈老夫人了, 她惊喜地冲沈元招了招手。 袁儿! 沈老夫人怀中的沈元柏也脆声声地喊了一句二哥。 二哥! 沈元这才笑着上前冲沈老夫人行礼, 叫了一声祖母, 又摸了摸沈元柏的头, 说道, 沈元柏又长高了? 嗯? 袁哥只怕是赶路回来的吧。 沈若秋笑着开口, 路上可有泪着, 要不要先歇一歇? 如今沈万云不在, 他就是沈府当家的, 自然而然地要拿出一副竹木牌头。 沈元转过头看了沈若秋一眼, 不知为何, 沈若秋竟是心中一沉, 一股忌惮犹然而生。 一年未见, 沈元越发地让人有些琢磨不透了, 沈若秋自来聪明, 孩子们小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明着暗着给沈元下过绊子, 可是沈元倒是出乎意料地聪明, 越到后来, 有时候吃亏的甚至是沈若秋。 沈若秋以为, 任婉云庆幸还生了个聪明儿子, 所以后来即便对二房 也有诸多不满, 可沈若秋却不敢彻底地蛇恼了对方。 不必了。 沈元开口道, 我此次回来, 就是为了看妹妹出嫁, 再歇歇的话, 却怕时间有些来不及。 说到沈青, 屋中的气氛便有些尴尬, 沈老夫人也没有搭枪, 沈元也丝毫不为所动, 目光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 投向沈秋身边那儿站着的人, 正是沈妙。 许久不见, 五妹妹也变了不少。 沈元眯起眼睛, 果然是女大十八变, 五妹妹变得, 我都有些不认识了。 沈妙平静地与她对视, 沈元的目光带着阴森的探警, 仿佛在泥沼地中爬行的毒蛇, 不紧不慢地缠上来, 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湿冷之气。 她微微语笑。 二哥倒是一尘不变, 陈若秋目光断了断, 沈月有些幸灾乐祸, 沈欣和罗雪燕不约而同地皱了皱眉, 沈秋却是笑着开口道, 不错, 二弟看着倒是没什么变化。 她将话头迎到自己的沈上, 惹得沈元也多看了沈秋一眼, 继而意味深长道, 没想到, 现在五妹妹和大哥的感情竟然这样好了。 亲身手足, 感情自然好。 沈妙笑得温和。 二哥现在不去看看大姐姐吗? 想必还能赶着上天庄。 沈元深深地看了沈妙一眼, 笑道。 嗯? 不错, 我现在就去。 说吧, 有镜子朝沈老夫人行了一礼。 祖母, 我先去瞧瞧妹妹, 我这个做大哥的不在妹妹身边, 如今她就要嫁人了, 也不知日后会不会被人欺负, 只能跟她说几句话, 就先行一步。 说吧, 便有利落地转身, 看也不看众人一眼, 快步离去了。 从始至终, 倒是没有和沈桂说过一句话。 从前, 沈桂和沈元的关系, 虽然说不上是特别亲密, 可终究是父子。 沈桂看中沈元, 对她也是多加的照顾。 沈元代沈桂, 也是尊敬。 今日这般态度, 明显是有些问题。 沈桂铁青着脸, 握紧了拳头。 沈老夫人埋怨地瞧了她一眼, 心中也有些烦闷, 直接挥了挥手, 道。 付我回房去。 今日的喜宴, 沈老夫人是不打算去了。 在沈老夫人看来, 那些应邀而来参加喜宴的客人们, 大多都是高官贵族, 对于这门轻视的来龙去脉, 知道了一清二楚。 她这把老脸再去丢人, 实在是折不了那个福气。 当下就让张妈妈扶她回房去了。 沈老夫人离开后, 厅中便有些尴尬。 沈月瞧了一眼沈妙, 开口问道。 五妹妹, 给大姐姐的天装, 你送的是什么呀? 一点珠宝首饰罢了。 沈妙淡淡地说道。 沈月点了点头, 见沈妙不太想搭理的模样, 心中虽然恼怒, 当着沈姓夫妇的面, 面上却是不显, 安安静静地站在陈若秋审边。 沈万看向沈姓。 大哥, 如今袁儿回来了, 又该如何? 袁哥回来跟我有何关系? 沈姓疑惑道。 我自己的娇娇和邱哥都管不过来, 我还管老二的儿子。 老三, 你们三方人丁西伯, 要是没什么事, 也就帮尘帮尘老二吧, 都是自家兄弟。 他的语气, 有些语重心长。 沈姓这个人, 看着老师敦厚, 实则说话最是毒舌。 这一点, 从和他打了几十年交道, 都没在嘴头上讨过好的 林安侯谢顶那儿, 就能看出来。 这一番话说完, 沈万还没有来得及表示, 陈若秋却是气得指甲都欠尽了掌心。 谁都知道, 三方人丁西伯, 陈若秋除了一个沈月, 连个傍身的儿子都没有。 虽说, 沈万如今对陈若秋情根深重, 可是, 沈老夫人早就因为陈若秋生不出儿子, 而多次想要给沈万纳妾。 沈姓者, 就是在陈若秋的心上戳刀子。 是啊, 帝媳妇。 罗雪燕也笑着开口, 别老是操心着人家的事, 知道你们二人心善, 可也是时候想想自己的事了, 月节都这么大了, 日后嫁人了, 没个兄弟帮衬, 也未免单薄了些。 沈妙眼底笑意涌动, 沈姓和罗雪燕不善后宅中的争斗, 可战场上的历练让他们有比别人更敏感的直取。 沈万夫妇想挑拨离间, 却是被沈姓和罗雪燕四两拨千斤的给搅混了。 妹妹, 咱们也去看看大妹妹。 沈丘拍了拍沈妙的肩膀。 你那天庄还放我那儿呢? 是。 沈妙知道沈丘是有话跟她说, 便点头称是, 与几人行了礼后, 就和沈丘往西苑走去。 妹妹, 沈元对你有敌意? 我知道。 她可能知道事情的原因了。 沈丘有些着急。 她这个人最喜欢暗中作怪, 又颇有心情, 只怕会给沈经报仇, 总会想法子害你的。 你, 你这些日子都待在府中, 不要出门了。 沈丘对沈元有一种天生的敌意, 这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 其实, 沈元和沈丘并没有什么过节, 但沈丘就是看沈元不顺眼, 也许有的人就是天生的死对头。 大哥, 若他真是有心害我, 就算我藏得再厌实, 他也能想到法子。 再说了, 他又能如何? 放心吧, 既然他真是那般谨慎小心之人, 也断然不会随随便便找个人将我杀了, 总归是要用气的。 论用气, 谁比得过死了一回的他呢? 妹妹, 你还小, 不懂得有些事情的凶险。 沈丘更急了。 沈元不是什么好人, 你这样大意会吃亏的。 大哥放心吧, 沈庙看向沈丘, 兵来将岛, 水来土掩, 这真有什么事, 不是还有大哥吗? 沈庙笑着, 心中有句话, 却是没有对沈丘说。 前生沈丘的死, 绝不会是一个意外。 二房或是三房, 他不知道到底是谁, 这些人一个都逃不了。 就算沈元不对他出手, 他也不会让沈元好过。 就当是还前生的债了。